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241章 被吃掉了 按理来说 我不应该八卦人家石头家的家事 但我还是忍不住小小的好奇了一把 这种事情还是值得研究的 就算是以前老一辈里人种下的祸根 我们这一辈也该搞清楚情况不是吗 老爷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我呀 石头搭落着脸 整张脸只能用苦瓜来形容 你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 我要杀了你 石头的老爷听见石头说话 一下子变得激动不已 幸好我眼睛快一把拦了过去 合并双手一掌打了过去 我这一掌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掌 而是蕴含一丝凌厉的一掌 不然石头老爷也不会被我一掌打腿数十步 你这小子绝无法说 石头老爷们叫着 这是在对我表示不满吗 你知道就好 所以你也别为难石头了 你要是继续为难他的话 受苦的只会是你自己而已 小子 你最好伤开 不然我会去找你的家人 你说什么 石头老爷确实有些过分 得罪他的是我 是石头 和我家里人有什么关系 他居然说要去找我家里人 如果我家里人有什么阴差阳错的话 我一定会让他在整个世界 甚至是整个宇宙中消失 本来我还想劝服你 但看现在这个情况 能够解决事情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彻底消失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石头 你不会责怪我吧 你老爷现在已经没救了 不对 应该说他已经不是你老爷了 他只能算是个恶鬼 这是我给石头老爷的定义 就像刚才我说的 鬼和人是一样的 有善有恶 眼前的石头老爷虽然是鬼 而且还是一只老鬼 但他真真实实的是只恶鬼 小冬 你下手吧 只要你能将他除掉 从他想加害我的那天起 他就已经不是我老爷了 石头抓住我的衣服 周围已经被狂风席卷 我手中出现了一抹红色的光亮 这是鬼魂斩 对付一般冤魂 鬼魂斩的一击就够了 本来我还想直接了当一点 用陶木剑对付他 可现在没有陶木剑 我也没带那个东西 所以只好用别的绝招了 反正我学会的也不仅仅只有烈阳 鬼魂斩在黑暗中显得是那么的飞红 又是那么的诡异 我提着尖锐的光亮刺了过去 但突然一阵狂风从我身边吹了过去 紧接着窜出了一道黑影 既然这样 就把它给我吧 这是 这声音那么的耳熟 带着一丝铜声 好像 好像 小鬼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立马想起来 是那个小鬼 就是一直和我有仇的那个小鬼 没想到他居然在这里 他这个时候出现是几个意思 我懂你好久好久了 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 这次 你那个会法术的舅舅不在 你没辙了吧 小鬼实在是太小瞧我了吧 就算舅舅不在 我也有能力 有信心能将他抹杀 是又怎么样 你想说什么呀 你今天来这里是想杀了我吗 我一点都不害怕 换做以前 可能我会拉着石头赶紧跑路 但现在的我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要是这个时候我也跑路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我学这一身本事 是学来干嘛的了 我不会杀了你 我会借用你的身体 然后杀了你的家人 我会让你清醒的时候 生不如死 小鬼已经彻底疯掉了 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以前明明很可爱 后来就变成这样了 要说是我们看不通 还是这家伙太能演了 你觉得你有那种机会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不过我想你应该不可能 有这种机会才对 今天趁这个小鬼也在这里 现在就把他们全部解决 这样一来 以后我的日子就能清静多了 老舅说过 小鬼并不是真正的鬼 他已经是百年鬼灵 实力非常的强 所以对付他 要动用到引灵阵 也就是老头说的距离术 我正要使用引灵阵 小鬼忽然大叫一声 然后嘴巴张得老大 我和石头只能看着 这一切发生 小鬼一口吞掉了石头的老爷 而且还是整个人 全部吞下去 石头的老爷 根本来不及反抗 小鬼的实力要比他 墙上太多了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你们不都是阴魂吗 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 我问了一声 他们鬼和我们人 不是一样的吗 既然双方都是鬼 又为什么要相互残杀 你想知道这一切吗 那你就跟他一样 来我肚子里慢慢想吧 小鬼比以前更加的阴郁 整个面部的笑容 看起来十分的不对劲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去投胎 你做个阴魂也不容易 如果真的被打得魂飞魄散 岂不是非常的不值得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也不想下手 再怎么看 他也只是个小孩子 我这么做的话 实在有些太过残忍 你少说废话了 投胎有什么意思 我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要报复那些该死的人 我要杀掉他们 把他们全都杀掉 小鬼真的已经彻底疯掉了 看来他是没救了 如果没可能的话 我只好下手把他杀了 石头 你退后一点 如果害怕的话 就先把眼睛闭上 上次这种事情 石头是见过的 但是他也瑟瑟发抖 不过我相信这次的他 一定比上次的他要好得多 毕竟有了他老爷这件事情 石头站在我后面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闭上眼睛 当我使出距离术时 周围光芒大涨 然后小鬼尖叫着蒙着眼睛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变得那么厉害 小鬼连忙后退 别说他惊讶了 就连我自己都惊讶不已 你想弄清楚吗 下辈子吧 趁现在你还想投胎的话 还有可能 如果你不想投胎的话 那你就将失去唯一的机会 我给了小鬼最后一次机会 其实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情 做得太绝 毕竟他也没有太大的过错 也许百年之前 他的人生是不如意 所以他才会选择留下百年 报复百年 受伤了我去投胎 你们这群该死的人 小鬼猛地站起来 然后用眼睛瞪肿 不过三秒钟 小鬼再次承受不住 聚灵术的光芒 我想这次的引灵阵 和第一次有着很大的区别 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 我只能勉强能够控制而已 而且还是胡乱使出来 哼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这条路 我也没办法 那你就去吧 我将聚灵术释放到最大 小鬼忽然大叫起来 我被他这一举动给惊住了 只见小鬼伸出一只手 直接伸到了嘴巴里 我根本搞不清楚 他在搞什么东西 大约十秒钟左右 小鬼对我冷笑一声 然后猛地一下 从门口冲出去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夏 简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二章 追踪小鬼 好家伙 想逃 小鬼刚才的举动 就是想逃 他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打算先逃走 不愧是百年鬼灵 居然有这么奸诈的脑袋 舌头 快跟上 我扭过头来喊了一声 舌头依然站在原地发呆 发什么呆 赶紧跟上呀 我跑了回去一把拉住石头 这才将石头惊醒过来 小东 我 我们去哪 我也不清楚 石头是在惊讶 他老爷被吞的事情 还是我在使用聚灵术的事情 总之不管哪个 都值得让人震惊 追小鬼呀 这次不能让他逃走了 什么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小鬼一定是这么想的 这次如果我再让他逃走的话 他一定会长期潜伏起来 要知道被一个百年鬼灵缠着 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这家伙要是一直躲着 等我姥姥再动手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只能认他宰割 所以我必须趁现在 能够一举将他铲除的时候 将他彻底的消灭 不管这个方式是不是有些残忍 不管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好 都行 一出门 小鬼的踪迹就不见了方向 但这个时候 我们刚好在小区门口 碰上小山子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正要找石头呢 怎么样 你老爷的事情解决了吗 小山子 现在没时间谈这个 之前出现的那个小鬼又出现了 你赶紧算一下 他去了什么地方 我们三人之中 也只有小山子会这个 我的本事就算再强也算不了 小鬼出现了 你想追上去吗 这样不太好吧 要不交上你舅舅吧 你就别磨叽了 等会告诉你实情 你就赶紧算一下 我哪有时间让他慢慢等我老舅过来 等老舅过来 小鬼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时候别说找他了 就连他的脚印都看不见 小山子掐指一算 然后立马辨别出了准确的方向 你们的三人之中方向 刚离开不久 我叫上二人 然后打了辆出租车 赶忙追了上去 小东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鬼怎么就出现了 还有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小山子肯定有很多疑惑 我知道 但是现在时间不多 我也没那么多时间给他解释 我是来帮石头解决他老爷的事的 现在他老爷的事刚解决 但我的事又出来了 小鬼这次出现肯定是冲着我来的 刚才他打不过我 然后逃走了 我不能让他逃走啊 不然以后会给我的家人带来麻烦的 我最担心的不是我自己 而是我的家人 我的爸妈 我老舅 以及他们都是我重要的人 如果我爱他们 就应该给他们绝对的安全 不管怎么样 为了保护他们 我都得将小鬼拎出来 好了 我懂了 这个忙我帮了 帮你把小鬼抓出来 小山子也是个够意思的人 石头同样也是 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非常害怕的 但是还是决定和我去 在这个世界 估计能够真心对我的 也就这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了 出租车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北山的养殖基地 这里成片的养殖基地 都是用来养鸡的 小鬼跑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 难道他想在这里杀生不成 小山子 你再看看小鬼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里养殖基地实在是太多了 我还是真的有些担心会出现那种问题 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问题可怎么办 我可不可能百分百的保证 小鬼不会在这里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算不出来 周围太多的生物 小山子愁眉苦脸 现在应该愁眉苦脸的人是我吧 他又没遇上什么烦心事 干嘛这副表情啊 行吧我自己来 现在只能靠我自己了 小山子既然已经将我带来这个地方 剩下的也只有靠我自己了 能将小鬼快速找出来的办法只有一个 想到这里 我立马使出了聚灵树 反正这里范围够 为了保证那些生物的安全 我也只好这么做了 聚灵树扩散到了最远距离 方圆大概有三百米左右吧 这个距离已经算得上非常远了 找到了 我能感觉到有一次力量在聚灵树中挣扎 我叫上石头和小山子一起冲了出去 同时聚灵树也在一直移动当中 小东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 我觉得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已经不一样了 你现在完完全全就是另一个人 石头在后面询问我 我知道他早就想问了 只是刚才因为他老爷的事情 他刚缓过神来 这个以后再说吧 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小鬼找出来 眼看就要到了 可这时我才发现 在聚灵树中挣扎的不是小鬼 而是一只猫 一只野猫 该死 这下再也找不到小鬼了 他会去到什么地方 小东 你也先别着急 小鬼就在这附近 我能感觉到一丝危险 小山子这么说 我立马仔细观察起来 别人的话我或许不相信 但小山子的话我还是非常相信的 至少我觉得小山子不会害我 那我们要不要分开找找啊 这样几率也相对来说 毕竟会大一些 我看了一眼石头 他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一般来说 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才对 不用了 分开找实在太过危险了 小鬼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 如果我不跟着的话 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最好待在一起 不对 小东 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们就更应该分开寻找了 因为小鬼怕你 所以他不敢出现 可小鬼不怕我们 只要分开 我觉得他就会在我和石头面前出现 到时候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你觉得我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吗 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担待得起啊 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事情 如果小山子和石头出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交代 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的事情 就把两个好朋友卖掉了吧 你小子是不是傻 你就不能给我们一点能够自保的东西吗 这样一来到时候你就能赶过来救我们了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如果找不到小鬼的话 到时候最危险的不仅仅是你自己 还有你爸妈 你老舅 你难道就不怕他们出什么危险吗 小山子又扣中了我的要害 我就是害怕这一点 如果小鬼光是找我的话 我倒是不担心 之前和修老头和老头已经说过了 我是重养体 能够活上百年 到时候我也是百年的老怪物了 我还怕谁啊 现在之所以那么畏惧小鬼 是担心我的家人 对啊小栋 就这样决定吧 我们分开走吧 这样几率也比较大 连石头也认真的这么说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老虎下山 制作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243章 偷偷摸摸 你们两个 这样真的会有危险 难道你们两个一点都不害怕吗 小山子这么说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毕竟小山子见过的事情 比石头要多得多 现在石头也这么说 这家伙究竟在想什么东西 小东 我知道你肯定是在担心我 你也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 真的 我贴着你走 离近一点 这样 你也能很快地赶过来救我 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这么办 希望石头不要成为小鬼的目标才好 不过我真的有些担心 因为小鬼也非常清楚 我们几个人当中 石头是最好下手的对象 到时候小鬼说不定 真的会拿石头先开刀 就像上次一样 来个鬼上身 我就真的没辙了 不管怎么样石头 你都要自己小心一点 一旦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大声尖叫 我会立马赶过去救你的 石头点了点头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分道扬镳 小山子有些实力 所以他选择了反方向 不过以小山子的实力来说 估计也不是小鬼的对手 所以这一切还得靠我自己 而石头离我就得近一些 选择了距离我二十米的那条路线 我往里面走了进去 这里到处都是饲养 加出那种难闻的味道 如果小鬼不是想在这里面杀生的话 估计就是想利用这里的气味 掩盖他逃走的方向吧 不得不说 小鬼还是非常有脑筋的 至少他能想出这个办法 一般的阴魂 他能想出这种办法吗 想想也不可能 夜晚的养殖基地是那么的幽静 估计除了我们之外 已经没有别人了 刚走着我就看见一名中年人 他手上拿着手电筒 还朝我这个方向走来 我也走了过去 大叔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啊 如果小鬼真的在前面 这位大叔应该会有所察觉才对 有啊 可疑的东西不就是你吗 大晚上的你来这种地方 你想干嘛 大叔用电筒指示我 难不成帮我当成偷鸡的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偷鸡摸狗的事 我是从来不做的 大叔您误会我了 我来这里是找东西不是偷东西的 谁相信你们现在年轻人说的话 赶紧滚出去吧 这儿没你们什么事 再继续逗留的话 我就把警察叫来了 大叔你还是让我检查一下吧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后果不开设想啊 不为别人 我也得为我自己着想 现在走了日后绝对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不能现在离开 必须将小鬼逮到以后才能离开 快快快 滚蛋 你是真想让我把警察叫过来是吧 这不好脾气啊 我都还没说什么 怎么硬要将我撵走呢 大叔 你要这么说明天出了什么情况可不愿我们啊 这是人家的地盘 人家要把我们赶走 我不得不走 但我得把话说清楚 要是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和我绝对没有关系 行了 我也不是吃粗粮长大的 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啊 你可别在这吓唬老子 叫上你的朋友 赶紧离开 大叔指着另一个方向的石头 石头也看看我们这个方向 他大概也听见了我和这个大叔在这里争辩 行吧 那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了 确实没办法呀 人家要赶我们走 我总不能硬闯进去吧 先退出去再想办法吧 我对石头招了招手 然后退了出去 走到路口和石头会合 怎么 他不让你进去吗 嗯 他应该怕我们偷他东西 所以不答应让我们进去 先离开再说 我对石头小声说道 后面的大叔一直跟着我们走出养殖基地 窝里个去了 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那可就和我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那小山子呢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不要去找找他 小山子那你不用着急 我想他一定不会有事 我反而比较担心这里 这是我的直觉 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要是小鬼在这里的话 到时候肯定会加害那位大叔 虽然大叔有些蛮不讲理 可是毕竟也是条鲜活的生命 不可能说不管就不管了吧 我和石头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就等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反正现在小山子也在到处寻找 只要找到小鬼 我们就能发现 只要我们在这里守着就可以了 大叔拿着电筒 一直在养殖基地里巡查着 看来他并不是这里的主人 他只是在这里进行监视的 难怪死活都不让我们进去 里面的家说要是被偷了 或者不见了 到时候就有我们的责任了 小东 你说那个小鬼 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我们在这里蹲半天 也不是个办法 必须想些办法才是啊 石头说的我当然知道 但是现在要想什么办法 如果有办法能够找到小鬼的话 我一定毫不犹豫 不如我们悄悄摸进去吧 石头胆子倒是不小 居然想着悄摸摸的进去 万一要是被发现的话 是不是会被人家当成小偷 不过当石头这么想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所以我们只有这样试一试 或许成功了呢 我们先看清楚 有机会就溜进去 大叔一直在各个基地中间的小道上 晃来晃去 难道他是担心我们真的会去偷他 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畜生吗 再说了 我就算真的想偷 他一个糟老头子 还打不过我一只胳膊的 还用等他到了才偷吗 所以啊 做人实在不能没有脑筋 等了大约十分钟 大叔或许是有些累了 找了个地方 然后坐了下来 这是机会 石头笑着看着我 我也知道这是个机会 因为大叔坐到后面 我们刚好能够走过去 走 我扯着石头 现在不走更待何时 我和他绕过基地 从前面绕过去 刚好能够躲避大叔的视线 说是悄悄还真是悄悄 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 我和石头就这样 窜过了大叔的视线 成功地避开了大叔 石头 小灯 我争庆幸地 就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小山子也太不会看眼神了吧 没见着我们那么小心翼翼吗 怎么那么大声 你们两个 想干什么 我就知道 这下想不被发现都不行了 我和石头刚刚避开大叔 然后被小山子这么一叫 这就被无情地发现了 小山子呀小山子 你什么时候来不好 偏偏这个时候来 本来我们还有机会的 现在连唯一的机会都失去了 大声你好啊 我们就在这里逛逛而已 没事 你继续休息 不用管我们 现在只能使出厚脸皮的功夫了 赶紧给我滚出来 我就知道你们没离开 你们信不信 我真的报警了 大叔铁着脸 他是和我们玩真的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四章 不信你和我们去 这时 小山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小东 终于找到你们俩了 小鬼他就在前面 我们赶紧过去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家伙还好意思说 过什么过呀 你们三个 给我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大叔还是刚才那副口气 打死都不想让我们进去 大叔里面真的有事发生 你们必须让我们赶紧进去才行 要是晚了出了事情 我们真负不起责任 出事 你们不进去 能出什么事啊 赶紧离开这里 大晚上的 你们是想欺负我一个老头子吗 我可告诉你们 我不会怕你们的 如果你们真想对我做什么 我立马就报警 大叔手中一直捏着手机和电筒 手机屏幕上一直显示的便是报警电话 我相信只要我们敢动一下 他就会立马报警 不是大叔 你真别不信 里面出现的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我相信你活了这么大岁数 一定听说过鬼吧 里面有鬼 我们一直追着他到这里 现在只能尽量给大叔解释一下 我想硬闯 但这样一来绝对会引得警方的注意 还是不要选择这个方法 鬼 你们开什么玩笑呢 要是有鬼的话 我还能站在这 跟你们好好说话吗 还有啊 你们说话不是有毛病吗 你说你们把鬼追到这里来了 你觉得鬼会怕你们 我是不知道别人想不相信 总之我是不相信了 死不开窍 我只能用这个成语来形容 真的是死不开窍 随便你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这样吧 你跟我们一起进去 是不是真的有鬼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走在后面 我们走前面 哎 小伙子 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说谎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什么样的东西没见过 更别说鬼了 鬼 我也不是没见过鬼 但是你们来之前什么也没有 你们就别进去了 里面没什么东西 全都是养殖场 我在劝服大叔 大叔反而在劝服我们不要进去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大叔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必须进去 为了让他不去危害别人 我们一定要进去铲除他 你放心 一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哎 大叔长长的吐了口气 应该有些无语我 但就算真的无语 也没有 好吧 如果你们这么坚持 我就和你们去吧 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会报警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这样行吗 我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样 只要找到小鬼就行了 大叔让我们走在前面 我让他们等一下 锯灵树 临走前 我还施展了一下锯灵树 周围光芒大圣 小山子不是说了吗 小鬼就在里面不远处的地方 我在这里施展锯灵树 应该能够探查到小鬼的踪迹 这不 当锯灵树蔓延到两百米的时候 小鬼的身影出现了 他在锯灵树中拼命地挣扎着 找到了 赶紧走 我收回了锯灵树 然后快速朝那个方向走去 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哪 大叔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相信刚才他看见我的锯灵树时 只有满眼的惊讶吧 这也难怪 如果他不惊讶的话 不就白费了我的心思了吗 刚才找小鬼是第一个原因 要在大叔面前 暴露我独特的一面 是第二个原因 大叔 我们是毛家的弟子 也就是你们口中的道士 刚才我们跟你说的 全部都是真的 这里确实跑来一只小鬼 但他实力很强 所以我们是来消灭他的 不然你这养殖基地 明天早上估计就成空壳了 大叔不再说话 我知道他肯定是相信了 刚才的锯灵树就是最好的证明 试问一下 有什么东西做到那点 谁又能轻易地将那么强大的光芒释放出去 小鬼离我们大概有两百米 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不敢逃 刚才他已经被我的锯灵树伤到了 他能逃去什么地方 只要让我找到他 他也就死定了 这次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过他 对他这次的放纵 就是对我自己的残忍 大家小心一点 就在这个位置 小鬼就在附近 距离越来越近 小山子在后面提醒了一声 这里什么都没有 也没什么异常 怎么可能有鬼呀 大叔不敢相信了搭这话 刚才看他很凶的样子 现在却凶不起来 这就是人心 小鬼 你出来吧 我们之间的医院 试受解决一下了 你这样躲这也不是办法 你出来我们好好谈谈 我喊了一声 希望小鬼能够出现 但等了十来秒 小鬼还是不肯出现 你不出来是吧 这么说是让我逼你出来了 可恶的人类 我们不要心灰太事 小鬼蹭了一下冒了出来 没有一点点征兆 大叔看见后差点没晕倒在地上 大叔别怕 他就是个小鬼 你站在后面 让我来解决就行 大叔呆呆地看着我 现在他想不相信也不行 事实胜于雄辩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这次你又想逃到什么地方去 既然已经出现了 那么你就杀了我 要么你就让我杀死你 何必逃走呢 我和他之间当然是他死 虽然他已经死过一次 但我还没活够啊 再说了想让我死 那他也得是我的对手才行 如果他不是我的对手 又怎么可能有那种实力 让我去死 你为什么变得那么厉害 怎么会这样 这个时代 根本没有你这样的人 不对 你不是这个时期的人 你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人 小鬼咬牙切齿 模样虽然是小孩 但说话的语气却是大人 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你觉得我会是哪个时代的人 小鬼还是有些实力的嘛 光平眼睛就能看出 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看来他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你别想骗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上次你和这次的你 根本不一样 这才短短十几天的时间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我当然知道小鬼看得出来 不光是小鬼看得出来 就连小山子石头 他们俩都能看得出来 我也清楚 他们两个非常想问清楚 但爱与我现在不想说 所以他们也就闭口没提 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没错 但这短短十几天的时间 我就学会了如何对付你的办法 为了就是等你出现 现在你终于出现了 你觉得我还要有所保留吗 这是最好的障眼法 到目前为止 我也只是使出了聚灵树 聚灵树小山子和石头 都是见过的 在他们这里 根本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情 欢迎收听 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五章 小鬼的真实身份 为了对付我 专门去学了那个法术吗 你太小瞧我们百年鬼赢了 对小鬼这句话我也只能呵呵 其实我很想问一句 你也太小瞧我了 在我身上厉害的不仅仅只有聚灵树 还有别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厉害 只要我有那种念头 现在这个时候 我就能将小鬼捏死在手掌心里 你放心 你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逃走了 你也不可能有那种机会 我让小山子和石头后退两步 同时让他们两个保护好大叔 小东 如果不行的话就叫一声 我们一起对付他 应该没有问题的 嗯 如果不行再说吧 不过我和他的恩怨 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这些都是屁话 小鬼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不光我是不是有所保留 但我不能对小山子他们说那样的话 整件事情 就老就一个人知道就够了 别人的话就算了 小鬼 今天我们就把该解决的事情解决完吧 我也不逃了 你也别逃走了怎么样 这家伙逃起来还真不是一般的难找 我可不想到时候到处去找他 小鬼舔了舔嘴唇 然后兴奋的眼神看着我 我会把你杀了 然后喝你的血 吃你的肉 那个阴魂对我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是虫阳体 对他们阴魂来说绝对是大补神样 不然小鬼也不会盯我这么久 想吃我的阴魂非常多 但是能吃下去的阴魂又有多少 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 如果你真的有那种实力的话 我倒不介意 但前提是你能够杀了我呀 说着 我手中已经慢慢地催动口诀 那是辟邪专用 鬼魂近身的时候能够很好地避免伤害 小鬼虽然实力不强 但他毕竟是百年鬼灵 我也不得不防一下 小鬼趴在地上 黑妈妈的眼神闪烁在夜空中 就像黑夜里的黑猫一样 让人有些头皮发麻 特别是大叔 我相信大叔现在已经镇定不了了 也不知道他是第一次看见鬼 还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总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的丰满 有惊讶 有恐惧 更有好奇 我看了一眼之后都忍不住觉得有些好笑 锯灵术 我再一次施展出锯灵术 目前也只有这个术法能对小鬼产生作用 况且为了不暴露太多 别的术法我也不敢用 你只会这个吗 难道你认为 真的能够用他把我杀了吗 你太天真了 小鬼嘴里冒着青烟 嘴角还留着紫色的液体 看起来非常的恶心 你这家伙能不能正常一点啊 你看你现在那副样子 实在太恶心了 我说的可是实话 一点都不过分 小鬼嘴角流的也不知道是口水还是咸 总之看起来很恶心就对了 你杀不了我 你杀不死我的 小鬼好像疯了一样 突然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还好我动作迅速立马躲了过去 不然我想我现在就已经倒在地上了 要知道小鬼虽然是小鬼 但他的力气可不是盖的 要是被他击中的话 我就真的成为残废了 躲避小鬼的攻击 小鬼跳到了我的身后 你们俩快闪开 距离术立马将小鬼束缚起来 刚才小鬼居然想攻击石头他们 还好我及时发现 要是被小鬼上身可就麻烦了 到时候事情就难以解决了 石头他们绕了一圈来到我的身后 此时小鬼还被我束缚着 一点都动弹不动 放开我 放开我 赶紧放开我 小鬼愤怒地挣扎 这不是废话吗 我会放开他吗 想想也不可能 本来你早就应该投胎转世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百年之后 就算上天能够留你 我也留不住你 留下小鬼 只会给我以后留下无穷无尽的后患 我不可能给我的以后 埋下那么大的种子 他是鬼我是人 他的眼中没有我 那我的眼中自然也不可能有他 不要 不要杀我 小鬼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看见我 已经要准备杀他 那确实如此 我手上已经聚集了一股灵气 那是从聚灵术中取得的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小鬼居然能够看见 不要杀你 你觉得我不杀你能行吗 我现在不杀你以后就是你杀我 与其以后等你杀我 还不如现在就把你杀了 我看着聚灵术中的小鬼 他此时非常的温顺 没有反抗 看来他也知道会害怕 希望你下一辈子能投胎做个好人 你放下吧 我不会让你魂飞魄散 我会抄动你 让你前去投胎 毕竟是个小孩子 这么残忍的事情我还是做不出来 顶多就是让他尝一些苦头 真把他打得魂飞魄散就太残忍了 住手 我还没开始下手 就听见有人喊住手 谁 我回头一看 后面一名男子抓住了手头的小山子的脖子 而养殖场的大叔 此时已经倒在地上瑟瑟发抖 无面鬼差 没错 出现在我面前的正是无面鬼差 他怎么又出现了 真想不到 你现在变得那么厉害了 不过你就算再厉害也不能杀掉他 无面鬼差只是小鬼 我问了句为什么 你先松开我朋友 既然我没认识 那就好好说 无面鬼差的手段相当的狠毒 我真有些担心 他会继续对小山子或者石头下手 如果我被下手那就没办法 毕竟是我和无面鬼差有仇 但如果他们两个也被下毒手的话 那我就真的有些太对不起他们了 无面鬼差也没过分 确实将小山子和石头松开了 两人被松开后 立马跑到我身边 小东 这家伙是谁啊 怎么奇奇怪怪的 两人非常疑惑地看着无面鬼差 别说他们感觉到奇怪了 想想第一次看见无面鬼差的时候 我整个人完全是懵逼的状态 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来形容 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我实在想不到一个完好无损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脸部的五官啊 他也是阴魂 这件事你们别管 我来处理就行 现在的事情真是越来越麻烦了 无面鬼差出现了 还说不让我杀掉小鬼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现在我不杀小鬼 以后就只能坐等小鬼来杀我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坐着等他来杀我呢 如果今天无面鬼差不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法 我是绝对不会后退的 我一定会让小鬼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样才能确保我家里人的安全 你过来 我和你仔细说一下 凭什么 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 小鬼要是跑了我找谁去啊 谁知道无面鬼差现在在帮谁 我可不会轻易听他的话 无面鬼差没说话 只见从他手中吐出了一道青丝 然后飞向小鬼 瞬间将小鬼困住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见了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246章 王仁之主 让你朋友他们在这里守着 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无面鬼差的做法 我也忍不住怀疑 谁知道他一个意念 青丝会不会松开 你放心 他逃不掉 刚才你已经将他打伤了 以你朋友目前的本事 他也逃不掉 我朋友 无面鬼差说的是小山子 我懂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小山子 只见小山子对我点头 小山子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去去就来 有什么事大叫一声 我马上过来 交代了一声 我和无面鬼差走了 无面鬼差到底是想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能感觉得到 他是有重要的事情和我说 无面鬼差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 那个小鬼你不能杀 他是亡人之主 亡人之主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不懂 什么亡人之主 听都没听说过 我确实没听说过亡人之主 亡人不就是死掉的人吗 那亡人之主又是什么鬼啊 亡人之主拥有很强大的血脉 一般情况下 这种血脉死掉的人 都会走特殊通道转世投胎 但小鬼当初死的时候 没有达到年纪 所以他一直游走在阳间 现在已经上百年了 如果你将他杀掉 他魂魄会出现在阴间 以他强大的血脉 会立刻吸走阴间 所有游魂的魂力 到时候别说是我了 就算是阎王亲自出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 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到时候不管阴间阳间 都会受到他的侵害 无面鬼差给我说了一大堆 说老实话 我不怎么相信 因为他说的这些事情 在我看来都不存在 小鬼现在的实力 你说你们解决不了他 只要你们一个巴掌 我相信小鬼可以死一百次 再阳间如此 去到阴间那可是你们的地盘 难道你们还拿他 没有办法了 这就是无面鬼差 说话有毛病的地方 这种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 又怎么可能产生呢 小鬼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 趁现在把小鬼解决了 不就行了吗 难道你不懂吗 他是亡人之主 也就是所有亡人的主人 阴间才是他真正的地盘 如果让人回到阴间 所有亡人就会听他的号移 到时候不管我们怎么出手 对他都没有效果 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 直到摧毁整个阴间为止 这 刚才是我没听懂吗 还是怎么地的 现在经无面鬼差继续解释 这个问题好像变得有些急眼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确实不能杀掉小鬼 可是我不杀掉小鬼 以后小鬼就会来杀我 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 说起来啊 到最后我的生命里都离不开 小鬼的身影 真不知道我是怎么缠上 这个难缠的家伙的 你说不让我杀他 但现在不是我要杀他 是他要杀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如果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就不用这么愁了 可是眼看这个状态 能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你放心吧 小鬼虽然能够吸收阴魂的实力 但每隔一段时间 我会出现一次 帮你削弱他的实力 到时候他就没办法对付你了 而且我会和小鬼定下契约 他只能把你当仇人 绝对不能招惹你家人 无面鬼差这么说 其实已经非常让步了 我非常的清楚 但我还是有些不甘心 今天我闹到了那么大晚上 就是为了能够将小鬼解决 现在小鬼没解决 反而让我面临了新的问题 这不是操蛋吗 好吧 既然这样也只能这么办嘛 但是我们先说好啊 如果小鬼做出什么 伤害我家里人的事情 到时候我可要找你麻烦的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你找出来 这个我很清楚 我也见识过 无面鬼差非常的淡定 其实无面鬼差 根本不怕我找他麻烦 他一个鬼差 我只是个平凡人而已 虽然我有些本事 但也不至于让他一个鬼差害怕 小鬼没有挣扎 我和无面鬼差商量好之后 他便和无面鬼差 当着我的面签订了协议 并承诺不会招惹我的家里人 同时我在我家人中 加上了叶子铜 行了 既然已经解决 我也该走了 无面鬼差抓着小鬼 没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而我和石头他们 也离开了养殖基地 石头 你老爷的事情也解决完了 你看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怎么办都可以 只要石头心里不会有阴影就行了 我能怎么办 这件事我得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想我一定现在还被噩梦纠缠着 不过有了这次的事情 我觉得我已经比之前坚强太多了 至少现在的我 和以前的我已经大不一样了 石头居然有这样的认知 看来他的心态还算不错嘛 这样的话我也放心多了 只要石头心里不会产生阴影就行了 好了既然这样我就先回去了啊 石头 如果你害怕的话 今晚就去我家吧 石头没拒绝 反而同意了 我想也是 这才第一天 石头心里肯定迈不过去那个坎 而且他家里那些东西还没有打着 还有那只黑猫 以及那些死人专用的东西 虽然是些物品 但这个时候回去看见多少也会害怕 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家里的灯还没关 我立马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并且拿出手机一看 上面居然有二十几个未接电话 刚才手机是静音状态 我没听见 这下不好了 老旧肯定还没睡觉 肯定在家里等着我的 他该不会要动手打我吧 石头 你小子可不能忘恩负义啊 一会儿如果我被我老旧揍的话 你帮我挡着啊 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石头了 我可不想那么大的人了 还被老旧动手揍 这多丢脸啊 没事 你是因为我的事才那么晚回家的 你老旧要打你的话 就先把我打死好了 我轻轻地扭动门把手 正准备慢慢地将门打开 门口突然就被拉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叶子童 不是老旧 你怎么在这里啊 叶子童会在这里 肯定是老旧的杰作 一定是老旧把叶子童叫过来的 怎么 是为你女朋友 我不能过来吗 你想干嘛 当野人啊 啥 女朋友 小童 怎么回事 石头拉了我一下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会惊讶 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啊 先进去再说 我对着他们两个人笑了笑 我现在该回答谁的问题 石头的还是叶子童的 臭小子 你居然还敢回来 老子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 老旧手中拿着鸡毛胆子 一言不合就打了我一下 老旧好像真的生气了 下手还有点重 老旧 我不是故意的呀 对啊 叔叔 小东今天为了救我 不然他早就回来了 你就原谅他吧 要不是有小东 我现在估计已经死掉了 石头连忙挡在我身前 还好有这么一个好朋友 还好石头够义气 不然老旧今天非得打死我不成 不光这样 估计啊 就连我爸妈都要叫过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七章 老爸的噩梦 老子管你为了救谁 你出门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是怎么说的 你给我过来 老旧好像真的生气了 本来还想遮遮掩掩躲过去 毕竟没有多大的事 可是眼看老旧生气了 我也没办法躲下去 我知道老旧肯定是为了我好 行了行了老旧 我过去就得了 你也别发火 我让石头别替我挡着 我那么大的人 虽然被打有些丢脸 但我也不能一直躲在别人身后吧 这成什么样了 小东 你自可小心点 石头也不敢招惹我老旧 我们都是老旧的晚辈 他说以我们哪敢说二啊 老旧你下手轻点 我这细皮嫩肉的 也经不住你打 臭小子 你别给我装傻 给我说清楚 到底因为什么事情那么晚回来 如果你再不回来 子彤就要出动警局的人员寻找你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叶子彤 他正气冲冲地看着我 看来这次我做的事情确实有点过分 害得老旧和叶子彤在这里担心 子彤 老旧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但我也没乱跑呀 我真的是为了石头的事情 你们没看见石头这小子已经快成疯子了吗 他老爷差点就把他给杀了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石头家里看一眼 那场面叫一个壮观 少给我摆谱 事情的最后呢 你解决了吗 老旧瞪了我一眼 我立马回正我的态度 这个已经解决了 之所以会浪费这么长的时间 之所以这么晚回家 那是因为小鬼出现了 我们到了养殖场 本来都已经解决小鬼了 但无面鬼差又出现了 什么 无面鬼差 他出现了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老旧皱着眉头 我就知道老旧是关心我的 听见无面鬼差出现 最担心的肯定是我出事 没事的老旧 无面鬼差纵然厉害 但我也不会怕他 所以没事啊 无面鬼差要救小鬼 我和他周旋了半天 最后没办法 我们谈好了条件 我没杀小鬼 但他必须给我保证 如果小鬼敢做出 危害我家人的事情 他无面鬼差就永世不得超生 也永生不得入阳间 别看这仅仅是一个誓言 但这个誓言是非常管用的 以前或许我不相信誓言 但现在的我不光相信誓言 还会信守誓言 因为我知道 一旦立下誓言就必须遵守 不然就算到死 那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无面鬼差 出面救下小鬼 到底为什么 他没说吗 老旧的废话 还真不是一般的多 我当然想说了 但现在这种场合 让我怎么说 真是一点也看不懂眼神 我的个天哪 老旧 有没有宵夜 整点宵夜 咱们边吃边说吧 石头今天在这里睡 他也不回去了 我也在这睡 你打算怎么办 叶子彤忽然开口说道 吓了我一跳 他也打算在这里睡 我睡沙发 你和石头睡床上呗 当然不可能了 我是开玩笑的 要知道叶子彤可是我女朋友 就算不是我女朋友 我也不可能这么做 这样做会遭天谴的 我还没有出生到那种程度 马晓东 你说什么 有这人在睡的 叶子彤手指指着我的脑门 我开玩笑的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个好办 石头一会儿和我老旧睡 咱们俩睡一屋 我又继续开了个小小的观像 叶子彤瞪了我一眼 坐了下来 小冬 你妈电话来了 老旧将她的手机递了过来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老旧 老旧 你是不是把事说出去了 这么大晚上呢 现在已经接近凌晨 老妈从来没有这么晚 给我打过电话 除非出了什么大事还差不多 你小子自己解决吧 我也不知道老姐打电话过来干嘛 反正我是没说 表舅的表情告诉我 她确实好像没说 那老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干什么 我拿着电话犹豫了三秒钟 想想还是接通了 不管怎么样 这么大晚上的打电话过来 我也不能不接 那可是我老妈呀 喂妈 怎么了呀 我尽量地让自己的心情好点 这样才不会让老妈听出什么端倪 小冬啊 还没睡觉呢 你和你舅舅在干嘛呀 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呀 老妈在电话对面有些埋怨的样子 我连忙回答老妈和我老旧正在吃宵夜 并且询问老妈有什么要紧的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刚才你老爸做了个噩梦 梦见你被人追着砍 砍得浑身是血 他说这个梦啊 太真实了 就让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我就说他一惊一乍的 我们小冬也不是什么惹事的人 怎么可能被人追着砍呢 老旧也听见了这话 随着他就用食指点了点我 我知道老旧想说什么 他不就想说让我晚上不要出门不相信 害得老爸老妈担心 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出门 但是石头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管啊 我就那么几个好朋友 如果连这几个好朋友都不管的话 我还能管别人吗 想想也不可能 老妈没事 我和老旧待一块呢 别让老爸担心了啊 过了两天我就回去看你们 大晚上的你们早点睡吧 说到这里我忽然有些心酸 老爸老妈辛苦了一辈子 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按道理现在是他们享福的时刻 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他们 现在还让他们整天整夜 没日没夜的担心 好 只要你没事你爸就放心了 我倒是不怎么担心你 我知道我儿子是个聪明人 不管遇上什么事都能面对 好了 你们吃了夜宵也赶紧睡觉吧 啊 老妈挂了电话 老旧把手机抢了回去 怎么样 老子说你该没说错吧 你现在什么想法 你是打算以后继续不听我的话呢 还是打算以后好好听我的话 好让你爸妈不这么担心呢 老舅舅知道危险 除了危险 老舅还能不能做点别的事情 是了是了老舅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好好听你的话行不行 你就别念叨我了 你小子还不耐烦了 赶紧睡觉去了 你和石头睡我房间 我睡客厅 怎能睡你房间 老舅拍了我一巴掌 这怎么可以啊 你是我老舅 我怎么可以让你睡在客厅里 这不行 你和石头睡在里面 我一个人睡在客厅就行了 都怪我们这房子太小了 就两室两厅的商品房 要不然的话 不管来多少人都住得下 少给老子废话 到你孝顺我的时候再说吧 我现在还没老 我还挺得住 赶紧去睡觉 老舅在沙发上 已经准备好了被子 吼了我一声之后 抱着被子就朝沙发滚去 我也没办法 只好带着石头去了房间 子彤 早点睡啊 晚安 我对着子彤笑了笑 但他没给我好脸色 撇了我一眼 然后就去了我的房间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结束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 收听 第二百四十八章 天大的冤枉 其实想想也挺美好的 叶子彤睡了我房间两次 我在里面时不时还能闻到一点他的味道 如果把房间换成我 让他睡我两次那该有多少 第二天一醒来 石头就说他要回家 我让他多待一会儿他不答应 他说趁现在是白天 他得回家把那些东西收拾一下 还说收拾完了打算去一趟乡下 这里他打算控制一段时间 暂时他应该不会回来 你小子走得也太着急了吧 又不是出什么大事的 有必要这样吗 对于这次的事情 石头应该是真的害怕了 不然他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可能把家里空下来 搬到乡下去住呢 其实我也知道 如果我在这里住下的话 方便的话 他也会选择住在这里 但没办法 我这里叶子彤时不时的来一下 所以这让他感觉到了 非常的不方便 小豆 这次的事情 真的太谢谢你了 以后有机会 我再当面谢你吧 我这次一走 估计得两三个月才回来呢 如果有什么事情 就打我电话 需要帮忙 也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待命 石头是铁了心的要走 我也没多挽留 反正迟早都是要走的 现在走和以后走 没什么区别 石头这是选择逃避 或许对于他来说 短暂的逃避 也是最佳的方法 谁家里出了事情 不会想着逃避啊 就算现在他老爷的事情 已经解决完了 他心里同样 还是忍不住去害怕 与其他在家里 整天跟疯子一样 倒不如先躲避一下 等自己的心境 安静下来之后再回来 那个时候 才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送石头上了车 临走前 石头给了我一串 他家的钥匙 小豆 最后再麻烦你帮我件事 我没回来这段时间 家里就交给你了 以免东西被小偷偷了 你就时不时地 过去看看就行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再请你吃大餐 石头走了 他带着伤心和恐惧离去的 他家距离城里没多远 打车的话 估计也就不到半个小时 但里面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他家里还有老妈 还有他奶奶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跟着他去 虽然他说 他是想回去躲避一下 但我们这些明眼人 一看就知道 其实他是想回去 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他老爷不是说 他是孽种吗 这个孽种用从何而来 这点如果换做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 去搞清楚 不管怎么样 都会搞清楚 这关系到石头的一生 更加关系到他的身份 如果不查清楚的话 那他将会带着 这个秘密活一辈子 处理了别人的事情 现在该轮到 你自己的事情了吧 我刚回头 叶子童就站在我后面 他穿着一身黄色的睡衣 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我的事情啊 我什么事情啊 那件事情你不是说 已经快要解决了吗 快要解决了 开什么玩笑呢 快要解决 不就是还没解决呢吗 人家现在已经 把你告上法庭了 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什么 把我告上法庭啊 他们凭什么呀 凭什么把我告上法庭 不是 他们有什么证据吗 我俩可去了 恶人先告状啊 真的是恶人先告状 我和他们虽然 一直处于暗斗当中 但也不至于这样整我吧 我们好歹也没什么仇恨吗 不是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人家已经 把你告上法庭了 你自己多注意点 我们警方能做的 就是尽量帮你维护 如果维护不了 我们也没办法 叶子佟冷着脸 这下真的没办法了吗 要知道人家可是有钱人 我能和人家比吗 我顶多就是个屌丝啊 有钱人三个字 只占了两个字 去掉中间那个前字 只剩下有人了 除了一个大活人在这里 别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怎么 现在知道担心了 害怕了 之前干嘛去了 你帮人家的时候 不是挺得劲的吗 怎么事情轮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就伪了 我盯着叶子佟看 他说的话算是个什么意思啊 嘲笑我吗 看我做嘛 你自己的茶都还没吹凉 就去吹别人的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好了 现在人家的事情 当然解决完了 他会留下来帮你吗 别说啊 一股无名怒火 突然就从我头顶上 浇了下来 我知道叶子佟说的是石头 但石头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 你也别生气 我并不是针对石头 我只是想告诉你 现在你属于特殊时期 你知道昨天晚上 你离开的时候 又发生了什么事吗 叶子佟脸色很难看 昨天晚上我离开的时候吗 难道又死人了吗 没死人 但是有两人被打成重伤 而且下的还是死守 我们警方在作笔录的时候 询问了两名当事人 他们说是你下的手 所以今儿一早 工地上的工人 就把你告诉法庭了 我靠 现在你再怎么发火也没用 表舅不让你出去是正确的 昨天晚上你是一个人出去的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给你做人证 所以这次官司 你吃定了 我终于知道叶子佟 为什么那么生气了 我也算懂了 如果这次真的吃官司 那都是我自己自找的 我别无选择 他们的人受了重伤 这件事可和我没关系啊 昨天晚上我和他们 根本就没遇上 怎么可能会伤害他们啊 我知道肯定不是你干的 你也没有想去到那种程度 根本有那胆子 但是现在人家 就是这么认为的呀 而且他们就认定是你干的 你没法解释 也没有人证 也没有其他证据 那唯一的人证石头 现在已经离开了 请问一下 你找谁啊 叶子佟用质问的眼光看着我 其实我也想问 我该找谁去啊 可是这事情 不应该是这样吧 就算石头已经走了 不是还有小山子吗 昨天还有他在场 他可以给我做人证啊 昨天的案发时间 是你出门半小时之后 请问你出门半小时的时候 在什么地方 糟糕了 出门半小时的时候 我正在去石头家的路上 那个时候我在出租车上 当时石头没在 更别说小山子了 这么说来 唯一能做我人证的人 也只有当时的司机了 可是茫茫人 还我上哪儿去找司机去啊 这不是让我自找死路吗 那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们诬陷我吧 我看着叶子佟 想问他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我还想问你怎么办呢 之前我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了这段时间 你哪儿都别去就在家 好好待着 可你劲儿不听 你劲儿要出去 现在好了吧 出事了我能怎么办啊 就等着收上诉书吧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九章 警察打人了 我完全没想到 这次的事情 会闹得这么严重 本来我就想着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谁知道居然出了 这么大的事 不知不觉间 我就被人这样暗算了 居然说我带走 把他们的人打伤了 这不是天大的罪名吗 马晓东 你出去的这段时间 确定没有遇到 他们的人吗 怎么 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确实没遇见过 他们那些人 我已经非常的憋屈了 叶子彤身为我女朋友 如果连他也不相信我的话 那我真的可以去死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 我知道你肯定 不会做出那些事情 我就怕他们抓住 什么重要的线索 当时会对你非常不利的 我知道叶子彤 想说的是什么 这个时代 什么样的科技没有 只要他们真的想整的 没有也可以整出来 可是就算这样 又能怎么办 现在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 黄泥粘在裤兜里 不是死也是死了 行了 一会儿咱俩和表舅 去一下医院 看一下对方情况 还去医院 现在去医院 是不是不太好啊 现在这个时候去医院 那帮家伙 还不得趁机把我做死了 他们肯定说 我畏罪过去看他们的 你放心吧 有我在 他们不敢对你做什么 我倒是一点 都不担心这个问题 叶子同事想保护我 我知道 行吗 过去看看吧 反正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这下我真不知道 昨天我出去是 这还是坏事的 不过我不后悔 我出去找石头 因此救了石头一命 深正不怕影子邪 那些人就算真的 想将我告上法庭 他们也要有本事 让我进牢才可以 如果没把我整进去 那就算我本事大 跟着叶子同 我们三人来到了医院病房 一进门 那些家伙一个个 瞪着大眼睛看着我 好像要把我杀了一样 警察办案 根据你们昨天说到的情况 我们已经把人带来了 需要你们当场对峙一下 什么对峙都是假的 叶子同是想让我看在眼里 然后全部记在心里 就是他 就是他带着三十多人 把我们砍伤的 就是这小子 躺在病床上的男子 被裹得像个粽子一样 浑身上下都是白布 看起来伤得不轻啊 为了整我 他们也是下足了手柄 居然想出这种办法 居然把自己人砍成这样 然后再来诬陷我 是我带人砍伤了你们 那请问一下 当时我在哪碰上你们的 具体时间你们记得吗 其实我心里非常火大 但叶子同提醒过我 来这里先不要上火 先看看他们怎么说 之前就是因为 没听叶子同的话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不能这么任性了 人家叶子同是为了 我的事情跑上跑下 我竟是给人家捅娄子 这样也不好啊 什么时候 你干的事情 你还问我什么时候 你把我们兄弟俩 砍成这样 还想问我们什么时候 你想耍无赖不成啊 演技派 我不得不说 他们真是演技派大师 说谎都不带脸红的 现在我真是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不然我真想抓他们 两个起来再揍一顿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法律是公正的 你们觉得这样无限我有意思吗 不怕遭报养 我真想再说一次 威胁他们的话 但我也怕 因为这样的又出什么事 凶手现在一定在暗处 监视着我们 他一定在远处 观察着我们的行动 只要我露出一点破绽 他就会进行下一步 要是我现在 在咒这些人死的话 估计晚上真的会有人死 虽然生气 但是这点脑子 我还是有的 我也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冷静 冷静面对这些事情 不能被这些事情砸坏了脑子 行了 你们对这完了 我们会进行下一步调查 你们两位好好休息吧 法律会给你们一个公道 不仅我不想和他们废话 叶子彤也不想和他们废话 这些人有好话连篇 简直一点脸都不要了 警官 你和这小子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经常看见你们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怀疑这小子 是不是找你通了什么关系啊 当中一个站在病床前的男子 看着叶子彤说道 胡说八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 叶子彤吼了一声 男子没有被吓到 反而轻笑了一声 警官你也别激动嘛 我只是说一下而已 也没有别的意思 说一下而已 你知道你说这种话 会有什么后果吗 叶子彤朝男子走了过去 我也没拉着他 警察不能动手打人 这个叶子彤应该比我清楚 所以我不担心 他会动手打人 会有什么后果 还麻烦警官 给我说一下 男子话刚说完 叶子彤扎起马步 伸出双手一把 拉住男子的手臂 顺势将男子扯了过来 男子还没来得及反应 直接从叶子彤的肩膀上 翻了过去 一个重重的过肩摔 男子被砸在地上哀鸣着 哎哟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病房里立马传来了 大呼小叫的声音 叫什么叫 什么叫警察打人 你们觉得 如果不是他出言污蔑我 我会动手吗 我这叫自保 知道什么叫自保吗 啊 叶子彤冷笑一声 然后叫上我和老舅走了 叶子彤真的有些太过彪悍了 在这种场合也敢动手 还真是一点也不怕事 子彤 你动手打了他们 我觉得这件事更不好处理了 怎么 担心我了 你现在担心好自己就行了 别关我的事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刚才那一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是他出言不逊在心 就算告到局子里没人会相信他 我只是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可是他们也没乱说 你不是我女朋友吗 小东你这脑子坏掉了呀 你现在说这些要是被那些人知道了怎么办啊 你知道会有什么样后果吗 叶子彤眼冒火光地看着我 好像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不再说话 叶子彤这抱脾下 我还真有些得罪不起 要是惹他不开心 他也给我来个过肩摔怎么办 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他什么一下啊 马小东 我先跟你说好了啊 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家里半步 如果实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先通知我 现在能保护你的也只有我 你要是再发生什么事再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的话 我也救不了你 我点了点头答应叶子彤 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 现在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忙了 虽然待在家里有些无聊 但也没办法 只能暂时撑过这段时间再说 回到家里 老舅让我坐下 子彤给你坐了那么多 你也不能干坐着呀 本来事情已经够麻烦了 你小子现在整得更加的麻烦 现在已经不仅仅叶子彤要想办法 我们两个也必须想办法才行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的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商 赶赴老王 这我也知道 叶子彤对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也想多少给人家一点回报 毕竟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名义上人家是我的女朋友 但实际上我和他连手都没牵过 所以说 我和他也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女朋友而已 好吧 趁这段时间 我自己努力看看吧 紧接着老舅将他看的那本书打开 上面有着很多的心理学 专门测试人心 也有几个案例 其中有好几个案例和你这个很像 你可以看一看 说不定啊 有什么帮助 我看了一眼老舅给我的书 上面确实讲的是心理学 这本书老舅一直都有 他也一直放在自己的房间 从来没见他看过 老舅忙着做饭的期间 我随意地看了几眼 这要是换做以前 我肯定多看两个 但现在好不容易出了校门 还让我看这种东西 那就太过残忍了 看了没两眼眼睛直犯困 有种看不下去的感觉 想要搞清楚这个案子 我觉得得用些非常手段 或许老头能给我答案吧 上次老头给我说过 凶手已经和我见过面 还是个女的 只见过一次 我知道什么叫做天机不可泄露 老头没有全部的说明白 也是因为这点 但他给我的消息也太抽象了吧 我一出门 见过一次面的女人一大帮 谁知道会是谁啊 想了半天也整不明白会是谁 索性就不想了 水到渠成 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再不行 今天晚上我再梦见老头一次 看看能不能再获得一点 可靠的消息 其实被污蔑成杀人凶手 我都没怎么介意 毕竟谁让我倒霉 刚好撞见这个事情 之所以让我这么生气 还是因为这次这件事情 那帮家伙污蔑我是杀人凶手就算了 居然还撒了这么大的谎言 为了彻底让我接菜 把自己兄弟砍成重伤 全部抵赖给我 他们果然是黑白通吃 要说他们专门碰瓷也不为过 但他们碰瓷也太没水平了吧 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 他们骗我 摸灭我 我能把钱给他们吗 一想到这里我就头大 怕的不是他们想敲诈 而是将事情搞大 把我整进牢里去 这可就悲剧了 没一会儿 老舅做好了晚饭 擦了擦手对我说道 这样吧 这段时间反正在这里也没什么事 刚才老王给我来电话 他说让我去帮个忙 事情有些麻烦 我们出趟门吧 在这里等着也不是办法 说不定还会把那些家伙 等上门 出门去哪 老舅怎么忽然想到出门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老王现在在H室 死了几个人 家属让他帮忙把尸体运回去 但他一个人不敢做 就让我们过去 现在你小子的本事也不小了 跟着我去吧 你一个人在家里 我也不放心 诶诗诗 离这里可不见啊 要是案子有什么进展 我人没在的话怎么办 我们走了 那这里怎么办 总不能全部交给叶子彤吧 这样做也不好 我的事情我自己撒手 不管成什么话 你放心吧 子彤那里我会给他说的 李局长那里我也会打招呼 他们会帮你渡过难关的 原来老舅早就打好了招呼 我就说他怎么说走就走 你准备一下 晚上就出发 我们把事情忙完了就回来 要不了多久的 把晚饭吃了之后 我和老舅拿着东西就离开了 刚才老舅已经打电话 去把H室的机票订好了 一般情况下 老舅这种时候最舍得的 因为他有钱赚了 只要能够尽快赶上 他才不会在乎那么一点钱 但如果是平常的时候 他才不会舍得花那么多钱 去订机票 他宁愿坐大车 也不愿意打飞滴 一个半小时 我们就到了H室 可想而知到底有多远 起码得上千公里 跨越了一个省 这还不值 听老舅说老王现在在乡下 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现在大晚上的也不知道 他一个人会不会害怕 老王这次开的是大车 上面有三具尸体 刚才在电话里应该给我说过了 三具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这种时候最容易出现炸尸 所以我们得抓紧脚步赶过去 我倒不是担心什么炸尸 以我现在的本事 不管是炸尸还是施炸 我都能够应对 让我担心的是叶子彤 这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可大可小 到时候别处理不了 连累的叶子彤 那我可就真的冤了 打了个迪士 我们便往乡下去了 刚才打车的时候 好几个司机都不愿意带我 说那里太偏了 经常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是假的 司机不也就担心 我和老舅是坏人吗 其实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换作是我 我也会担心这样的问题 毕竟他们在外面跑车也不容易 要是被打劫了 可就不好了 但现在打我们过去的司机 好像一点也不害怕的样子 虎背熊腰 身上到处都是纹身 一看就是社会气息太过浓重 这才不会担心我们是坏人 我知道老舅说得很远 但没想到有那么远 出租车跑了两个半小时才到 老舅还花了五百块打车 再加上机票钱 最起码得有一千五了 不过这些呢 都是小问题 一般来说老舅 接到这种事情啊 一次都是一万以上 和这点钱比起来 完全不够看 一下车老王就来了电话 他问我们到哪了 老舅给他说就在附近 再往里面走点 这里有处人家 里面没人 我们就在这里 将就这凑合一晚上吧 周围非常的宁静 宁静的我能听清楚 他们两个人在说些什么 挂了电话 老舅让我跟着 我一句话也没说 就跟着他 走着走着 确实看见了一户人家 里面有火光 应该就是老舅说的 老王在里面吧 穿过小树林 出现在眼前的 便是两间小木屋 因为太黑的缘故 也看不见长啥样 只知道很破旧 连门都是坏的 这家伙 怎么找到这种地方呢 老舅静止走了过去 我跟在身后 来到小木屋外面 里面烧着大火 在大火不远处 还有两口棺材 老王 老王 忽然我的肩膀上 出现了一只手 我转身过去时 看见一个男人 你们终于来了 可让我好等啊 想来他就是老王了 以前老舅经常和他合作 我倒是听说过 但这还是 头一次和他见面 老王 你想吓死我们两个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老王脸色有些惨白 嘴唇更是乌黑乌黑 像他们这种人 应该不可能被吓成这样 才对 但看老王这样子 应该就是被吓出来的 别说了 这根本不是人干的活 我是没办法了 才把你们叫过来的 说着 老王指着那两口棺材 这次的事情实在太古怪了 三口棺材都是一样的 我也做了记号 但是在途中 里面的尸体好像互换过了一次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见了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一章 棺材里发出的声音 有这种吸血的事 难怪会把老王吓一跳 要是我也会被吓到 然后呢 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老舅出口问道 没了 暂时还没有 不过我想 应该不可能就这么安静的 这次三具尸体家属 给了五万块钱的佣金 让我把尸体运回去 你们也加入吧 到时候咱们评分怎么样 不过我也走了一段路了 你们俩三万 我两万 这不过分吧 五万块钱 这可是大手笔啊 出手居然这么磕磕 看来应该是有钱人家活 不过也说不准 说不定人家知道事情有些难搞 打算多出一点钱 以免老王好反悔呢 行吧 我们俩也是来帮忙的 一切你说了算 老舅也没多大意见 三万块钱已经很高了 毕竟前面一段路 都是老王一个人走过来的 要是老舅再敲诈一点的话 就说不过去了 先坐吧 刚才我只是出去 上了个小号而已 老王走过去先坐了下来 外面的温度确实有些低 还好老王在这里生活 要是不生活的话 估计真得吓死人 坐了一会儿 外面居然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 老王先站了起来 随着外面说话的人就走了进来 四个男人 他们进来之后同样看着我们 去吧 能不能这个地儿 休息会儿啊 开头的一名男子笑呵呵地说道 看不出来有什么恶意的样子 休息可以 但别换了规矩 老王头很淡定地又坐了下来 四人走过来的时候 还顺道看了一眼放在不远处的三口棺材 齐位租的生意可不小啊 想来也不容易吧 男子这是故意搭话的意思吗 现在这年头外面什么样的人没有 像他们这种人 谁知道安的是什么心啊 还可以吧 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活 不像几位一看就是商人 有钱人 老王头可没有讽刺人家 他们四个的穿着打扮一看就是有钱人 四个西装革履的 看起来非常的正统 呵呵 什么商人 更谈不上有钱一说啊 这是干一些小买买而已 恰巧呢 路过四地 也没找着地方歇脚 还得感谢几位的收留 收留谈不上 这里也不是我家 这是天涯沦落人 既然大家走到一块 就是缘分罢了 老舅插了一句 我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 我这人就是这样的 一般不是很熟的人和我坐在一起 我都没什么废话 和人家不熟的人聊得那么开心 那都属于自来熟 我没有那种习惯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我这脾气老舅有时候也说过我 他说这个年代最需要的就是人际交往 要有自己的朋友圈 但我并不这么想 朋友圈一定要有 但交友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这样吧 既然已经谈上缘分了 那我们喝两杯如何呀 这种气氛喝两杯酒也再好不过了呀 男子让人就往背包里拿了一瓶酒出来 可以喝两杯 我们这里也有酒 老王爷拿出一瓶二锅头 像我老舅他们出行这样的任务 身上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因为出门在外 最需要的就是胆子 恰好酒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什么叫酒壮怂人胆 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各位别怪啊 毕竟尸体在这里 大家都当心一点 老王把话说得很坦白 他也很耿直 这样说开了也好 免得大家有误会 行行 小心一点为好 我懂 男子微微一笑 然后拿出杯子给自己倒上一杯 小子 来一杯呀 老王看着我 不 那个你们慢慢喝吧 我不喝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东西了 喝了酒容易出事 而且我还酒精过敏 没事 怕什么呀 这种情况就应该喝上一点 喝了酒 万一出了什么事 也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的 没有什么事是酒解决不了的 老王把酒递给我 我一直拒绝说不喝 但他就是硬C给我 小豆 王叔给你喝 你就喝点吧 少喝一点 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这还是亲老舅嘛 别人都是不让自家人喝 老舅倒好 居然让我喝 我真搞不懂了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没办法 人家都这么说了 我能怎么办 我点了点头 拿着酒瓶子喝了一口 那种枪鼻的感觉 瞬间灌满喉咙 足足有十来秒 喉咙出的那股火焰才熄灭 真不知道这白酒有什么好喝的 喝这种东西相当于喝酒精有什么区别 没一会儿酒精开始起作用 浑身开始发热 刚才还有些冷 现在浑身变得燥热 其实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估计老舅他们就是享受这种感觉了 我又接着喝了一口 怎么样 现在知道酒是好东西了吧 老王看着我呵呵的笑 我也没说话 酒是不是好东西 我心里明白得很 我之所以这样完全是想让自己暖和一点 什么声音啊 我第一个听见这个声音 随着周围静了下来 喝酒的也不再喝酒 声音还在持续 我看了老舅一眼 老舅和老王立马看向棺材 没错 声音就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 好像有人在敲打棺材 别装神弄鬼的 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老舅指着棺材大骂一声 然后棺材里面发出来的敲打声就停止了 老王 里面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 你有没有搞清楚啊 老舅问这话的时候 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活人还能躺在里面 真是找死啊 肯定是真的死人了 我检查过了 绝对凑不了 老王的回答让大家皱起了眉头 如果是死人 那刚才敲打声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诈尸的不成 要不我们打开看看吧 这话是我说的 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与其在这里提心吊胆 还不如来个痛快的 将棺材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鬼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 也好这个时候把它消灭掉 不行 谁教你的 鬼神不可信 但不可不静 里面如果真的有鬼 你也不可以去侵犯他们 要让他们安息 就这样吧 他会安静下来的 老王头一下变得很激动 原本热闹的气氛 也因此变得有些诡异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 就是不说话 突然间的静下来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惊悚 要不我们轮流交班 睡一会儿吧 老舅的提议不错 说真的我也有些困了 不行啊 你们睡了我们怎么办啊 这棺材可是你们的 男子立马拒绝老舅 你这人有没有那么搞笑啊 我们也没让你们待在这儿 凭什么不能让我们睡啊 老王头喝了酒就是不一样 脾气火爆 不行就是不香 你们要是敢睡 老子一枪打死你们 男子居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 一言不合就指着老王的脑袋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情绪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老虎下山 制作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二章 月圆诈诗 喂喂喂 年轻人 冷静一点 别冲到 老舅立马想拦着男子 但男子也将枪头 调转指向老舅 老子说不准睡就不准睡 谁也别废话 社会气息太重了 不过我看不下去了 你虽然放下你手中的手枪 他指着老王我没什么意见 毕竟老王和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他指着老舅舅不行 他可是我的亲人 小孩子别说话啊 男子还对我凶 我猛地站了起来 一把抓住男子的手 男子也没开枪 我想把枪夺过来 但男子死活也不肯松手 紧接着我们两人翻滚在地 目标便是男子手中那把手枪 枪一走火对着天空放了一枪 还好没人受伤 小子 别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另外三人分别用一把枪指着老舅和老王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我不怕自己受害 就怕他们伤害老舅 所以只好认输地把双手举了起来 乖乖坐回去 男子往我脚上踹了一下 我一个冷不丁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刚才我也喝了两口酒 现在脑子还有些晕 只要你们按照我们说的来做 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大家都是做事情的人 我不想为难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给我耍什么花样的话 我就不知道能做出什么事了 毕竟这荒郊野领的 我把你们弄死在这儿 也不会有人发现 男子拿枪指了指我 放开我舅舅 我随便你们做什么 我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就算真的被打上了一枪 我也丝毫不担心 毕竟我还年轻 嘿 傻子 你性子还挺傲的啊 不过挺有孝心的 你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男子坐了下来 然后让我们坐好 我坐回原位之后 那帮人也歇了下来 看样子他们心里也有些害怕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也想拿我们当垫背的 你们仨 这次得了多少钱呢 快这全部拿出来 打劫 这是明目张胆的打劫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刚才他要是给我们喝的酒 里面应该有迷药 你最好想清楚啊 如果你真的打劫 得选好对象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公安局绝对不会放过你 这个时候我居然想到了叶子童 如果我真的在这里出了什么事情 叶子童会不会伤心 或许不会 但我还是希望他会伤心 这样才能证明他是喜欢我的 少废话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男子大吼一声 不过就在这时 官才挪动了 而且还发出了更加剧烈的碰撞声 这怎么回事 你们仨可以逼我刀鬼啊 男子有些畏惧了 他用扫晃着 你是不是傻 你觉得像我们三个搞出来的吗 如果我们三个能做到这步的话 会任凭你在这里耀武扬威 你们三个给我起来 把这个棺材给我打开啊 我倒要看看里面装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看来这家伙有些担心里面装的是活人 这种地方出现一口棺材 确实有些害怕 如果棺材里面发出什么响动的话 那就更加让人害怕 快点 动作麻利点 男子用枪指着我老舅 事宜让我去打开棺材 行行行 你别冲动啊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这家伙真的开枪了怎么办 比起遇见鬼来说 还是我老舅的命比较重要 我走到了棺材面前 准备把棺材打开 小刀 注意一点 有可能真的是诈尸 万一是诈尸 那就麻烦了 老舅脸色有些铁青 他们都在担心 我也知道 但是男子咄咄逼人 我也没办法 快点 男子再次吼了一声 我也顾不上那么多 双手抓住棺材吧 准备掀开 我听见里面的东西 正在抓棺材板的声音 非常的刺耳 住手 赶紧住手 停下 男子立马又说让我停下 到底要让我怎么样啊 这里面真的是尸体吗 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尖光啊 男子好像忽然冷静了下来 或者说他听见声音不对劲 因为普通人如果躺在里面的话 根本不可能整出这么大动静 里面的是尸体 奇怪的尸体 很有可能是诈尸 你确定是铸手还是鸡血 我回过头来问了一声 但就在这瞬间 棺材里面发出的声音停下了 我从那么细微的缝隙里面 看见一只眼睛 他在盯着我看 老村你没说错 真的是诈尸 赶紧过来帮忙 我立马跳上棺材 直接按住了棺材板 出现诈尸的尸体 也知道我想阻止他出去 里面大力反抗着 别动 别动 一个都不许动啊 你是不是猪脑子啊 让他出来的话 咱们所有人都完蛋 老舅也没管男子 跟着老王立马冲了过来 滚回去 老舅大吼一声 里面的尸体好像更加安纳不住 出现尸炸的尸体 力气非常大 我觉得自己的力量 已经不小了 但他的力气比我还大 你别过来帮忙 这样我就来不及了 我对着男子说道 虽然我有可能解决 但不到那一步 我也不想浪费 那么大的力气 现在能将他压制 回去是最好的 不行 谁知道你们说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白痴你看看外面 今天的月亮 是不是特别圆 只有在月圆的时候 才会发生诈尸的现象 如果你们还想 活着回去的话 就按照我们说的来做 如果不想 那随便你们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这帮愚蠢的家 有时候我不得不相信 那些阴魂说的一句话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有时候 有些人是真的非常愚蠢 都这个时候了 他们还不相信 是不是等死亡来临的时候 才会相信 男子沉默了 不过十秒钟的时间 他把手枪放在荷包里 然后带着人冲了上来 但就在他们冲上来的时候 缝隙里面的眼睛不见了 化作一道光芒 直接投射进了 对方一名男子的眉心处 大家小心 他被鬼上身了 情况越严重 就会显得越糟糕 真是怕什么来着 鬼上身 男子回头看着他的同伴 眼睛已经变成血红色 被鬼上身的男子 想也不想 立马掐住了同伴的脖子 人有人道 鬼有鬼路 你已经离去 为何还要回来 赶紧离开这个 已经不属于你的地方 老舅抽出桃木剑纸的男子 男子用力一会儿 将手中的人甩了出去 这 怎么 怎么 他真的被鬼上身了 带头的男子 一副惊魂的样子 我知道他心里非常的害怕 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的人 人都会这样 也怪不了他 刚才你不是很能耐吗 现在怎么了 杨伟了 你拿枪能对付我们 怎么不用枪对付他呢 枪对阴魂是没有用的 不管他以什么方式 就算把对方打得粉身碎骨 也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小豆 现在不是说那些的时候 赶紧想想办法吧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第253章 联手 老舅 把你的桃木剑给我 老舅将桃木剑扔了过来 我拿着桃木剑使出了猎羊 可是桃木剑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 我盯着桃木剑看了半天 还是没有反应 我又接着使了几次 还是没有反应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失效呢 这又是个什么情况 小豆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吗 老舅见我使过猎羊 所以他也看出了不对劲 我也不清楚 为什么无效呢 到底怎么了 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 我直接使出别的法术 都是些可以克制阴魂的法术 但是依然没有效果 老头不喝 他说他从来不喝酒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吗 喝了酒之后 术法就会失灵 那怎么办 总不能这样干等着吧 我后退了两步 因为现在的距离 被鬼伤生的男子的人就是我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就得等酒精消散了 才能恢复 以前我在一本书上看过 人体只要接触酒精 不管多少 必须在24小时之后才会恢复 所以我要等24小时 没办法了 老王 现在只能靠我们两个了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发生过 只要熬到天亮就行了 老舅抢过陶木剑 拿出几张符纸 符纸被火上带剑 紧接着老舅喝了口酒 符纸喷了一口 火经过火焰 对着陶木剑喷洒而出 而另一旁的老王 手头上拿着一把镰刀 具体来说是弯刀 黑色的弯刀 两人冲了上去 居然将对方压制住了 不过老舅两人没有伤害男子 毕竟男子也是无辜的 现在这个伤害 人家只能是趁人之位 小东 赶紧用红绳 将它捆绑起来 老舅对着我大喊了一声 我这才回过神了 我从老舅的包里 将红绳翻了出来 红绳是老舅的法宝之一 开过光 有着不错的辟邪效果 能够将鬼魂彻底的压制住 老舅你们撑住我来了 我拿着红绳立马冲了过去 不知道怎么搞的 附身在男子身上的阴魂 大概是感觉到了危险 猛的用力 周围掀起大风 强劲的大风 直接将老舅和老王弹开 老舅重重地砸在我身上 我们三个便败了下来 不好 是阴魂 而且怨气太重 只怕我们三个 也对付不了他 老舅立马站起来盯着阴魂 那现在怎么办 要是让他跑了 事情可就麻烦了 老王头的本事 应该不及我老舅 不然他怎么可能 站在这里一个劲地 问怎么办 能怎么办 只能撑住 撑到天亮 给小东争取时间 老舅说到这里的时候 老王看了我一眼 他应该在想 我到底有什么本事 居然会让老舅 如此地依赖我 这也难怪 毕竟刚才失效了 不然我也能大展身手 说实话 我可不管他 是不是怨气太重 也不管他 是不是冤魂 只要我的本事恢复 对付他的话 那就太简单了 如果迫不得已 只能将男子杀了 用火符 烧掉他体内的阴魂 不行老舅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 成杀人犯了 这个办法绝对行不通 现在我身上 一堆烦心事 已经够麻烦了 如果再加上 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真的说不清楚 你们几个赶紧过来帮忙 如果不想死的话 现在我们只有 齐心合力将他制服 不管怎么样 都要撑到天亮 只要到天亮 一切都好办 你们要死 就让你们死好了 我们才没有那么少 男子居然一口拒绝了我 你们可得想清楚啊 我们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如果不是顾及到你们 现在我们大可离开 他是追不上我们的 但是我们走后 他的目标就是你们了 你们可想好了啊 对于这种人 我连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刚才还彬彬有礼 现在却拿枪指着我们 这种人就叫做 人面兽心 披着羊皮的狼 我拿着红绳 一直在等待机会 老舅和老王再次冲上去 我也紧跟在后面 但却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一样 我根本没法靠近 混蛋 关起来帮忙 我对着男子吼了一声 男子触动了一下 过了几秒 他还是慢慢地走了过来 抓住红绳 我有办法了 我让男子拿着红绳 然后自己松开 回到老舅的包前 我记得老舅 带了不少东西 急急忙忙地 翻了半天才找到 没错 就是这个 那是一捆金箱 有着辟邪作用 虽然没多少 但也能多少 抵消怨恨的实力 我把金箱点上 插在他的棺材头前 使人是鬼都离开 使人是鬼都离开 做完一切 我又回到原地 拿着红绳 对男子说道 听我指挥 我们把他包围 然后找机会把他捆起来 男子他们点了点头 随着他们几人 便四散开来 成功地形成了 一个包围圈 冤魂就这样 被包围在里面 他也感觉到了 巨大的压力 看来是金箱 发挥作用了 老舅 趁现在把他拿下 我一直盯着 和冤魂打斗的 老舅和老王 好在这个时候 有他们在 不然我们就死定了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不是老王 我和老舅 又怎么可能 出现在这里 老舅和一剑 打向男子的屁股 男子好像被点出了一下 浑身抖动 就是现在 我又吼了一声 然后立马冲了上去 紧接着男子 他们也围着鬼魂转圈 浑身贴着冤魂的时候 冤魂抖动得更加厉害 身上还冒着青烟 就算再厉害的鬼魂 接触到这种神圣的东西 还是会支撑不住 将冤魂捆起来之后 我算是松了一口气 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要是冤魂能力增强的话 就算我们几个人 再翻一倍 估计也不够玩 终于搞定了 好在他的能力不强 不然今天我就交代在这里了 老王瘫坐在地上 大口地喘息着 每次这种时候 我知道都会很累 以前我和老舅 一起出任务的时候 就是这样 不能说不累 只能说是非常的累 谢谢你们俩 你们俩来得太及时了 我老王的命 算是你们救的了 老王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俩也是想赚钱 才会过来的 不想赚钱的话 我们过来干嘛呀 老舅苦笑一声 其实他说的 也并非全是事实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54章 恢复实力 我们是想赚钱 但这次出门 一来是为了躲避一下我身上的事情 二来是老舅想过来帮忙这才过来 如果我身上没有发生那些事情 老舅应该也不太可能来这么老远的地方 比起以往的任务来说 这次的这个距离好像也太远了一点 来 我们把它弄棺材里面去 这样放着也不安全 我和老舅将男子抬起来扔到了棺材里 他咬牙切舍地看着我们 还想挣扎 但无论他怎么挣扎也是没用的 他是不可能挣脱红绳的 我又不是不知道红绳的威力 接下来的一整个晚上 大伙连眼睛都不敢闭着 那些男子第二天也没敢离开 他们也怕大白天的闹鬼 不得不说他们真是想多了 但我也没拦着 毕竟他们同伴还在这里 有一个人还受了不轻的伤 我也没管 谁让昨天他们那样对我们 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痛苦 害怕和绝望 这些都是以前我尝试过的 今天也该轮到别人尝试一下了 为了不出任何情况 为了能够将冤魂处理完 我们还是决定在这里多待一天 反正那些家属也没说要多少天运到 到了晚上 我又把金箱点上 其实我也没多大信心 红绳能不能困住他 因为昨天那股力量实在不小 要是被他挣脱 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小豆 距离二十四小时 应该只有两个小时了 等你实力恢复之后 我们就把他放出来 然后 你把他解决了 我点了点头 我也想尽快完成任务 尽快回去 也不知道现在叶子童那里怎么样了 我的事情处理完了没有 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可能那么快 叶子童一定能帮我解决的 这一点我不用担心 两个小时之后 我拿起了老舅的桃木剑 再次使出猎羊 这次毫无疑问 一点没有破绽地使得出来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老王站起来 看着那把发出飞红色的桃木剑 他应该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东西 老舅 我恢复了 可以把它放出来了 我对老舅笑了笑 老舅点了点头 让老王头帮他把男子抬了出来 男子眼睛一直睁着没有闭上 当男子看见我手上的猎羊石立马惊慌 这冤魂还不笨吗 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有着绝对的威慑力 昨天让你回去你不回去 今天就算你想回去也晚了 你回不去了 我会在这里直接将你超度 你速速去投胎吧 我用手上的桃木剑一挥 困在男子身上的红绳落在了地上 这时 男子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非常的刺耳 这对老舅他们有着绝对的威慑力 但是对我完全没有效果 别叫了 再叫我把你打得魂飞魄散你信不信 冤魂立马停止了叫喊声 惊恐地看着我 离开他的身体 我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放过你 事情总要一步一步来 急不动 只要他离开男子的身体 我想对付他就简单多了 当然了 现在我想对付他也不难 但是这样做的话 对男子会有伤害 以后他的身体一定会有大病出现 虽然我不喜欢这几个人 但我也没必要因此加害他们 哎呀 像我这种心地善良的人 又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呢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 那些家伙要是知道这点的话 说不定就不会难为我了 我刚说完 男子倒在了地上 在空中 一团黑色的怨气缓缓如洞着 那便是冤魂的本体 也就是人的灵魂 你想怎么死啊 你告诉我 冤魂一直漂浮在空中 他没说话 还是他压根就说不了话 我知道有些死人是寒冤死掉的 之所以一直没下手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会化成厉鬼也是因为这种事情 心里有太多太多的不甘 有太多的不愿 才会化成厉鬼 要找敌人报仇 而有些人死于非命 到最后做了替死鬼也不清楚 我敢打赌 如果因为这次的事情我死掉的话 我也会化成厉鬼 去找那些诬陷我的人 因为我也是不甘的 直到被老舅拉出来我也不甘愿 因为老舅目的很明显 他就是想让我躲一阵子 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去躲 事情和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又为什么要去躲呢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冤魂不停地在空中前后摇晃着 是不是在给我表达什么 我向前走了两步 想听听看他说什么 我走了过去 只见冤魂忽然一加速朝我冲过来 小冬小心 他想赴你山 老舅大喊着 我已经知道他的目的了 但是好像来不及了 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想躲也躲不开 那么短的时间我也无法做出防御 当我正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 冤魂已经钻进了我的眉心 但我还是一副清醒的状态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是 小冬 小冬 你 我回过头去看着老舅他们 老舅 我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看着自己的身体 确实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知道了 重阳体 修老不是说过吗 你是重阳之趣 拥有两具身体 所以你现在没事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是重阳之躯 所以才会没事 可是他现在在我身体里 总不可能让他一直待在里面吧 是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我的身体 虽然我没事 但也不可能让一个阴魂 一直待在我身体里面 这算什么事啊 你试试看 能不能把他逼出来 要把他逼出来的话 只能使用聚灵术 就看他在我身体里面 对他有没有影响力了 随着我使出了聚灵术 尽量把范围缩小到了 最小距离 但就算是最小距离 也有十来米 老王他们一个个 看着我发愣 一定是被这一幕惊住了 在场唯一没有惊讶的 也只有老舅了 不行吧 效果根本出不来 估计也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逼吧 总之里面的冤魂 没有受到一丝影响 我能感觉到 脑子里有一团气在乱撞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我还有些头疼 先别管了吧 反正你也没事 明天早上一到 他就死定了 老王这么一说 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明天早上一到 他就死定了 我还担心什么 可是有这么个东西 待在身体里 感觉还是怪怪的 有种脑袋侧穿了的感觉 不管了 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 今天休息一晚上 明天早上醒过来 就用太阳把他烤死 再怎么纠结也没用 踏不出来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老舅他们一直很认同 但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得轮流脚巴 以免阴魂大晚上地逃走 你们几个 最好不要做出 什么愚蠢的事情 如果你们敢动手的话 我就让阴魂出来 到时候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绝对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几句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老虎下山 制作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五章 我给你找肉身 这话我是吓他们的 现在就算我真的让阴魂出来 说不定他也不敢出来 不过还别说 真把他们几个吓到了 能理解 头一次遇见这种 稀奇古怪的事情 谁不害怕 傻子才不会害怕 第一个就先让我值班 上半夜比较好 下半夜就不行 老舅也关心我 让我先值班 到了下半夜就轮到老王 我想也没想就死死地睡了过去 管他老王怎么说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被一道尖叫声吓了一跳 整个人给我吓醒了 什么飞机啊 见鬼了不成啊 跑 跑了 他跑了 谁跑了啊 那个鬼跑了 你们同班出去注意了 我林王把老舅叫了起来 老王头一个人出去绝对有危险 老舅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二话不说立马和我追了出去 来到小树林 老舅掐着手指 正在计算阴魂往哪个方向逃走 来 走 这边 那是森林的深处 这家伙往里面跑什么 难不成想凭借里面的地形 将我们甩掉吗 他也太想看我们了吧 老舅 老王应该不会有事吧 大晚上的他还一个人呢 没事 他就在前面不远处 你仔细听 老舅说完我就仔细地听 果然如此 前面有人正在急速奔跑当中 应该就是老王头了 没想到他胆子那么大 这种事情居然一个人追出来 胆子确实不小 小树 你速度快一点 你先追上去 我会儿们跟上 我点了点头 拿出最快的速度追了上去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我追上了 我说 他呢 在什么地方我去追就行了 我跑到老王的身边 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应该也是快要不行了 哎 还是你们年轻人精力旺盛啊 他应该就在前面 你们先追吧 老王忽然停了下来 看来他需要休息 我独自一人追了上去 但是尽管我的速度再快 也没有追赶上阴魂 他的速度怎么会那么快 居然可以快过我 我又接着追了一段路程 这里已经来到了深山 到处荆棘丛生 到了这里 我不得不将速度放慢 周围的情况让我根本快不起来 不过我也挺纳闷的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跑的 居然还能跑得这么快 回头一看 周围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见 也不知道老舅他们到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是先追上去呢 还是等他们一等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阴魂的速度怎么可能快过我 而且我是一条直线冲过来 根本没有拐弯 要是阴魂中途调转的方向 我岂不是白追了 真是够笨的 没办法了 只能去找老舅他们了 没有他们 我怎么可能找到阴魂 而且我也有些担心 他们两个会有什么危险 好在他们相互之间的距离 都不算太远 再加上刚才我冲过来的时候 老王正在休息 一定会被老舅追上 再怎么不计 老舅和老王联手 一定能够和阴魂打个平手 不行 我得抓紧回去 要是晚了就不好了 原路跑了回去 等我回到刚才那个位置的时候 还是没有碰见老舅他们 他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老舅 王叔 你们在哪儿啊 小子 我们在这里 这是老王的声音 我听见了声音来源方向 立马跑了过去 老王果然和我老舅在一起 不过他们两个看起来怪怪的 两人站的位置是对立的 老舅看着老王 老王也看着老舅 王叔 你们这是 还用说吗 你老舅被附身了 这家伙好难缠 我打不过他 交给你应该没问题吧 老舅被附身了 那个阴魂吗 老王点了点头 我心中这个气啊 就真不打一出来 你想找死啊 还不滚出来 真想让我把你粉碎掉吧 如果他再不听 我绝对会直接将他提出来 捏个粉碎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嘿嘿嘿嘿嘿 你要是想把我硬拉出去 你老舅的五脏六腑 也会被你拉出去 你放心好了 他开口说话了 还是用我老舅的声音 你觉得我拿你没办法吗 你当真想把我惹火不上 其实我在心里也在考量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我有多大的把握 能够将他从安全的 从我老舅的身体里整出来 算来算去 其实是个未知数 完全摸不到地 无信你可以试试 我没想到 你居然是重阳梯 害我浪费半天力气 你怎么知道重阳梯 你到底是谁 这家伙一点也不像 刚诈时的阴魂 倒像是已经存在 很久的阴魂 我是谁 我是谁 你就不用管了 总之 这具肉体还算不错 我要了 阴魂拿我老舅的身体 音效着 看起来十分的邪恶 等等 如果是那些男子 我就不管了 可他是我老舅 我怎么能让这家伙得逞 我可以拿更好的肉体 跟你换 怎么样 放开他 只能这样暂时 吊着阴魂的胃口 没办法了 我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能将阴魂顺利地取出来 如果他什么都不做 或许我三秒钟之内 能把他提出来 但是这短短的三秒钟 已经足够阴魂 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我也不敢赌这一把 万一赌输了 那可是我老舅 更好的肉身 你想骗我 我可没有那么好骗 之前我就说 这个阴魂相当的聪明 现在看来果然没错 应该是我想的那样 那天晚上出现 所谓的诈尸都是假的 一定是阴魂之前 附身在尸体上 因为是白天的关系 一直没有露面 晚上才发出了些动静 老王也说过 他在运送尸体的时候 出现了幻尸现象 肯定也是这家伙弄出来的 什么诈不诈尸都是假的 你放心 你现在在我老舅身体里 我是不会对你乱来 就算你不在我老舅身体里 我也不会对你乱来 等我给了你更好的肉身 你就出来 怎么样 你说的肉身在什么地方 现在带我去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男子 之前他这么嚣张 那我就让他受点苦头好了 反正最后受伤的 也不可能是我呢 像他这种貌似江阳大盗的盗贼 受这种苦头还是轻的了 跟我来 我带你去 我对老王点了点头 然后让他别说话 来到小木屋门口 我停了下来 走到老舅身边 里面只有一个人最适合你 他属于阴体 能让你更好的吸收惊喜 就是四人中 头发打得像猪油的那个 对 就是他 剩下的你就自己看着办 我可不帮忙 毕竟我们都是人 我指的男子 就是之前拿枪指着我的 还踢了我一脚的那个 阴魂阴笑了一下 然后走了进去 你小子的肉身 看起来还确实不错 那就给我好了 阴魂声音很大 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 我该不会瞎猫撞上死耗子 真的说对了吧 那家伙真的看上男子的身体了吗 这也太够行了吧 我也跟了进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他出来的过程中 阻止他 欢迎收听 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六章 封印阴魂的香炉 不过我心里多少也有点犹豫 男子之前对我们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 我就应该给他品尝一点苦头 不然他老是这么嚣张 以为手上有把枪就了不起了 你们 你们回来了 那个东西呢 男子手上依然拿着那把手枪 看样子我们只要说已经除掉 估计他又会原形毕露 他在这里 附身在老旧身体里的阴魂冷笑着 然后睁大眼睛舔着嘴唇 你的身体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阴魂飞速窜了出来 本来我也想上前阻止的 但来不及 男子出来的时候 猛地用力 将老旧弹飞了起来 如果我不去接住老旧的话 老旧肯定会受重伤 我将老旧接住的时候 阴魂已经钻进了男子的身体 不好 男子手上有枪 阴魂附身上去的第一件事 肯定就是打算除掉我们 论真本事 我不怕他 但是如果他动用手枪的话 我肯定就不是他的对手 王叔 把我老旧搬出去 麻烦你了 我将老旧放在地上 想也没想就冲了出去 我得趁这个时候 将男子手上的手枪夺过来 阴魂真正接收男子的身体 这是最好的时机 当我来到男子面前 想夺下手枪抢过来的时候 男子忽然睁开了血红的眼睛 看来已经被俘身了 那就没办法 不管怎么样 就算硬抢也要抢过来 你们死定了 阴魂举枪便要抠动扳机 我一把抱住了 他的手臂往回扣 阴魂的力量也相当的巨大 不过好在我还能压制 也就没让他得逞 手枪对着空中开了一枪 我脑子也是灵机一动 一只手握住了手枪 连续扣动扳机 手枪对着天空放了几条空枪 大概五六声左右 总之直到手枪 不再发出声音为止 看你这下怎么办 唯一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子弹全部打光 这样一来他就没办法了 阴魂看了一眼手枪 撕着牙齿将手枪扔在地上 然后张牙舞爪的就要对我冲过来 你们赶紧扯出去 这里交给我 我扭头过去对着老王大喊了一声 这里本来就不怎么扎实 如果打到太过激烈 说不定会垮下来 老王扶着老舅出去了 同时几名男子也跟着跑了出去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他们没有兄弟般的情义 更没有父亲般的亲情 他们有的也仅仅只是双方的利益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利益可循 遇见危险也自然先逃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都逃不掉 好在就算男子的身体不错 他的实力也没有超过我 要是超过我的话 今天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小子 你确实有些本事 我本无心加害于你 你又何必纠缠于我呀 你不加害我 但你会去加害别人 所以我不会让你得偿 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就应该去阴间 何必出来害人呢 阴魂这么说 也就意味着他肯定是害怕 如果他不害怕的话 他又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第一场是我赢了 那你是真打算要和我作对了 你最好要考虑清楚了 这方圆周围有不少阴魂 如果你真的惹我发火 你外面那些朋友 肯定会遭殃 威胁我 我可不是被人威胁大的 我会在那之前 将你收掉 我并没有直接使出猎羊 现在我需要速度 将他尽可能用最快的时间 去毁灭的速度 就像他说的 周围有多少阴魂 我也不知道 要是被他逮到机会 我就被动了 况且这里还有两具尸体 如果他们也被附身 我岂不是麻烦了 如果这个时候 修老头在就好了 虽然我有法术在身 更可以说是最厉害的道士 但我没有经验 我根本不知道 用什么法术能够压制对方 唯一的只有一个一个事 阴魂附身在男子身上 好像有些得意的样子 不知道男子的身体 是不是真有想象中那么好 我也能明显感觉得到 阴魂的实力有了大幅提升 之前他还挺怕我的 现在那种害怕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是可以答应你 如果你愿意就此离去的话 我可以帮你超度 并且帮你投胎 但是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 换来的只有勇士不得轮回 如果能劝服他的话 我还是想尽可能地劝服他 我也不是一个粗暴之人 哈哈哈哈 永生不得轮回 你觉得我需要那种东西吗 如果我真的想要去投胎的话 一百多年前我早去投胎了 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吗 一百多年前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他也属于百年鬼灵 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一般情况下 百年鬼灵的实力 不都是非常强大的吗 就像那个小鬼一样 要不是之前被我们打伤的话 他的实力应该不会比我敌多少 但相比现在这个鬼灵 好像就弱了不少 你是百年鬼灵啊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附身在尸体上面 我是百年鬼灵 没错 曾经被人封印在这森林里 一直出不来 谁知道 前两天外面那个小子突然闯进森林 无意间冲破了封印 所以我又再度出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口中的小子应该就是老王了 想不到这一切都是老王弄巧成拙造成的 他进树林干嘛去了 我记得我和老舅赶到的时候 外面有些树枝 还有一个木棍 难道老王进入森林 为的就是那些东西吗 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假设 假设阴魂真的被封印在此 那又是谁封印的呢 一般封印阴魂的也只有道士 可这附近完全没有任何人家伙 又怎么可能出现道士呢 难道 我看了一眼小木屋 没错 看来被你发现了 我被封印的地方就是这里 就是这家的主人 把我封印在那个香炉里的 可惜你们发现的太晚了 香炉一旦产生新的香火 那便是象征着封印被解开 所以我就出来了 阴魂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难怪 难怪那个家伙能出来 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 老王在这里烧了大火 而桌上的香炉里面有香火 也是老王点的 估计他也是有些害怕 所以才点了一些香火 想安定三具尸体 没想到恰恰相反 间接性的给阴魂解除了封印 知道你这意思 如果我把你再次封印的话 你就会回到里面了 这话我仅仅只是说一下而已 我当然不会选择那么蠢的办法 要知道 如果现在我把他封印的话 以后也有很大的几率 会被别人解封 问题根本没有彻底解决 现在解决他最好的方式 只有一个 就是将他彻底的消灭 这样才能已决后患 你觉得可能吗 我不会让你们有第二次 将我封印的机会 这次我出来 就没有打算回去 银魂说完一道 黑气就朝我窜了过来 那是银魂的攻击 我联盟使出猎羊 挡在了身前 黑气打在桃木剑上 发出啪的一声 看来他是不打算好好说了 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只好对他下手 既然你不想回去 那我就让你永远都回不去 提着恋羊我就冲了上去 也许我没有想太多 我现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把他除掉之后 放弃这次的事情 回去看看叶子童 这家伙让我想到的叶子童 也不知道老舅 有没有和叶子童联系 叶子童知道我不见了 会不会担心我 颤魂诀 双手合十立于胸肩 一阵口诀慢慢的 被我冷了出来 颤魂诀是一门 专门克制阴魂的口诀 能够让阴魂产生巨异 想让他能力下降 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口诀一出 阴魂立马后退了两步 咬着牙齿 看来对他多多少少 还有那么一点影响 只要他能力下降就好 他的能力下降 我才有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老虎下山 制作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257章 老旧重伤 给我收 乾坤诀 就像乾坤带一样 老头给我说过 这是对付阴魂最佳的办法 只要有容器 利用乾坤诀 就能将阴魂收入到容器当中 我一把抓住桌上的香炉 他不想回去 我就得让他回去 乾坤诀正要发挥效果的时候 阴魂带着男子的身影忽然闪烁了一下 等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小木屋 不 你不可能再次封印我 你的法术和那家伙极其相似 你到底是谁 阴魂站在门口 血红的双眼看着我 他在恐惧 没错 他确实在恐惧 而且是发自内心 难道他真的开始已经害怕了吗 还是刚才颤魂诀发生了效果 这才让他害怕成那个样子 不过他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我和之前封印他的人使用的法术 非常的相似 对方会是谁 修老头吗 这种术法只有毛家传人才会啊 当然了 现在除了我之外 如果不是修老头的话 应该就是毛家的上一代传人 这点想都不用想 你跑不掉的 我不可能放你离开 死了这条心吧 我一步步朝外面走去 就算不能将他再次封印 我也不会放他出去维护人间 这个世界坏人确实很多 但就算要惩罚他们 也用不着一个不属于人间的东西来惩罚 阴魂叫我出去 立马就逃 跟住 现在他附身在别人身上 我更不能让他逃出去 他以这个形态出去 会危害多少人我也不清楚 我一出门老王就看向我 小子 你舅舅好像快不行了 你过来看看 什么呀 究竟万分 那是我舅舅 我已经不知道哪头重哪头青了 现在要是被阴魂跑掉 以后会出现多少无辜的生命被迫害 但如果现在我去追阴魂 我老舅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想来想去 现在还是我舅舅比较重要 抛开阴魂 我朝老舅跑了过去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舅舅怎么了 我也不清楚 反正有些危机 让我看看 我把老舅拉了过来 老舅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难见 他这种算是休克 但也有些心脏触动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说 带把手 把我老舅弄到屋里去 在外面也没办法 还是先将老舅弄到暖一点的地方去比较好 现在就算老舅没事 我也想去追阴魂也来不及 只有等到他再次出现了 我不相信这一辈子他不会再出现了 等他再次出现的话 我绝不会放过他 我知道了 这是阴魂做的手脚 他知道你不会放过他 所以对你老舅的身体使了点手段 从而让你不要缠他 把老舅放下 老王气喘吁吁地说着 他说的话也有些道理 看来确实如此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我也不用太过担心 老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危险 等了十来分钟 老舅的情况也安定了下来 这时我才落心 刚才我还在想 要不要现在把老舅送到医院 但后来想想还是得等一会儿 这里可不是城市 这里距离城市最少都有五十多公里 我从这里带着老舅出去 你老舅现在的情况一定熬不了多久 我也不想继续折磨老舅 小子 那个阴魂现在逃掉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问我怎么办 我能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现在阴魂逃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 就算知道 现在我也不能去追 现在我老舅这种情况 要是把他丢在这里也不行 能做的时候等 等我老舅醒过来再说吧 那我们老大怎么办 他现在去什么地方了 一名男子走过来厉声问道 你们别在这里吵 你们老大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有能耐你们自己就去叫 我才没心情和你们浪费时间 虽然他手上有枪 但我现在也不怕 只要他们敢动 我就敢让他们后悔 而且还是终身 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好好休息 老舅倒是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本来这两天就没睡好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老舅已经睁开了眼睛 嘴里喊着要喝水 老舅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拿着水袋给老舅喝了一口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我记得好像被那家伙附身了 看来老舅还是记得这件事 老舅 阴魂已经逃走了 你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太舒服 没有 只是觉得头有点晕 其余的也就还好 阴魂逃走了 你们没抓住他吗 怎么让他逃走了呀 老舅嘴唇有些干裂了 让老舅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老舅 阴魂的事情咱们先放一边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吧 正好现在是早上 外边也不会有危险 不用了 这点小问题我自己能解决 阴魂只是在我的脑海里 留下了一丝气息而已 我只要暂时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过阴魂的事情可不能拖 我看看 现在阴魂有没有在附近 老舅掐着手指 应该是在算阴魂的方位 哎呀 已经不见了 估计是白天的原因 等晚上我再找找看 老舅叹了口气 没事老舅 他应该还会再次出现的 等他再出现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让他逃走 现在你先摇好身体 其余的交给我就行了 我把老舅安排好 出门找了些柴火 今天晚上 肯定又要在这里将就一晚上了 老舅说的也对 现在这个时候绝不能走 等晚上看一下 还能不能发现 那个阴魂的踪迹 百年鬼灵一旦出现 就肯定会围火苍生 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这件事情是因我们而起的 不能让别人 也遭受无辜的对待 还好树林里有不少的干柴 能够支撑我们一个晚上了 这里空气还算不错 老远的就能闻到花香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香 那是什么 从我这个位置看过去 看见了一样东西 好像是黑色的西服 该不会是 放下手中的柴火 我就跑了过去 果然不出我所料 真的是男子 就是被阴魂附身的男子 可是男子怎么在这里呢 阴魂呢 我把男子扶了起来 背了回去 小豆 他怎么 老舅看见我把男子背回来 一脸的疑惑 我也不知道啊 昨天他被阴魂附身 原本不应该在这里 他倒在地上 但阴魂没有了踪迹 明白人也想到 阴魂一定是怕我们 去追查他的住处 所以只好放弃这具肉身 离开了子弟 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看样子 他已经离我们非常远了 这下该怎么办 这下麻烦了 有大事要发生了 我们赶紧启程 将尸体运送回去 现在唯一的方法 只有去找秀老了 我和老王点了点头 喂 这是你们的人 他还活着 至于你们想怎么办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先走了 我指着男子 对那帮家伙说道 他们此时已经被吓住了 看来他们还以为 男子还被阴魂附身着 放心吧 阴魂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了 他现在是个活人 带着他赶紧消失吧 我可没那么多心思 和他们说那么多 只要离开这里 他们是死是活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原本就是劫匪 尽是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就算死了也不足惜 将三口棺材搬到货车上 老王开着车 立马朝目的地赶去 因为路途还有500公里 货车的速度也受到了限制 从这里出发上高速 最少都需要一天的时间 到了晚上 我们在高速服务区休息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直到中午一点才到达目的地 哎呀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三位了 这是佣金 说好的 五万 这是个大户人家 外面放着灵牌 以及丧尸专用的道具 看来家里一次性死了三个人 这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件无比绝望的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八章 叫我尸祖 不用感谢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先走了 做这行的 一般将尸体交给家属时 我们都要检查一下 早在快到达的时候 我和老舅就去后面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异常 不过当我看见尸体的时候 还是觉得有些恶心 有一人的尸体 只能用五码分尸来形容 应该是出了车祸 还好保存了全尸 老王 我们要去找修老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临上车 老舅开口对老王问道 发生这样的事情 和我也有脱不了的干系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这样一来 多少也有个照应 我和你们一起去 老王也决定和我们一起去 这次去找修老头 我还是挺兴奋的 外加有些小激动 这次别让我遇见那个鬼老头 不然我肯定把他的胡子拔下来 上次居然敢吓我 老子又不是被吓大的 回到市里 老王将车放在了家楼下 我们三人打车来到小山口 这里是去修老那儿 唯一的途径 只要翻越两座山 就能到达修老家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这路途中 还有一片大雾区 这个就是鬼老头 弄出来吓唬人的 也不知道他天天整 这些弯门邪道的干嘛 老舅 你说这片大雾 有没有办法除掉啊 我有些跃跃欲试 如果能的话 我还真有些想试一试 能不能将它取除 千万别 小东 这片雾 已经在这里形成几十年了 你要是将它取除的话 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就让它待着吧 我们抓紧赶路 老舅小声地对我说道 我也听了老舅的话 如果说我能取除的话 修老头应该也有办法 修老头没有把大雾驱散 应该也有些道理 里面那么多的阴魂 都是鬼老头养的 我在想 大雾被驱散之后 那些阴魂是不是就会逃出来 因为我们三个都知道路怎么走 所以走起来也就快了许多 原本需要三个小时 才能走出大雾 现在只花了一个半小时 整整节约了一半的时间 只要走出这片大雾 距离修老头家也就没多远了 更具体地说 我从这里已经看到修老头的家 他就在半山腰的地方 我来过一次自然忘不了 来到修老门口 修老正在养植花草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 上次来的时候就看见过 不过都是些我看不懂的 更没看见过的品种 你们几个一起来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修老还特地地看了我一眼 这次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小事还是大事 我们在收拾的过程中 遇到了百年鬼灵 他屡次想要伤害我们 都被小洞阻止了 可是最后 还是没能将他消灭 被他逃走了 以那百年鬼灵的秉性 我觉得他会围火人间 老舅一五一十地 把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修老平静地坐了下来 来 大家也不着急 坐下来 喝口茶再说 修老的态度 显然非常的淡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修老 现在已经不是 喝茶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尽快 将他抓来啊 相比之下 老舅就有些着急 整件事情 都是我们三个惹出来的 作为半个道士的老舅 当然不想犯下这种大错 现在着急也没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不过 我想他会出现的 所以你们也别急 等晚上我再看看 老舅也迫于无奈 只好安静地坐了下来 修老 我找你有点事 能不能过来一下 老舅他们的事情谈完了 现在轮到我了 上次答应过老头的事 我也还记得 修老头和我 走进了木屋 询问我是什么事情 这件事 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啊 不过我还是得说出来 真要算下来啊 你现在得叫我失祖 我先装个逼 反正到最后 修老头就会知道的 哦 这是为什么 修老的反应 只有一或两个字而已 并没有好奇 您老可还记得 上次帮我消除灾厄的时候 我在青铜顶下面 睡了三个小时 那个时候啊 其实我去了几百年以前 我见了毛山道士第一人 也就是你们的祖先 所谓的毛山道法 就是他创造的 什么 你见到了祖先 老头这下安定不了了 这也在我的意料当中 是的 不仅如此啊 我还学了他的本事 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就算您老 也不是我的对手 修老起初脸色 有些难看 估计是我有些 把他看扁了 但我毫不夸张地说 我确实丝毫不比他差 毛山祖先跟我说了 他把这些本事交给我 等我回来之后 让我传授给你们 所以我今天 要和你讲清楚 如果你想啊 我就全部传授给你 修老淡定地看着我 有什么可以让我信任的吗 修老还是有些质疑 其实也不怪他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全然相信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见续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九章 二十年寿命 换我一生平安 哟 我看着桌上的桃木剑 然后将它拿了起来 我想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名叫猎羊 我将猎羊使了出来 这是他们 毛山道法的基本功 修老头不可能不知道 带着一层飞红色的木剑 我将它递给了修老头 这 这 修老头看着桃木剑有些惊讶 现在你相信了吧 不仅如此 我还会颤魂绝 乾坤绝 聚灵术 也就是你们所谓的聚灵镇 大小有四十来种 这些也就是我会的了 其余的还真叫不了什么 小伙子 你花了多久学会这些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刚才你说 你在那里 待了半年的时间对吗 修老头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学会 后来就回到了这个时代 三个月 你确定 修老头再次惊讶 说来也是 如果这要是换做平常人 估计花费一生 都不可能学会这么多 而我仅仅只是花了 三个月的时间 天造之才 天造之才了 之前我还说收你为徒 可现在看看 真是惭愧 真是惭愧啊 学会这些东西 你已经远远超过了我 修老头忽然变得有些感叹 我也不知道他在感叹什么 对了小伙子 毛山祖先还对你说了什么 有没有交代什么话呀 有啊 他说让我转告你们这些后代 毛山道法以虫摸味道为本 让你们将毛山道法发扬光大 重拾昔日的光辉 这些都是当初老头告诉我的 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修老头 好好好 我们这些毛山道士真的有救了 可是 老头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有悲有喜 可是你花了三个月能学会的东西 我这个老头子 估计一辈子也学不会 毕竟我的人生 已经活过了大半辈子了 这点没事啊 毛山老头跟我说过了 他说如果你年纪大了 就让你收个靠谱的徒弟 到时候就让我找你徒弟就行了 找个天赋好一点的徒弟 这总应该没问题吧 其实当初老头也说过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让我本人来传承 可是我可没有那种兴趣 老子还想找老婆 要是整这种东西 我要以后怎么才能找到老婆呀 估计啊 也就别想找了 找个徒弟吗 现在眼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苗子 唯一的好苗子 也就是你舅舅了 不知道他答不答应啊 我去 听见修老头这么说 我差点没吐血 我老舅嘛 哎修老 这可不行啊 我老舅还没结婚呢 你找他怎么行啊 不行不行 你会被我妈打死的 我不怕老舅还怕老妈呢 还是被老妈知道老舅是我徒弟的话 我估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而且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 最主要的是 我老妈知道了 做毛山道士 不能娶妻生子的话 我该怎么办呢 小伙子 这得看你老舅自己的意愿 如果他愿意的话 你也阻拦不了 你只是奉承了老祖先的遗讯而已嘛 修老头这么说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我确实只是奉承了老头的遗讯而已 但我也不能坑害了自家的老舅吧 修老 你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人 我老舅真的不行 而且我老舅的天赋 也不能说很高对吧 最合适的人选就在眼前 可是你不会答应 修老头这么说不就是我吗 这怎么能行 绝对不行 如果只有两条路选择 那我还是宁愿早死早朝生 让我一辈子孤独终老 那是不可能 那好吧 你问问我老舅吧 不过我想我老舅不会答应 现在我也只能祈祷了 祈祷老舅不要答应这个要求 这样一来修老头应该就没办法了 不管到最后他找的人是谁 我只负责交就可以 至于对方要学多少年 那就不是我应该管的事情了 交谈完毕以后 我和修老头走出了木屋 老舅和老王此时在外面喝着冷茶 修老 眼看也快天黑了 现在能不能行了 老舅开口说道 在这些人当中 估计也就我老舅最着急了吧 现在可以 但我有件事情要你去做 你答应的话 我现在就能协助你们找到百年鬼灵 修老你 修老这意思不就是威胁我老舅吗 他到底想干嘛 修老请说 只要我能做到 老舅眼神非常的坚定 我已经开始有些担心 要是老舅被修老套路的话怎么办 我要你做我下一代的传人 怎么样 老头这么一说 我看向了老舅 老舅同时也看向了我 之前我给老舅说过这件事情 老舅也清楚 如果做了修老的弟子 就会跟着我学习道法 我一直在心里祈祷老舅不要答应 修老 你可以让我考虑一下吧 天黑给你答复吧 老舅居然犹豫了 老舅犹豫的意思是什么 难道他真的想答应修老不成 老舅 我给了老舅一个提示 老舅扭过头来对我点了点头 你放心吧 我会仔细斤酌的 老舅看样子有种想答应的意思 老舅啊老舅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啊 那和断送前程有什么区别 你要知道我们家也就你这么一个舅舅了 如果你做了修老的弟子 以后怎么给传宗接代啊 我在心里想的这些 老舅也不可能听见 所以我想了也是白想 老舅一直在沉思当中 眼看就要天黑了 本来我想过去询问一下老舅的想法 可是修老在旁边一直盯着我 让我不要搭话 小老 我想好了 我答应你 做你的弟子 老舅 你 想来想去 老舅最终还是答应了 这算是最坏的结果了 我不知道老舅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老舅是不是因为 想要把百年鬼灵找出来才会妥协 总之我是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好好 答应就好 既然这样 你就把这个接下吧 老头走进木屋 从木屋里拿出了一把宝剑 这 这个是 这不是那把玉剑吗 就是曾经 毛山道士给我用过的那把玉剑 小豆 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嗯 是的 不仅见过还用过一次 这是一把开过光的纯玉剑 曾经毛山道士的配剑 没错 这把剑的名字叫做青玉剑 它能斩妖出魔 每一代船人都会拥有它 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地接受传承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你现在把剑拿着 只要你把剑接下来 那以后 你便是我毛山道士第五十二代传人了 不过 你的导师不是我 你的导师便是你的侄子 如果你可以 把他身上的东西全部学会的话 我会再把我会的传授给你 我忍不住想鄙视老头一把 现在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还把话说那么好听 还说老舅在学习完我身上的本领之后 就会把他会的那些本领 也传授给老舅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章 他离开了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老舅真的能学会我身上的道法 还学他的干嘛 这不没事给自己找事干嘛 行 那我就收下了啊 还请修老出手 帮我们看看百年阴魂在什么地方 修老点了点头答应 然后手上冒出一道清光 等清光消失之后 老头皱着眉头 不好了 两只百年鬼灵聚集到一起了 他们该不会是想融合到一起吧 走 咱们现在赶紧过去看一看 老头的焦虑一定不是突然而来的 两只百年鬼灵 是那个小鬼吗 他们聚集在一起能发生什么事情 刚才老头说的融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 鬼灵和鬼灵难道可以真的进行融合吗 虽然我身上的本事已经超越了修老头 但是要论知识的话 我还是远远比不上修老头 修老头什么也没带 带着我们走出大山 走出大雾 很快来到了市区 他们就在一时是吗 为什么偏偏在这种地方 我开始有些担心 两只百年鬼灵和我有仇 他们该不会是来找我寻仇的吧 说实话 我倒是不怎么担心他们来找我寻仇 我根本一点都不担心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叶子彤 小李 上次那个女娃娃怎么样 尽管那次的事情 对她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修老忽然说出我听不懂的事情 修老口中的女娃娃是谁啊 这 这 这个 老舅看了我一眼 当看见我也在看她的时候 又把头扭了回去 老舅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说 到底有什么事 修老说的女娃娃是不是叶子彤 之前我就发现有那么一次不对劲 老舅之前好几次提到叶子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没有太多的质疑 我也就没有过多的询问 小豆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可以吗 现在我们先把鬼灵找到 不行 时序告诉我肯定是大事 你就跟我说吧 老舅 不然我是不会同意 你做茅山道士的传人 就算是我逆天而行 不遵循茅山老头的遗愿也行 小豆 别和我说 这可是茅山老祖先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怎么了 我就这样说话 曾经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 我才不管他什么茅山老祖先 只要我不愿意的事情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给面子 除非老舅你把事情告诉我 现在老舅不说还好 说到这里啊 心里总是觉得不好的 在叶子彤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吧 既然你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那我就告诉你吧 不过 你也不要太过激动 之前你不是在青铜顶沉睡了几个时辰吗 后来有个声音传到了我们耳边 是无面鬼差 你说 你正在暗和回来的路上 如果我们想让你回来的话 必须有真诚的友谊相助 才能回来 真诚的友谊 无面鬼差指的是什么 是和叶子彤又有什么关系 我听得有些懵了 就算真诚的友谊好像也轮不到叶子彤吧 他和他时间能有什么友谊啊 他说 如果没有真诚的友谊 那就需要至爱之人二十年寿命作为代价 所以 所以 所以什么呀老教 你别告诉我叶子彤在我身上 花了二十年的寿命啊 我只觉得我整个人的世界都变了 满脑子都是叶子彤 是的 其实子彤心里一直都有你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以二十年寿命作为代价 让你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不 不会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叶子彤怎么会喜欢上我 小偷 你怎么了 别吓老教 一段段的回忆 一段段的刻骨铭心 从我认识叶子彤的那天开始 我还记得那是我和老舅第一次去执行任务 叶子彤就那样站在公安局的门口 看见叶子彤的第一眼我就认定了 以后要找这样的老婆过一辈子 后来经过了一次次的见面 一次次的生死 一次次的危险 我是彻底喜欢上了叶子彤 彻底的爱上了这个女孩 那个让我一见钟情的女孩 去了阴间 因为这种爱实在让我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就选择了忘记 忘记了那个让我痛苦的叶子彤 剧烈的头痛过后 我脑子算是彻底的清醒了 老舅和老妈他们说的没错 我和叶子彤确实认识不假 现在我真的明白了 子彤 子彤 我不顾一切地从地上爬起来 现在我任何事情都不想去管 我只想找到叶子彤 我只想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算那个时候他真的喜欢我 也用不着为我浪费二十年的寿命 这样一点都不值得 小豆 不管老舅怎么呼喊 我已经认定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只想去找叶子彤 只想找到他 把我很久没有敢说出来的话说出来 来到路口我直接打了一辆车 直奔叶子彤家 现在这个时候叶子彤应该在家 师傅 能接下你的电话吗 记忆恢复 我连叶子彤的号码也能清晰地记在脑海里 师傅人很好 他把电话递给了我 电话响了几声 然后接通了 喂 子彤 你在什么地方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一点 不能让他发现任何的破绽 因为我怕如果他发现这个情况不敢出来见我 我在家 怎么了 好 你等着我啊 我马上过来 千万不要走 我现在过去 挂了电话 车子飞速奔向叶子彤家 十大分钟的时间 我就来到了叶子彤家楼下 刚下车我就看见了叶子彤 他快速地从里面跑得出来 子彤 我现在没时间 橘子里有任务 回来再说 叶子彤对我冷冰冰的 我实在想不出来 这样一个对我冷冰冰的女人会喜欢上我 会宁愿在我身上花费二十年的寿命 不行 子彤 我有话对你说 必须现在 我一把拉住了叶子彤 松手 我现在没时间听你说 我现在必须要去橘子里 叶子彤看起来好像非常不想看见我的样子 子彤 是不是我舅舅给你打过电话了 我知道了 我已经全部知道了 你不要骗我了 马晓东 你别跟我在这发疯 我现在有急事 我们俩的事 等我回来再说 你老舅没给我打电话 就这样 叶子彤猛的一下甩开了我 临走前还看了我一眼 不对 叶子彤的眼神有那么一丝不对劲 一定是老舅给叶子彤打电话了 子彤 我连忙追了上去 但叶子彤拔腿就跑 叶子彤你还要往什么地方跑 你跟我回来 他根本不听 只知道往车子的方向跑 我也跑了过去 但他上车之后就关了车门 我想到车头拦着他 可他发动车子猛的一下就窜了出去 根本不给我任何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一章 叶子彤的父亲 什么 到底为什么叶子彤这么做 老天 我是做错了什么吗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 浑身好像没有力气一般 我瘫坐在地上 感觉整个星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事情总不会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 永远不会让你好过 以前叶子彤明明喜欢我 可他从来没有说过 可我不也一样吗 我害怕尴尬 害怕得不到就会失去 所以我就没有那股勇气把这些话说出来 所以我才拖到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 老天为什么又要让我知道一切 这对我来说是折磨 对叶子彤来说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无面鬼差 对 就是他 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 叶子彤也不会为我做那么大的牺牲 如果不是他 我也不可能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无面鬼差 你跟我出来 今天要和你同归于尽 你跟我出来 我对着天空大喊 想把无面鬼差叫出来 无面鬼差 你给我出来 你有本事做事 就没本事出来是吗 上次你把话说得那么好听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可我不管怎么叫 无面鬼差就是不肯出来 或许他是没有听见我的呼喊了 随着天空一道巨雷打响 我整个人脑子一沉 眼前忽然一闪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醒过来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 现在住在医院里 老舅他们也在 一个个个都看着我 老舅我怎么了 怎么把我送到医院来了 我坐了起来 老舅扶了我一把 小豆 你昨天无缘无故 晕倒在小区门口 我们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你在那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经过老舅这么一说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我之所以会晕倒 好像和那道巨雷有关系 可是天空中为什么会出现 一道巨大的落雷呢 是专门针对我而来的吗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头头 对了老舅 子彤呢 他怎么没来啊 这里只有修老老王老舅三个人 根本没有叶子彤的身影 他 我们也不知道 他说暂时的情况下 不会和我们联系 让你也别找他 什么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昨天他是在逃避我 他不想面对我 所以他就先逃走了 老舅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给他打过电话 是不是你让他离开的 这里只有老舅知道 叶子彤的电话 不是他打的还会有谁 小豆 老舅这么做 是为了你好 叶子彤现在也没有 那股勇气面对你 所以我想 还是先静一静吧 老舅对我叹了口气 什么为了我好 这不是放屁吗 老舅 你说你是为了我好 你为什么说是为了我好 你知道你这么说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你这么说我多不负责任吗 如果因为这样 我和他就要断绝一切关系的话 那我和烂人人渣又有什么区别 我利用了人家 利用了人家二十年的寿命 就为了能够让自己活下来吗 越想我也觉得自己可恶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我这样的人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算是个好男人 但现在发生了这么多让我难以接受的事情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自己了 小豆 你也别想太多了 子彤他有自己的想法 等他想清楚了 就会回来见你 这段期间 你就好好待着吧 现在我根本听不下去任何人说话 包括老舅 我只能埋怨自己 为什么不能早点发现 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叶子彤也喜欢我 以前我总以为自己的直觉非常的准确 我非常的自信 凭借自己的感觉 能够知道叶子彤对我有没有意思 可是现在呢 我的直觉 那也仅仅只是狗屁直觉 老舅 我想静一静 你们先出去吧 有什么事我会叫你们的 老舅他们出去之后 我拿着手机 给叶子彤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对面传来了关机的声音 看来叶子彤存心不想和我联系 早知道昨天我就算被他撞死 我也要把他留下来 之前网络上流行的非常之多的伤感流行语 那句话正是我想说的 错过了也就真的错过了 毕竟人生不可能从头再来 世间也没有后悔要这种东西 我彻底的错过了 如果早在叶子彤喜欢我的时候 我及时发现的话 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更不会让他白白给我浪费了二十年的寿命 无面鬼差 有种你就出来 别藏着叶子 如果你不出来 那么之前我们的约定就取消 我会把亡人之主杀了 我会把你们阴间搞得鸡犬不宁 我在心里安自做下了决定 要是无面鬼差再不出现 要是让我遇见小鬼 我才不会遵守和无面鬼差的约定 到时候我会将小鬼直接杀掉 反正不会给我带来麻烦 我要的目的只有一个 报复无面鬼差 反正我做错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再做错一件也没什么大不了 凌晨 我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老舅他们还在外面坐着 不过一个个都有些犯困 除了休老 我走了出去 休老 我想出去一会儿 别惊动老舅他们啊 小盒子 你想去什么地方 你这样做 你老舅他们可是会担心你的 你可别乱跑 我知道 我不会乱跑 我先出去静一静 没事 不会出什么事的 说完我就离开了 休老是个知青重的人 所以他应该不会给老舅说 我离开的情况 况且我还有东西在医院里 根本用不着担心 出了医院大门 我想也没想就打了个车 再次来到叶子童家楼下 叶子童家那层黑漆漆的 看样子根本没人在里面 来到门口 我将叶子童交给我的钥匙 塞了回去 之前我对叶子童说 我不会拿着这把钥匙来他家 可是现在我却进来了 那种心情无法阻挡 我只知道我需要进来 进来看看叶子童是否健在 家里和之前一模一样 干净整洁 我走到了叶子童的卧室 叶子童的卧室 带着一点淡淡的芳香 很醒鼻 这里就是叶子童 每天睡觉的地方 与其在医院里睡 我还不如在这里睡 至少能让我有一点念想 我真希望叶子童能够回来 如果叶子童在这个时候回来 打死我也不会让他再离开 他为我牺牲了太多 我心里 这才明白 睡着睡着 居然听见客厅大门被人打开 并且关上 难道真的是他回来了吗 我穿着鞋跳了进来 将卧室的门打开了一个门缝 可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 有人从外面也在推 我后退了两步 门被打开的时候 一名中年人出现在我眼前 中年人也被我吓了一跳 你 你是谁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中年人指着我 又惊慌又害怕 我 我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难道我给人家说 我是叶子童的男朋友吗 如果这是他的家人 该怎么办 好了 不用说 我也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不是 就是马晓东啊 他居然知道我叫什么 叔叔你好啊 请问你是 我是子童的父亲 过来给他收拾东西 叶子童的老爸看了我一眼 然后走到衣柜前面 将衣柜打开 叔叔 子童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要去哪里啊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要是失去这次的机会 也许我就真的再也看不见叶子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二章 原来凶手就是老板娘 紫童他不让我告诉你 我作为他的父亲 也不怎么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 你还是死心吧 不过你小伙子 我也听说过 为人还可以 尽管这样 我觉得你和我女儿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还是死了心吧 我知道 我知道我配不上紫童 可我现在只是有些话想对他说 求叔叔你告诉我 只要让我见他一面就行了 可以吗 叶子童的父亲摇了摇头 紫童不会答应的 他准备离开了 你也不可能找到他 一辈子也不可能 叶子童要离开了 他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我现在该怎么办 小子 你手上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把它交给我吧 这也是紫童说的 叶子童的父亲把手伸向我的面前 我慢慢地把钥匙拿了出来 虽然不想给 但给我要钥匙的是叶子童的父亲 如果我不给的话 会不会惹他老人家不高兴 算你小子实相 忘记我女儿吧 你们没可能的 叶子童老爸拿着叶子童的东西便离开了 当他关门的时候 我还听见他将钥匙插入门孔的声音 居然把门反锁了 叔叔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跑过去用力拍打这房门 原本我想跟踪他的 可是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等明天 会有人过来给你开锁的 家里也还有些吃的 你就将就一晚上吧 不要 为什么一点机会都不留给我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 为什么要让我独自一个人承受这些 叶子童为什么那么狠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为了我做了那么多 难道连让我弥补的机会也不给我吗 我倒在门上 慢慢地滑落下去 心里纵失有千百个不愿意 但也改变不了事实 叶子童那么狠心 这笔让我失去五十年寿命 还要被伤 这笔杀了我 还要让人难以接受 我只记得 我在地上坐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外面发出了声响 门被打开了 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走进来看着我 我也没多看他 昨天叶子童老爸说过了 今天早上会有人过来给我开门 想来应该是他没错 你们小姐呢 走了 男子点了点头 这是叶家的保镖没错 小姐走了 他临走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把镖将房门的钥匙递给了我 我把钥匙接了过来 心中除了绝望之外只有绝望 我想放声大哭 可我却哭不出来 先生 小姐让你忘了他 重新找个人好好生活 男子说完关门走了 呵呵 让我重新找一个人 真的能做到吗 如果能做到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可我做不到 这辈子除了叶子童之外 我谁也不要 我从地上爬起来跑了出去 追上保镖 等一下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你们小姐 告诉她 我会再一次次等到老 等到死 永远等她回来 她不回来 我一辈子不娶 麻烦你了 说完这些话 我还朝男子口袋里塞了一千块钱 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如果叶子童没收到这些的话 也许我们真就一生注定错过彼此了 做完这一切 我返回医院 来到医院时 老舅他们一个个看着我 我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 怎么样 现在心情好点吗 不好能怎么样 昨天你们不是说要找那两个百年鬼灵吗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我问这话的时候 老舅用很奇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估计是在想我是不是想不开了 我确实想开了 但不是因为我想帮老舅他们找到那两个小鬼 而是 我想找到小鬼 将他灭了 我就不相信无面鬼才不出来 只要等他出来 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我会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现在还没消息 不过修老说了 他们就在一直是 一直藏匿着不肯出来 修老 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们吗 他们隐藏起来你就找不到了吗 我看向修老 现在我们这些人当中 也只有修老有这个本事了 反正我是没有 根据现在的情况 只能等 等有大事发生 就知道他们在哪个位置了 修老的结果也让我有些心寒 虽然我知道迟早会把他们揪出来 但我现在就想要把他们抓出来 我现在就想把无面鬼才抓住 小刀 你别着急 你能恢复正常 老舅很欣慰 但你也别想着用工作来忘记一切 这种事情靠的 只有循序渐进 方才有效果 老舅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但我现在根本做不到 我不可能看着我心爱的人 一步步走向死亡 浪费了二十年的寿命 或许叶子童还能活到六十岁 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够了 我只需要叶子童能够在我身边 我不管他和我有着什么样的差异 这辈子我只爱这个女人 我也只心仪这个女人 老舅 你给我办理一下出院手续吧 我不想待在这里面了 我看向老舅 老舅也对我点了点头 现在的我已经没什么大事 根本就没什么大碍 办理好出院手续 我和老舅回到了家里 一到家里我就去收拾东西 小豆 你要干嘛 去什么地方 老舅走过来一把拉住我 估计他也有些担心 我会做出什么事 老舅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做傻事 我想去叶子童那里住段时间 你别不答应我 现在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我对不起叶子童 但我想为他守护好他的家 小豆 你得赶紧走出来呀 好吧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也不拦你 不过 你得时常和我保持联系 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得给我打电话 我对老舅点了点头 收拾完东西就离开了 在这期间 我去了一趟公安局 上次那件事 我也不知道处理得怎么样了 还是得过来问一问 一到公安局 我便拉着一名警员询问 因为这段时间我经常过来 这里的警员也都认识我 上次那件事情 解决了 还是叶警官解决的 你别说 真神了 叶警官最后 以奇妙的手段 找到了杀人凶手 真正的杀人凶手 是谁啊 这件事情居然是叶子童 独立解决的 这么说 我又欠下他一个人情 没办法了 我欠叶子童的实在是 太多太多了 杀人凶手 不就是那个工地上的老板娘吗 工地上的老板娘 我突然就醒悟了过来 当初老头给我说过 和我见过一面的女人 那个工地上的老板娘 不就和我见过一次吗 居然是她 我忍不住有些愤怒 然后再询问 工地上那个老板娘 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 现在关在第一女子监狱里面 可有好日子过了 杀了这么多人 少说也是无期徒刑 重则那就是死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课 欢迎收听 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263章 阴魂的动向 已经被关押了 我还以为她已经逃掉了 要是被我逮到她的话 一定会把她杀了 行了 谢谢小哥 我就问问 我拿着东西就离开了 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就再好不过 来到叶子佟家 我将东西放下 顺便打扫了一下卫生 其实这里本来就干干净净的 根本就不用打扫 将房间里里外外地收拾了一下 老舅这时打过来了电话 让我过去吃饭 我也没拒绝 第一天搬过来 我还没理清楚头绪 所以打个车就回家了 来到家里发现 老爸老妈居然也在 肯定是老舅弄的 老舅把老爸老妈弄过来了 小冬啊 你过来了 你老舅说你现在住在别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呀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舅舅欺负你了 没有了老妈 你想多了 我就是过去帮别人看家而已 他出了趟远门 我还会回来的 再说了 我和老舅这么好的关系 已经称得上是兄弟了 他还敢欺负我呀 臭小子 胡说什么呢 我可是你舅舅 你什么你的兄弟 老子一会儿眼光 老舅笑着对我说道 我知道老舅的心意 他一定是想让我放松心情 一定是想让我暂时忘记那些事情 可是这事情不是说忘记就忘记的 我自己有直选 如果说真的只能选择忘记的话 或许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只有等我死了 等我再到孟婆面前 才能把这一切忘记 你们俩少给我拼嘴啊 虽然你舅舅只大你几岁 但你们俩千万不要给我吵架 要是被我发现的话 你们俩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其实我挺感谢老舅的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好 我也感谢他对我那么好 今天他把老爸老妈叫了过来 也是为了我 现在看见老爸老妈还健在 已经是我一生之中最开心的事情了 晚饭的时候 我和老舅喝了两杯 老爸老妈晚了说要走 我把他们留了下来 反正现在我也不住在这里 也住得下他们 爸妈 这儿虽然小 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啊 绝对能够住得上你们 你们就尽管住下吧 没事的啊 哎 难得我们小冬一片好心 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拒绝 好吧 我们就住一个晚上吧 等明天早上起来就离开 今天晚上你也能好好陪陪我们二老 就是嘛 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 能够真正让我忘记叶子彤的 估计也只有我的家人了 只要有他们在我身边 我就不敢表现出那种心情 我不怕让他们知道 但我怕他们会担心 对了小冬 上次去我们家吃饭那个女娃娃呢 她今天怎么没在啊 我听你老舅说 你们正在谈恋爱呢 这是真的吗 我和你妈就瞧得中那个女娃娃呀 老爸忽然戳中了我的伤口 老舅也皱着眉头看着我 老爸老妈别说了 我和他暂时也没什么进展 以后有了进展再说吧 人家有钱 咱们是小户人家 意义不一样 你们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我把话说在了前面 如果叶子彤能够回来 我绝对会娶她 不管怎么样 不管有多少人阻止我们 都是没有用的 我马小冬一旦决定了事情 那就没人能够阻止 就算叶子彤的家人也不可以 可是叶子彤如果从此不会来了 我再也找不到她的话 我现在把话说开也是白搭 这样只会让我老爸老妈焦虑 唉 我还说我和你妈 就瞧得上那个女孩子呢 人家确实是挺好的 不过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也别强扭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是时候该谈婚论嫁了 如果那个女娃子不跟你的话 老爸老妈就帮你张罗吧 老爸千万别啊 我现在暂时还不想 而且我和人家正在发展过程中呢 要是我现在就跟人家说这些 那岂不是渣男啊 你们也不想你们的儿子是这种的人吧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张罗什么了 我接受不了那种事情 我连忙摆手 老爸老妈就属于那种说动就动的人 我真有些担心 他们真的给我张罗怎么办 我是接呢还是不接呢 不接的话 那是我爸妈给我安排的事情 不接会伤了他们的心 可是接了也是浪费时间 我心里只有叶子彤一个人 其余的也装不下去 让我花费这点时间去浪费 我才没那么多险心 瞧你小子 我只是说说 虽然你到了结婚的年纪啊 但是你自己把握就行了 年纪不要拖到很大就可以 老爸老妈他们的提醒我会全部记在心里 但是让我谈婚论嫁 现在的我还做不到 我和老爸老妈聊到了很晚 第二天老爸老妈就走了 而我也回到了叶子彤家 老舅偶尔时不时的也会过来看看我 会给我带点吃的 小冬啊 你也别太伤心了 如果叶子彤真的不在意那些 迟早他都会回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谁知道叶子彤是怎么想的 或许叶子彤是不想祸害我 毕竟他的寿命整整缩短了二十年 老舅 你说叶子彤丢失的那二十年寿命 能不能帮他要回来 如果能够要回来的话 或许叶子彤就会回到我身边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只有问无面鬼差才知道 不过这些都只是想法而已 毕竟那不是老舅能够决定的 就算是无面鬼差自己 或许也不能决定吧 减少寿命和增加阳寿 可不是一般的小事情 一般来说无面鬼差应该也管不了 照这个说法 那叶子彤的阳寿是谁捡的 阴间的判官吗 或者说明王 也只有这些人有着这样的权利吧 我和老舅聊着聊着 叶子彤家的门响了 这个时候会是谁来 难道是叶子彤的家人吗 我走过去将房门打开 修老舅站在门口 修老 你怎么在这里啊 别说了 我找到他们了 现在跟我来 修老的话让我立马提起精神来 我和老舅相互点了点头 随着就跟修老走了出去 这次真的发生了大事情了 这种情况也只有他们能够办到了 发生什么大事了修老 能让这个老古董皱着眉头的事情 一定是什么大事情 我觉得应该不会简单 去了就知道了 整个村子的人都死了 什么 怎么回事啊 怎么死掉的 我有些惊讶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用不着修老头给我说 我也能够猜想 这种事情只有实力强大的阴魂 才能做到 刚才发现的 我过去看了一眼 情况不容乐观 他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老夫估计也难以对付 所以还得你出马才行 修老头看着我说 如果真的是他们干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你放心 老舅整个人已经阴了下去 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些自责 当初要不是因为他 也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老舅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老舅 现在还不了解情况 你也别太过自责 我们先过去看看情况吧 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样 老舅就算再多愁善感也没用 很快我们三人就来到了城市 北湖对面的一个小村子 这个村子有些相当大的潜力 因为它靠近城市边缘 这里的人迟早也会成为爆发户 但今天却遭遇了灭村的危机 走过去 周围已经拉起了重重的警戒线 是市公安局的人 李局长也在 李局长 现在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老舅走过去和李局长打了个招呼 这次公安局来了不少人 我一直在这些人当中 寻找着叶子彤的身影 但他们除了一个女警官以外 没有其他的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老虎下山 制作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264章 图村 哎 太悲惨了 整个村子的人都没有了 到底会是什么人做的 李局长脸色难看 这件事情 肯定会被上面的人知道 整个H市的治安 一直都是李局长他们在负责 现在村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李局长怎么也推脱不了干系 李局长肯定在担心这个问题 李局长 这件事情不简单 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啊 这样不太好 这次的事情太大 如果我私自放人进去的话 上面查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交代呀 李局长也在为难当中 事情闹到这不田地 要想瞒天过海那是不可能的 发生了这种事情 谁不想自保 哎 李局长 你放心吧 这些事情啊 我们会帮你查清楚 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了 你就信不过我吗 现在也知道把事情查清楚 才能确保你的安全 好吧 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没什么理由阻拦你 不过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一会儿上面的人会下来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已经脱离了李局长的掌控范围 所以当他接到消息的时候 立马通知了上面的人 并且将周围全部封锁了起来 得到李局长的允许 我们三个走了进去 临走前 我对着李局长说了声谢谢 其实我还挺想问一句 李局长叶子童去了什么地方 不过我想我就算问了 李局长应该也不知道 就算他知道 估计也不会告诉我 与其多说废话 与其浪费口舌 我还是得听天由命 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整个村子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周围全是血迹 还有些拖拉尸体的痕迹 一进村子到处都是 横七竖八的尸体 好残忍啊 如果不是阴魂弄的 我真想不出来 谁会有这么狠毒的手段 还有谁会这么狠心 是啊 不过看这情形 应该是阴魂搞得贵 周围没有任何漂浮的灵魂 可想而知 他们的灵魂 已经被人抽走了 修老头一眼就看出来 他们的灵魂是否还在 我就做不到 所以真比较下来 其实我和修老头 还是有些差距的 至少我懂的东西比他要少 我一直都炫耀的 估计也只有我身上这些道法呢 你们看 这些尸体脸部 大部分呈现抽搐状态 有些人应该是 半夜睡觉的时候被杀的 有些人 经历了激烈的反抗 最后才被杀的 能够悄无声息将人杀死 并且不留下任何痕迹的 估计也只有阴魂了 老舅蹲在地上 随意地检查了两具尸体 这时 李局长从外面走了进来 怎么样 查到什么了 李局长 这下可麻烦了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就告诉你吧 这些人 都是被阴魂杀死的 而且我们三人都认识 他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阴魂 两具阴魂 实力非常的强大 只见李局长皱着眉头 看着我们三个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 那我这工作 可就保不住了 看来李局长 自己也非常的清楚 因为如果真的是阴魂的话 那是查不出来的 就算给人家说了 人家也不会相信 所以到最后 李局长的工作 还是保不住 李局长 你也不要着急 如果能找到证据的话 我想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阴魂逮到 只要逮到他们 就能找到证据 老舅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该不会想 把阴魂拿到公安局去吧 这样只会对社会造成恐慌 本来鬼神传说 就只是道听图书而已 现在冷不丁地 让这些人看这种东西 以后社会还会安宁吗 老李 我的事情可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能帮我渡过难关的话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人情的 李局长 我们俩多少年的关系了 你能放我们进来 就是信得过我们 况且上次小侄的事情 不也是你出手帮的忙吗 所以你就别跟我说 那么多感谢的话了 老舅这不是白白地 捡了人家一个大人情吗 就算不帮李局长的忙 我们也会将阴魂找出来 现在只不过多加了一件事情而已 行 如果需要什么我们警方能做的 就尽管开口 我们全力配合 此时的李局长估计说东 他不敢往西走 抓住这点事情 我朝李局长走了过去 哎李局长 我想问您一件事啊 就是您知道叶子彤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我说话的同时 眼睛也盯着李局长 看看能不能从他眼睛里 看出一丝谎言 子彤吗 这个 李局长犹豫了 而且非常的明显 说实话 我也不能跟你说 因为叶子彤家里 过来打过招呼了 让我们所有人都不要说出去 看来李局长真的知道 叶子彤去了什么地方 李局长 你告诉我吧 告诉我 我马晓东在这里保证 如果你的工作丢了 我马晓东用我的性命换给你 我只想找到叶子彤和他说两句话而已 这 李局长看向了我老舅 我老舅也没有多说话 只是叹了口冷气 好吧 我告诉你吧 子彤他们被调到总部去了 严谨 你千万不能和任何人说 是我告诉你的 叶家那里也是非常麻烦的 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伤 叶子彤被调到这么远的地方 而且就算我去了 也不一定能够找到他 李局长你别介意啊 我那并不是威胁你 我只是很需要一个答案 你放心吧 你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我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忙找出真凶的 小头 老舅忽然对我喊了一句 你千万不要想着现在去找子彤 现在就算找到他 也是徒劳无功 等过一段时间吧 如果他还不回来的话 我也不会阻拦你 到时候 你若是真的想去找他 那你就去吧 我对这老舅点了点头 刚才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如果我去找叶子彤 先不说他会不会见我 就算见了我 以我目前的状态 我能说些什么呢 我能做些什么 况且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要把小鬼找出来 还要把无面鬼差找出来 找他问个清楚 如果能将叶子彤的生命要回来 那就再好不过了 老舅 我们出发吧 修老头掐着指头仔细一算 又不见了 这两个家伙非常的聪明 根本找不到他们的气息 大晚上的 应该也能发现他们才对 修老头还是一无所获 我也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 早知道当初就让老头 教教我这方面的本事了 我相信只要老头在这里 很快就能知道他们的位置 不过想法很天真 现实却很残酷 李局长 我们先离开了 这些尸体也可以处理了 我们已经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了 等有消息的话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随时保持联系 李局长再次说着 拜托我们的话 送我们走出了村子 修老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 这种事情应该还会发生 到时候 情况会更加严重 老舅所担心的 也正是我担心的 现在已经出现过一次 这种情况了 两只鬼灵图村 这件事情一定闹得沸沸扬扬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我最担心的是 两只鬼灵会做出 更过分的事情 去别的村子 继续图路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续 欢迎收听 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五章 阴魂来了叶子童家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还会继续图路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 时常监视着异象 杜绝这样的情况 再次发生 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说得多么的容易 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想要杜绝这种事情 除非能够找到他们的方位 不然这种事情 怎么去杜绝 回到家里 我们三个人默默不语 一句话都没说 大家心里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现在情况已经到了 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了 大家都有些担心 彼此担心的问题 还会再度发生 老舅友修老 我先离开了 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 我站起来 现在留在这里 愁眉苦脸也不是办法 留在这里也是在想办法 回去也是想办法 我还不如回去想 走到叶子同家门口 我将门打开 顺便打开灯 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幕 彻底让我愣住了 家里乱成一片 原本整洁的一切 变得乱糟糟的 而且大部分的家具都坏掉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看样子也不像是禁了贼 唯一能解释的只有一个 百年鬼灵 是他们来过了吗 我拿着手机 联盟拨通了老舅的电话 老舅和修老 迅速地赶了过来 小豆 你检查过家里没有 老舅也愣住了 检查过了 没什么一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就是他们来过了 想不到这两个家伙 这么嚣张 而且我也有些想不通 为什么会来叶子彤家 按道理他们只是 和我有仇而已 要去也是去我们家 不对 老爸老妈 我突然反应过来 那两个家伙 会不会去找我的爸妈 虽然小鬼答应过 无面鬼才不去招惹我的家人 但是另外一只鬼 可没这样的觉悟 我连忙拨通了老爸的电话 结果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小豆 怎么了 老爸的声音传了过来 听下老爸的声音 我也算是放心了 老爸 今天晚上家里 有没有什么事情啊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出现 虽然知道老爸老妈没事 但我心里多少 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小鬼他们 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有啊 怎么了 出啥事了 没怎么 只是忽然有些担心你们而已 没出事就好啊 明天我回去看你和老妈 我连忙挂了电话 想来今天晚上 他们两个不会再有所行动了 每天晚上都有事情发生 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把房门锁上 跟着老舅他们离开了 第二天花了点钱 请了个零食工 把家里整理了一下 完事之后 我就和老舅回了趟家 老舅知道我心里不安定 也不放心 所以今天一早 他就准备了好东西 一到家里老舅就在忙活 他将家里布置了符纸 不过都是隐藏起来的 毕竟这种东西 也不敢让老爸老妈 他们看见 看见了肯定不好 小东啊 你和你舅舅今天回来 怎么这么奇怪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老妈把我拉到阳台 开口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事 老舅干的这行 你们也知道 时尚会做一些阴邪的东西 前两天老舅就把一个脏东西 放跑了 老舅担心会来找你们麻烦 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顺便防范一下 没事啊 你们也不用太过紧张 如果说任何事都没发生 那是假的 爸妈虽然没文化 也不是字 但他们不傻 我说没事 他们是绝对不信的 毕竟看见老舅 一直在家里忙活 还有些鬼鬼祟祟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嘛 嗯 那你们自己也得小心一点 别被那些东西给沾染上了 这点你就放心吧 那些东西啊 要是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绝对早就出现了 他们就是不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才会一直躲躲藏藏 我和老舅找了他们 好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 我说的话不全都是假的 有脏东西是事实 找了他们一段时间也是实实 而且他们本来就不敢 在我们面前出现 要是他们敢出现的话 我和老舅还用得着这样吗 早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老舅弄完了吗 能有保障吗 这些东西 都是今天早上师父给我的 不会有问题 他们要是来了 我会第一个知道 阵法已经和我有了 解密的关联 虽然不能一直抵挡 但最起码 能抵挡两三个小时 老舅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只要有保障就行 叶子童现在不在 我也不用担心 能让我担心的 也就老爸老妈他们两个了 只要他们两个没出事 我就毫无牵挂了 弄完之后 我和老舅匆匆忙忙回到家中 老舅回家 而我则去了叶子童家 家里的事情还没弄完 我得去看一看 那些损坏的家具 还能不能修复 要是修复不了的话 我就惨了 叶子童家那么豪华 要是被破坏了 就算我打一辈子工 也还不起 更别说我身上的一星半点 回到家里 家门口围了好几个人 叶子童的老爸居然也在 叶叔叔 你也在哪 小伙子 你真的住进来了 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 今天一大早 有人打电话给我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我昨天晚上过来 一看就变成这样了 不过叶叔叔放心 我一定会负责任的 那可不是吗 就算叶子童 不是我心爱的女孩子 该负的责任 我也一定会负 毕竟我一个人住在这里面 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和你没关系 房子是子童的 你也不用负责任 只要换套家具就行了 不过我先说好了啊 要不是子童 给我打电话招呼过 要不是子童 给我说过 让我不要为难你的话 我也不会让你住进来 你住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里面的东西 一定要云风不动 以后子童 要是那个 以后有人住进来 要是少了什么啊 我可饶不了你 叶子童的老爸 刚才说子童 他的意思是说 叶子童还会回来吗 我有种想问清楚的欲望 可是我又退却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问 也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问清楚 那是叶子童的老爸 就算他知道 也不可能告诉我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叶子童家 便换满了新的家具 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昂贵 这件事情 叶子童知道吗 他会不会担心我 他会不会 现在也在附近呢 要是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但记住我说的 千万不要让我 把你赶出去 这次发生了这种事情 叶子童的老爸 应该非常生气 我想要不是叶子童 走之前交代过 叶子童的老爸 也不可能让我 继续住在这里 家里忽然焕然一新的 感觉就是不一样 不过这一切 都必须是有钱 才能做到的 整个晚上我都没出门 我想看看 他们会不会再来 不过这次 他们很聪明 没有冒冒失失地跑过来 可是昨天晚上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 难道知道 我和老舅 他们会去村子里 查看情况 所以才会过来 叶子童家里捣乱 但是他们另一方面的原因 是不是过来加害叶子童 从而发现叶子童没在 所以就破坏了家里呢 胆子也是够大的 要是再过来的话 绝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我躺在叶子童的床上 脑子里想的全是叶子童 他的模样 他那冰冷的脸庞 还有他时不时露出的笑容 都是那么迷人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了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266章 H是地脉 直到什么时候睡着的 我都不清楚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老舅又来了 他把准备好的早餐 放在了客厅里 并且给我留了字条 让我吃完以后 去一下家里 今天天气还算不错 阳光明媚 不过相比之下 我的心情 却有些跟不上节奏 回到家里 修老也在 老王也在 他们怎么全都过来了 老舅 出什么事了 怎么全都在啊 一般来说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 他们应该不会去过来 所以当时就给了我 一个危险的信号 修老有话说 老舅说完之后 转头看向修老 修老 人已经到齐了 你可以说了 老舅也坐了下来 修老点了点头 鬼灵图村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吧 怎么样 大家有什么感想 修老看向我 他这是在问我的想法吗 我能说我现在 什么都不敢想吗 这种事情 我可是第一次遇见 我又能有什么想法 修老 你直接说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了 老舅一口插了过去 还是你小子懂我呀 行吧 我就给大伙说一说吧 昨天回去的时候 我查了一下 整个H室的具体地形 发现这H室 有四块风水宝地 这四块风水宝地 从地下是相接的 下面千丝万缕 对阴魂有着辟邪的作用 历代年来 都是村子里的人 在保护着地底的脉搏 鬼灵图村 估计和这件事有关系 之前我有些想不通 为什么那只小鬼的实力那么弱 就是因为被这地脉给压制住了 现在小鬼肯定是想利用 另一只百年鬼灵 破坏地下的脉搏 现在过来找你们 就是想给你们说一下 看这情况 我们必须出动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让那些鬼灵得逞 修老头说了那么一大堆 我算是听懂了 修老的意思不就是想说 让我们去守护那些村子吗 还用拐弯墨小说那么多吗 修老 你是说 现在四个村子 已经丢失了一个 我们需要守护好 接下来的三个吗 对的 不过光靠我们的实力 是没办法守护的 在场也只有他 能够和两只鬼灵对抗 现在 就算是老父我 估计也没有那种实力了 我打算把那些人 全部召集到一块 齐力对付他们 不过他们现在 还在来的路上 应该明早才能过来 今天晚上 我们四个人 只能凑合一晚上 他们不行动的话 就没事 如果一旦行动 我们誓死 也要保护村子 整得那么夸张 还要誓死 我的话还好 我有信心 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老头的话也我也放心 就算他不是两只鬼灵的对手 逃跑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老舅和老王 他们两个该怎么办 万一两只鬼灵选择的对象是他们 那他们也只能做炮灰了 老舅你跟我一起吧 王叔跟秀拉怎么样 这个恐怕不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危险性就没多大了 我们四个人的能力足够了 可是现在 有三个村子 我们必须把兵力 分散到三个村子里 我就知道肯定是这样的 按照修老这么说 分开行动的话 不就是我独自一人 修老一人 老舅和老王两人吗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自己 不过我可不希望 老舅有什么危险 修老 就没有什么办法中和一下吗 比如说用阵法 将另外一个村子保护起来 然后咱们四个人分开两帮 修老摇了摇头 这个应该不可能 毕竟那不是一般的鬼灵 如果是一般的鬼灵 还有可能 可是他们两个 都是百年鬼灵 那样做 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只能给我们徒增麻烦 修老的回答让我很失望 现在看来也只能这么办 老舅 你和王叔可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一旦有什么危险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到时候我们会过去支援你们的 放心吧 小豆 你老舅活了几十年 也不是吃素的 如果真遇上什么危险 我和老王 应该能够抵挡一会儿 到时候 你们再过来吧 有老舅这句话在我就放心了 拿上地址 修老让我们天黑之前到那里 而他独自一人先行过去 老舅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先回去一趟啊 等会儿就去目的地 对于叶子童家里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所以得回去准备一下 临走前还戴上了老舅的符纸 他已经给我说过了使用办法 这些符纸都是老头亲手制作出来的 当然比老舅制作的威力要大上不少 准备好一切 我便朝自己守护的区域奔了过去 那里名叫青山村 村子对面也是河流 可谓青山绿水绿树成荫 河边还有凉亭 还好现在是夏天 天气不算凉 我就一直坐在凉亭里 这里便是村子的入口 在这里还能观察整个村子的风景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景点 坐在这里不仅仅能够看见整个H市 还能看见河流 虽然我守在这里 但我没有太过担心 我有自信 那两只阴魂不敢来我这里 如果他们相识的话 但是如果他们想试一试的话 那就从做打算了 或许他们还真有这样的胆子 现在我只祈祷老舅和老王 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其余的都是次要的 整个夜晚 我给老舅打了无数个电话 基本每隔半小时打一次 一直到十一点都没有情况发生 看样子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了 然而就在这时 村子里发出了一声尖叫 什么情况 我连忙往村子里跑 一辆大货车就停在一名妇女的面前 只有短短三十公分的距离 原来不是出现阴魂 是那名妇女差点被人撞了 我就说嘛 要是阴魂真的有心下手 那个女人哪会来尖叫的机会啊 一阵惊吓后 我又回到了凉亭 刚坐下来手机就响了 是老舅的 小豆 他们出现了 赶紧过来 我回了一句 然后匆匆忙忙离开村子 阴魂已经出现在那个地方 这个村子暂时也是安全的 出了村子到公路上 连忙打了个车 往那个方向赶去 我相信修老应该也在赶过去的途中 师傅 从这里到赵武村要多久啊 我心里一直看着时间 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也不知道老舅他们怎么样 我也不敢打电话过去 生怕影响到什么关键时刻 大概还要个五六分钟吧 怎么了小伙子 很急吗 是的有急事 人命关天的大事 麻烦师傅快点吧 师傅没回话 连续挂档 仅仅五秒钟的时间就挂到了五档 然后双手紧握方向盘 速度快到了极致 看来师傅也是性情中人 脾气果然火爆 三分钟的时间 师傅就将我送到了目的地 谢了师傅啊 不用找了 我扔下一张五十块的钞票就走了 原本从青山村到赵武村 只要二十块而已 不过我看师傅人好 所以啊 就多给了一些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继续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267章 神奇的蛋 刚来到村子路口 就闻到了一股香火的味道 应该是老舅他们点的 这不禁又让我急了一把 连忙的加快脚步 老舅他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真是该死 什么我都会 就是不会他们的掐指一算 没办法 只能尽量找一找呢 我拿着手机 连忙打老舅的电话 老舅一直没见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小伙子 赶紧跟我来 我只感觉到一股风从耳边吹过 然后就看见修老头从我身边划过 没想到他也才刚刚到 老舅你们一定要撑住啊 修老头一直奔跑在前面 看他一大把年纪了 居然跑起来这么快 看来身子骨真不是一般的硬朗 来到村子的中央 一道黑影朝我们冲了过来 我还以为是阴魂立马就想出手 可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老舅和老王 老舅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幸好你们过来了 不过阴魂已经逃走了 我有些担心 其他两个村子会出事 我们继续在这里守着 你们赶紧回去看看 这不折磨人吗 老舅和老王守在这里十分的不安全 要是我和修老离开 阴魂又出现了怎么办 难不成我们就回来 这样要整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先别着急 他们还没离开 就在这座山上 修老看着我们身旁的大山 不用想也知道 这大山我们是上不去的 非常的险要 但是修老说两只阴魂还在这上面 那肯定就还在 我们只要守在这里 他们一定是想等我和修老离开之后 再对老舅他们下手 这样吧 我们换个位置 老舅和王守去我那里 我守在这里 我就不信他们敢出现 确实如此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只能先防一手 你们两个去 秦山村 我还负责原来那个位置 然后小伙子 就守在这里 我想他们 一定不敢轻举妄动的 修老也同意了我的提议 老舅和老王也答应了 小伙子 你把这个留在身上 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 就把它捏爆 它会探测出阴魂 还在不在这个村子 到时候 你就能见机行事了 修老给了我一个 像是鸡蛋一样的东西 该不会真是鸡蛋吧 让我捏爆这玩意儿 多恶心啊 我把修老给我的蛋接了过来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能对现在有帮助就行了 老舅老王和修老三人离开了 我就守在山脚 虽然我察觉不出 什么怪异的现象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一定还在上面 迟迟没有离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道理他们不敢下来 就应该离开 选择别的村落 可为什么又要 一直守在这里 难不成这里 有什么东西不成 不管怎么样 今天晚上 看来是要打场硬仗 不过 应该不能说今天晚上 应该说连续几天晚上都会这样 我都会连续地打着硬仗 我在村子里借了一张椅子 就这样守在山脚 许多人路过都问我干嘛 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 坐在这里给人家观赏 相比下来 在青山村的待遇就好得多 至少不像现在 对于他们的文化 我只能淡淡一笑 他们把我当成傻子 就当成傻子吧 反正我又不是第一天傻了 要傻就傻到底吧 到了凌晨三点 一股巨大的困意袭来 我自己都没有自信 能不能撑到天亮 按照现在的气候 天亮估计要等到六点 太阳升起至少都是七点左右 足足还有三四个小时 我将老头拿给我的鸡蛋拿了出来 仔细思考一下 现在能不能捏爆 我这个人思考问题比较细腻 如果我现在把蛋捏碎的话 那些鬼灵会不会趁机接下来离开 我真的有些犹豫了 那两个家伙可不是一般的聪明 可以说他们比一般的人都要聪明得多 趁这个时候我又给老舅打了个电话 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发现 我才打消这个念头 还是等快天亮的时候 再做这种打算吧 不得不说 我的意志力比一般人都要强悍 我硬生生地撑到了六点 天已经灰蒙蒙的 我毫不犹豫地将鸡蛋捏碎 当鸡蛋被捏碎的时候 我眼眶里出现了一团白蒙蒙的气雾 导致我什么都看不见 修老头给我的到底是什么鬼 近视眼都给我整出来了 我用力揉了揉眼睛 看看能不能擦掉眼前的白雾 但不管我怎么擦都没用 白雾一直锁定在我眼前 我往周围看了看 又抬头看了看天空 不对 我看见了什么 两个鬼东西挂在树上 就在山上 他们一直用会发光的眼睛看着我 还露出邪恶的笑容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了 这团白雾是能让我看见他们的东西 两只阴魂对我阴笑 我也回复了一个笑容 对着他们笑了笑 这时他们笑不出来了 立马僵硬着表情 他们一定不敢对我下手 要是敢的话肯定早就下来了 说真的 我还挺希望他们下来了 这样一来 我也能好好施展一下拳脚 而且我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将小鬼抓到 看他们的样子 涂了一个村子的人 应该吃了不少油水 实力也坚强了不少 这些阴魂也能做这种事了 居然用活人增强他们的实力 大概有五分钟 眼前的雾气消失了 随着他们两个也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眼看天也亮了 只要天亮就行了 我也用不着太过担心 又等了半个小时 我便离开了这五村 这个时候阴魂根本不敢出现 尽管没有太阳 如果他们胆子大到这点时间 都要试一试的话 他们也不会活到现在 来到市中心广场 老舅他们已经提前到了 还有修了 怎么样 昨晚没有发生什么事了吧 嗯 他们一直在山上 没发生什么事 不过说真的修了 你给我那个东西还有没有啊 非常好用 能不能再给我两个 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惜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 有这种作用 要知道的话 我根本不会乱用 那种东西 是画我的元气炼制出来的 非常的珍贵 本来我不轻易拿出来 不过昨天属于特殊情况 所以就给了你一颗 现在你还想问我要 我可没有了 修老头抠门的拒绝了我 我用眼神比试了他一下 居然抠成这样 不就是元气吗 如果我知道炼制的办法 随随便便就能做个 十颗八颗的玩玩 好了 大家也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吧 最辛苦的一晚上 已经熬过去了 中午他们应该就到了 到时候就轻松多了 可师兄老 你不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吗 两只鬼灵耗得起 可我们耗不起 能不能用点什么 简单挫爆一点的方法 既然你给我那样东西 我想你也有办法 将他们抓出来吧 唉 修老长长地弹了口气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情绪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八章 紫童回来了 说得容易 那是百年鬼灵 除了你之外 其余的人都不敢轻易地触碰 想要抓住他们 得靠你才行 不过 机会应该快来了 今天晚上 他们过来之后 就负责守护村子 而我们两个就负责 寻找阴魂的下落 修老头说的 这个估计也是唯一的办法 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之前 也只能这么做 回到家里 我想都没想 倒在沙发上就睡了 醒过来的时候 身上居然盖了一张毛毯 看着毛毯 我揉了揉头发 我记得今天我睡觉的时候 没这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 紫童 是叶紫童吗 我连忙拿出手机 给老舅打过电话去 想知道是不是叶紫童 非常简单 只要给老舅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我问老舅刚刚是不是来过了 老舅回答我没有 他也是刚刚才睡醒 那这个 这个 我挂了电话 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搜遍了整个屋子 也找不到叶紫童的身影 我敢保证 一定是叶紫童 一定是他没错 除了家里人之外 只有他会对我这么好 他回来了 难道昨天晚上 叶紫童就回家里睡了吗 我抓起衣服就往外走 直奔市公安局 叶紫童如果真的回来的话 一定会来这里 请问一下你们李局长呢 我找他有点事情 李局长在办公室 我朝办公室大步走去 敲了敲门 得到回复才推进去 李局长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叶紫童是不是来过了 紫童 他 不瞒你说 确实来过 不过已经离开了 他是回来拿东西的 怎么了 李局长没有对我说谎 他真的来过 而我睡觉的毛毯 也是他帮我盖上的 谢谢你啊 没怎么 我知道他回来 却找不到他 所以过来看看 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李局长立马把我叫住了 小植 图村的事情 你们有什么进程吗 嗯 有 不过你们警方最好不要出动 人命关天 阴魂可不会管你们是不是警察 这件事情又有许多相关人士进行追捕 李局长 你就尽等消息吧 我也没有全部告诉他 如果告诉他阴魂接下来的攻击对象 他一定会派人过去 这样会加大难度 所以还是先不要说的比较好 小豆 你小子是怎么了 刚才问我一半就挂了电话 老舅打过来电话 开口问道 没什么 我睡懵了 对了老舅 修老叔的那些人过来了吗 今天晚上还有按原计划行事吗 听说已经过来了 一会儿 他们会和修老一起来家里商量今天晚上的行动 你也赶紧过来吧 商量今晚的行动 再商量还能商量个出什么鬼来 还不是安排谁负责哪个区域吗 就很简单 尽管心里是这个想法 我也没敢当着老舅的面说出来 挂了电话我就赶了过去 说实话我非常想去找叶子童 可是没办法 叶子童现在肯定不想看见我 我就算去找他 他也不一定会搭理我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安安静静地把事情忙完 来到家里的时候 修老他们已经全部到齐了 只差我一个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因为家里人实在很多 我也只能站在旁边 从这里看去 这里少说也有二十来人 本来这里就没多大 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啊 还是第一次 装都装不下 事情已经商量好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小伙子 咱们一会儿就按计划行事 你暂时和你老舅他们一组 到时候有任何发现 我再和你联系 我们俩联手 把阴魂除了 我点了点头 没发表任何意见 小东 你过来一下 我跟你说 老舅对我使了个眼神 并喊了我一声 我跟着老舅走进房间 叶子童今天回来过一次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老舅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没告诉我 抓着老舅 我有一种不可收拾的怒火 老舅明明提前就知道 为什么要瞒着我 如果老舅提前告诉我 说不定我能追上他也不一定 你先别激动 看完这个再说吧 老舅把他的手机递给了我 上面有叶子童发来的消息 我仔细的翻阅 差不多有三十来个字 叶子童说他走了 这次走了或许以后 就再也没有理由回来 这次回来主要是想看看我 其次回来拿点东西 为什么 想看我为什么 要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拿起老舅的手机 就给叶子童打了过去 但是已经关机了 看来他还留着这个号码 只不过现在又关机了 小东 子童的心情 你也要理解一下 发生这种事情 谁也不想 他也是个正常人 可他的寿命 已经被减少了二十年 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 不将以后成为你的负担 给你留下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行了老舅 你也别说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想静静 我把手机还给老舅 倒在床上 与其这样 他还不如不要出现 现在出现了 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 绝对不可能 他一定还在一起试 他一定是骗我的 他去燕京总局工作 也不可能随时都可以回来 想到这里 我连忙爬了起来 老舅你们先商量着 我有点急事一会就回来啊 马不停蹄 我又前往了叶子彤家 在这之前我找了一家专卖店 购买了一台摄影机 我不敢相信叶子彤已经真的离开了 如果真的想找到叶子彤 那我也只有自己想办法 现在我唯一的办法 就是对家里进行24小时监控 我就不相信叶子彤不回来 只要他回来了 我一定会在摄像机里看见 回到叶子彤家 我到处寻找隐蔽的地方 将摄像机隐藏了起来 做完一切我便离开了 老舅他们已经往赵武村出发了 那里是我们第一守护的地点 所以就把我安排到了那个位置 小冬 别难过了 如果你们真的有缘分 又有谁能够阻挡啊 所以 你也不要太过于执着了 老舅一路上都在劝导我 我名义上答应他 不想让他太过担心 可实际上我心里 根本做不到那种程度 世间上最让人难过的不就是感情吗 最让人难以控制的也是感情 那是一种摸不到也看不见的东西 我能知道它的存在 但却找不到它的形状 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去斩断它 如果这个世上真的能有什么东西 让人忘记感情 忘记去喜欢一个人的话 一定是孟婆的孟婆汤 只有那种东西 才能让一个人去忘记他喜欢的人 可是我不是喝过孟婆汤吗 现在为什么又要让我重新来过 或许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报应吧 我就应该有这样的报应 谁让人家对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却没有办法去弥补呢 就在我们大家闲谈的时候 赵武村里面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 还伴随着鞭炮 本来一群人已经很醒目了 现在加上这些声音 就更加的让人醒目了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老虎下山 制作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九章 村子里死人了 村子里怎么了 死人了吗 一名道士站起来往对面看去 里面乌烟瘴气 只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 却没有看见有人站了出来 过去看看 老舅带头走了进去 我也跟在了后面 根据H市的风俗 家里死人了肯定会放鞭炮 但是这个时候就想起了鞭炮声是什么意思 就算人刚刚死也不可能这么快吧 我带着疑惑越走越近 等到走过去才看见 确实有户人家死人了 是个男的 里面摆满了花圈 估计是今天早上死的 我们来的时候也没检查仔细一点 应该是忽略了 大家注意一点 现在这个时间死人 可不是什么好事 老舅提醒了一声 我们七八人就这样站在门口 里面许多人投来诧异的目光 应该是在思索我们是什么人 不过村子里的人应该认识我和老舅 毕竟昨天晚上 我们也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 就在这时 一名妇女走了出来 手上端着一筐糯米饭 各位也辛苦了 大伙吃点吧 妇女拿着一次性碗筷 每人给我们分了一点东西 我把糯米饭接了下来 但是我没吃 现在的我哪儿 还有什么心情吃东西 满脑子都是叶子童的身影 大婶 不知道家里人是怎么过世的 老舅开口问道 只见妇女叹了口冷气 昨天她上山砍柴 结果不小心摔了下来 当场就摔死了 妇女带着沮丧重新回了房间 我上前一步拉住了妇女 大婶 那请问一下 是不是在这座山上砍的柴啊 没错 就是这座山 这里周围 也就这座山 距离我们村子最近 怎么了 那请问一下 家里人是什么时候上去的 昨天晚上吗 啊 是的 昨天晚上 大概十二点钟吧 这座山 虽然有些险要 但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从来没有人 从上面摔下来过 现在偏偏轮到塌了 看来是她的运气不好啊 这已经不是运气不好了 昨天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 那两只阴魂它就在上面 当时我也还在村子里 如果有人从上面失足掉下来 我一定能够听见声音 但昨天晚上我没有听见任何声响 所以我敢断定 一定是鬼灵 妇女的家人上去砍柴 正好遇见了阴魂 当场就被阴魂吓死 阴魂担心我发现 便把她送到了山下 虽然没有看见尸体 我也能够猜得出来 妇女走后老舅看着我 小偷 你是不是以为和阴魂有关啊 嗯 没错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这里盯着 小鬼和那个百年鬼灵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这么一说就能说通了 本来我想让老舅去通知一下 村子里的人 可是想想还是算了吧 这是人家村子里的事情 我怎么好插手啊 况且现在村子里已经知道 有人从上面失足掉了下来 肯定已经人心惶惶了 谁还敢上去啊 行了 人已经死了 再去追究谁的责任也没办法 现在我们能做的 就是保护好村子 只要不出现什么问题 等修老把鬼灵抓住就好了 说话的道士留着一大把胡子 说话的时候还特意看了我一眼 难道他们认为 我就不能抓鬼灵了吗 居然还说等老修抓住鬼灵 当时我就想问一句 修老如果想抓鬼灵 没有我是不可能的 无奈我这个人也不怎么爱炫耀 更加没有什么必要和这个老道士计较 整个夜晚都是那么平静 照这情况 阴魂根本不可能出现 看见我们那么多人 他们敢出现才怪 小豆 要不你去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吧 或许他们有什么发现 不用了老舅 再看也没有用 鬼灵看见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怎么也不敢出现了 这里除了我和老舅和老王以外 其他人都是真正的道士 本事比老舅和老王要强得多 但是和我一别 他们连我的小拇指都比不上 说到晚上 妇女家便准备将死人入关了 一入关就说明要将人下葬了 看这十几个壮汉将人抬了出来 一步一个脚印 旁边还有做法的先生帮忙敲锣打鼓 大婶 人是埋在什么地方 就这山上 旁边的山坊比较平缓 村子里死人 大多都埋在哪个位置 大婶 我们能不能跟着过去啊 整个村子里的人 几乎全都跟着去了 我们留在这里也不好 而且很有可能疏忽大意 与其这样 倒不如跟着过去 没事 你们来吧 我知道你们都是有本事的人 不会嫁害我们 妇女眼光倒是不错 居然能看出 我是个有本事的人 整个行程差不多 进行了一个小时 就那么短短的一段路 其实棺材并不大 但每个人的心里啊 好像都压着一块石头 每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 每一步都是那么的难以迈开 好不容易将人抬上山 几个年轻的小伙子 便开始为侍者建造安息台 一人一除 挖出来的全部都是黄土 山上的风可不是一般的小 吹得众人内心不停的乱撞 这里和妇女说的一样 到处大大小小的墓碑 看起来十分的惊锁 要是让我一个人来这里 我还真有些不敢 入土为安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人大喊了一声 周围所有人立马低头默哀 我也低头默哀 这毕竟是件让人伤心的事情 当棺材被抬起来的时候 周围大风更加的猛烈 众人被这股大风吓得阴风颤颤 抬着棺材的那些壮函 更加如此 手上的棺材木棍脱手而出 棺材重重的跌落在地上 扬起些许灰尘 大伙被这股大风吓住了 统统聚到立块 大伙别慌张 没事的 妇女连忙站了出来 我真想说一句 一大帮男人胆子 居然比一个女人还要小 不过想想也是 当初我第一次接触这种事情 不也是慌张了半天吗 妇女之所以那么淡定 是因为死的那个人 是她的家人 所以她不会害怕 可就在这时 原本安安静静的棺材 一发不可收拾的抖动着 里边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冲出来了一样 滚回去 谁害死你的 你就找谁去 赶紧滚 穿着盗袍的先生 拿着一把桃木剑 在棺材上面狠狠地 打了一下 看样子 他倒是有点架势 但是抖动的棺材 根本不听 一直在颤抖 妖魔鬼怪快离开 妖魔鬼怪快离开 给我定 穿着盗袍的假道士 从腰间拔出一张符纸 用力贴在棺材上 棺材居然停止了 抖动 这家伙 没想到是真的有两把刷子 不对 这仅仅是暂时的停止而已 几秒钟过后 棺材还在不停地抖动 吓动 老舅看了我一眼 老舅应该也觉得有鬼 棺材根本不可能 无缘无故地抖动 一定有什么东西牵动着他 或许小鬼和那只百年鬼灵 就在附近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了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章 鬼老头 让我来吧 我走了过去 对着道士说道 道士回头看了我一眼 让你来 你能行吗 年纪轻轻的 你应该不可能学这些东西吧 那让我来总行了吧 从我身后又站出一个人 是跟着我们一起的道士 这个才是真正的道士 我也没多说话 能倾弦谁不想啊 我退后了一步 示意让他出手 穿着道袍的假道士 看我们一群人 也没多嘴 便让了一步 道士手上拿着一根白眉鞭 轻轻的挥动了两下 然后嘴上念动 应该是在念口诀 五秒钟的时间 棺材彻底停了下来 行了 道士扬眉一笑走了回来 村子里的人一个个看着道士 应该对此母有些惊讶 不过穿着假道袍的道士 就有些尴尬 本来丧者家属请他来 就是超度亡魂 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还没能处理好 这不是间接性地打他脸吗 不知这位道长 师从何方啊 假道士走了过来 对着白眉道士 微微笑了笑 师从我方 行了 你做你的事情吧 白眉道士根本没有好话 师从我方 不就是他自己的意思吗 难道这些人 都是自学成才的吗 那这些人的天赋 还都算不错 入土为安 死者安息吧 道士假装正经地 又大喊了一声 随着一个个壮汉 再次将棺材抬了起来 放入墓穴里 天空忽然电闪雷鸣 震耳欲聋的声音 让众人都忍不住 捂住了耳朵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闪电从我耳边闪过去 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假道是看向天空 今天没有任何月亮 只有黑麻麻的乌云 将整个人照着 就在这时 一股冷风吹进了 我的耳朵里 大家当心 我立马转过头 看着对方 刚才那个绝对不是错觉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 站了出来 就在我们附近 有阴魂 保护村民 阴魂倒是大喊了一声 我就知道我肯定没有猜错 阴魂出现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两个家伙 道长 是他们吗 还不知道 不过好像数量有些多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数量有些多 难道是鬼灵找来了帮手不成 这下可就麻烦了 阴魂的实力一般来说是普通人的十倍 十个壮汉面对一个阴魂 也是束手无策的 因为在心理上 人类就彻底的输给了阴魂 所以为什么阴魂的出现 根本不用出手 有时候也会将人活生生的吓死 我们这群人连忙后退 挡住了站在这里的所有村民 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部门大家 我们已经知道赵武村近日来会有劫难 所以便过来保护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慌张 只要有我们在 那些阴魂是没办法对你们出手的 我站在村民面前解释一下 这样也好让他们心情得到缓解 来了 你们后退 这里交给我 如果有遗漏的 就交给你们 我从老舅手里夺过御剑 御剑有着辟邪的作用 还有着强大的威力 如果手中拿的是御剑 我想我的实力一定会增加数倍 小子 你别说大话 对方可不是一只两只 少废话 站着看就行了 我对这说话的壮汉说道 从一开始 他好像就看我有些不顺眼 我才不会和他和解 老子有没有那个实力 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男子被我一句话打雅不再说话 但我想他应该站在后面 想要看我的笑话 不过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 大风越吹越猛 越吹越大 周围还时不时地发出奇怪的声音 那些村民一个个吓得直往后退 老舅 那村民不要离开这里 我对着老舅说了一声 然后老舅就对他们喊道 各位不要害怕 一定不要逃 我们一定会保护大家 放心吧 要是现在你们逃走了 他们一定会追上去的 到时候便会更加麻烦了 嘿小子 你真不打算让我们帮忙吗 一会儿死了可怨不了我们啊 用不着 我很坚定 不过来多少 我都不会退却一步 不就是阴魂吗 老子还不害怕 刚说完 一道影子闪闪说说 晃着我的眼睛便来到我的面前 距离我仅仅只有一米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近 阴魂就是有着这种奇异的能力 好像能够透过空间一般 不过这里看是什么样的阴魂 一般能力太弱的鬼灵啊 都没这种本事 眼前的鬼灵虽然厉害 但它也不是小鬼 但是这里除了小鬼他们 还有谁会呢 我有点想不通 滚 我只说了一句 手中的遇见指着阴魂 口诀吐口而出 只见阴魂慢慢的开始消散 估计他自己是怎么死的 都没摸清楚 在我身后传来了一道道吸气的声音 我没有回头看 但我敢确定 他们一定是被惊讶住 我那么轻易的就消灭了阴魂 换作他们一定是不可能的 我正思考着 前面一大波阴魂猛的一下窜了出来 估计有好几十只 一个个面目全非 有些甚至是无头阴魂 总之一个比一个惨 看见这么多阴魂 后面那些村民尖叫的更加厉害 大家不要慌张 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真正的道士 这些事情还难不到我们 所以你们不要着急 一定保险大家没事 老舅 我大喊了一声 联系一下修老 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有些担心修老他们那边的情况 还有另一边 我们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相信他们那边一点屁事都没发生 这不科学 取灵术 以写为绩 引出千万灵气 大地犹如苏醒了一般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本来黑暗的天空变得光明起来 这一切都是巨灵术起到的效果 整个山体几乎已经被我的巨灵术所笼罩 后面那些道士一个个咽口水的声音 我都能听得见 而那些阴魂感受到了这个神圣的气息 一个个痛苦地挣扎着 想不到你居然有这个实力 当初使我小看你了 不对 应该说是我的错 当初我就不应该放过你 这声音一出现 就给了我一个机灵 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声音 是谁 赶紧出来 偷偷摸摸算什么意思 我大吼了一声 随着从几十个阴魂当中 便走出来一名中年人 留着黑胡子的中年人 鬼老头 是你 这下我心中的疑惑算是解开了 这里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阴魂 估计就是鬼老头搞的鬼 绝对是他的手柄 可是鬼老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鬼老头一付笑意 我看了就很不爽 小子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不过你这称呼还是免了吧 我可担待不起 你带着你的鬼灵大军出来干嘛 为祸苍生吗 鬼老头也是人 他要是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 那他就真的太不厚道了 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会这么做 以你的秉性 如果有好处的话 我觉得你肯定会 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和你交手 带着你的阴魂赶紧滚吧 说实话 尽管看见那么多阴魂 我也没有多少害怕的意思 或许有种活够的念头吧 或许是因为叶子童 但也或许是因为老舅他们 还在后面给我撑腰 所以我才没有那种害怕的思想 小子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选择 如果你能做我弟子的话 今天我就收手 怎么样 而且我给你保证 百年之内 不会让鬼灵再度出现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一章 鬼灵出现 哼 谢谢你看得起我啊 但我觉得并不需要 因为你没资格做我师父 如果要论道法 我可不会比你差 现在就连修老头都不是我的对手 鬼老头不就和修老头差不多吗 两个一样档次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对手呢 你小子太过自信了 不过自信是件好事 但是你今天不答应的话 我觉得 我有必要做绝一点 让我这鬼灵大军 将这些人全部吃掉 还别说 鬼老头真的敢这样做 因为他手上捏着这样的一只大军 一点都不害怕外面的势力 但是他不怕 我又何尚会怕 我才没有那种心情去害怕他的鬼灵大军 鬼老头 今天你不来找我 或许过段时间我也会去找你的 上次的战务一直没来得及和你算 你不是想要得到我的重阳体吗 今天也许你就能够试一试 看看你能不能拿到手 怎么样 我挑眉看着鬼老头 现在已经到了开战的时候 不见棺材不落泪 臭小子 给我上 鬼老头手一挥 一个黑色的气圈 便将所有的鬼灵笼罩了起来 这样一来 我的聚灵术也就没有了任何作用 你们保护好村民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烈阳 我提着青蕴剑冲了出去 这可不是一般的陶木剑 要利用一些道法才能斩杀阴魂 在青蕴剑面前 阴魂是无法遁形的 好强啊 对啊 真的好强啊 年纪轻轻 就是有如此本事 哎呀 真是后生可畏啊 一个个赞扬我 已经听到了耳朵里 什么后生可畏之类的 之前一个个不是都看不起我吗 现在改变态度 好像有些晚了吧 小子 你手中拿的 可是青蕴剑 没想到你居然 成了那个家伙的关门弟子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厉害 想不到啊 真是想不到 你居然成了修老头的弟子 那以后你也是我的敌人 今天你是死定了 鬼老头不知道使得什么咒语 原本被我一击就能斩杀的阴魂 实力居然上涨了好几个层次 能够抵挡轻玉剑不说 还能反击 产魂诀 一个个扶手飘向阴魂 包括鬼老头好像也受到了产魂诀的影响 我想他应该是长期和阴邪之物 待在一起 也受到了感染 所以现在才把自己弄得 人不人鬼不鬼的 鬼老头 你说你一个好好的人类不做 偏偏去弄这些弯门邪道的东西 现在怎么样 颤魂诀的滋味不好受吧 我大笑了两声 这小子 居然压制了鬼老头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就连修老也不可能如此压制鬼老头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 后面的一轮声再次传入我的耳朵里 他们心中的疑惑我当然知道 鬼老头 见识到了吧 这就是你想要得到的重阳体 要不是因为我是重阳体 我也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以前在鬼老头的面前 也许我只能吃土吧 他想怎么玩弄我就怎么玩弄我 但是现在 已经到了风水轮流转的时间了 小子 老夫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以为你一个区区小毛孩 真的会是我们的对手吗 你太小看我了 只见鬼老头一把匕首 猛地插入自己的腹部 他这是打算自杀吗 颤魂诀让他这么难受 原本我想收回颤魂诀 但想一想还是算了 如果他真的自杀了 或许还要好点 这样一来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有人会收养这些鬼东西了 不过就算鬼老头自杀了 就能解决事情的根本了吗 谁知道鬼老头手上还有多少阴魂 要是把他杀了 他手中的阴魂全部逃走了怎么办 到时候不也一样的为祸人间吗 我有些纠结 到底该怎么办呢 小豆 好 专心一点 他在血迹阴魂 是阴魂的实力再次得到提升 这下你可真要多加小心了 老舅对着我大喊了一声 原来是这么回事 血迹名字倒是非常的牛 我站在鬼老头面前一直观望着 看看他到底能整出什么名堂来 半分钟后 鬼老头的脸部居然发生了变化 由蜡黄色变成了黑色 还带了点紫色 原本已经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现在看上去完全就是个鬼 哪还有人的样子 小子 你死定了 鬼老头露出他有些蜡黄的牙齿 对着我呲牙咧嘴 忽然站在鬼老头身边的阴魂 通通发生了改变 好像一股力将他们吸到了一起 周围的空气也变得吸薄了不少 他们这是干嘛 相互吞噬吗 吞噬完了呢 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的厉害 我倒是有些好奇了 他们会不会真的变得更加厉害 小伙子 赶紧把他毁掉 百年鬼灵就在附近 白眉道是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 他们就在附近 是打算出来吗 不知道 不要让他得偿 不然一会儿全部联手 你就被动了 说实话 我还有些想要试一试 看看我能不能挡住 但白眉道是皱着眉头 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我也不敢拿这个开玩笑 那可是拿命去赌的 赌赢了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 但是如果赌输了这里 所有人都得死 甚至包括我自己 权衡了一下利与弊 最后还是选择现在动手 不管怎么样 只要最后能够抓住这百年鬼灵就行 他们两个一定是在等这一刻 等鬼老头将这些阴魂聚集到一起 然后联手一起干掉我 提着遇见 我一箭劈了过去 但是当场劈空 被你发现了 但是现在已经晚了 你猜的没错 是那两个小鬼找我帮忙 打算除掉你的 我说过 得罪我的那一刻起 你就死定了 今天晚上 你们所有人都得死 包括修老头那个老不死的 鬼老头已经变得无比邪恶 真想不到一个人类 居然会和鬼灵联手 他已经失去了 原本应该有的自我了 鬼老头 你还是死心吧 不管你们是不是一起联手 我觉得你们都不可能 有机会打败我 难道你忘记了 我们有很多人 光是这点 我就能彻底将你们全部打败 小冬 情况一样 修老和青山村 也出现了相同的事情 而且 而且鬼老头也在他们那里 什么 这个怎么可能 鬼老头不是在我们这里吗 怎么他们那里也出现了 到底有几个鬼老头啊 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肉身 现在出现的 估计仅仅是他的一部分而已 没想到鬼老头 学会了这么邪恶的东西 白眉道士给我解释了一下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就说嘛 一个人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分身才对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只有将鬼老头干掉 然后抓住小鬼和百年鬼灵 只要将他们三个制服 这一切的一切 就真的结束了 一道刺耳的声音 伴随着笑声 两个百年鬼灵 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马小冬啊 马小冬 这次终于让我们找到机会了 我说过 我会报仇的 你一定会被我杀掉 小鬼双眼看着我 露出血红的光芒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 欢迎收听 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二章 还好无性命大碍 你觉得凭你现在的本事 有这种可能性赢得了我吗 小鬼总算是出现了 只要将他抓住 我就能找到无面鬼差 心中所想的事情距离我一步步靠近 叶子童被无面鬼差夺走的杨兽 我一定要索要回来 这样一来 叶子童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不过不是不行 但是我们几个加在一起 你绝对不可能是对手 小鬼好像蛮有自信的样子 刚才我心中的想法应该是准确的 他们一定是想联手除掉我 是少了 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小鬼抓住 所以想也没想就冲了上去 小董 小心一点 他们现在可不比以前 老舅的声音传来 我也没顾上太多 我只想拿出所有实力 如果能够对抗他们几个 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对抗不了他们几个 我也要对小鬼造成威慑力 哪怕现在将无面鬼差逼出来也好 眼神锁定小鬼 他就算想逃也不可能 他好像发现了我的眼神 他知道我的目标是他 尖叫一声便往后退了 我一剑劈了下去 还加上了火魂树 一阵火焰朝小鬼飞了过去 但在半路途中 被鬼老头弄出来的东西挡下了 而且好像轻而易举 看样子想要除掉小鬼和百年鬼灵 必须要先将这个鬼东西干掉才行 不然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看这一脸凶神恶煞的阴魂 那是一个结合体 刚才那些阴魂的结合体 看起来实在是有些抽象 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什么东西 鬼老头 你自己长得丑就算了 弄出来的阴魂怎么也和你长得一样 都那么丑 我忍不住吐槽了一下鬼老头 只是因为他面前的阴魂 确实长得丑 给我杀了他 不用留活口 看来鬼老头也被我逼急了 连我的身体都不想要了 现在果断就想要杀了我 阴魂悬浮在空中 显露出邪恶的笑容 犹如鬼魅一般 慢慢的 周围黑色的空间 开始变成飞红色 就像我手中的猎羊一样 空间被一层飞红的光芒笼罩之后 顿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有种心脏随时都会窒息的感觉 再看看老舅他们那里 好像也是同样如此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虽然他们是普通阴魂的结合体 但是看起来好像比百年鬼灵 还要厉害的样子 不愧是鬼老头 果然有两把刷子 这也难怪 要是鬼老头没有两把刷子 怎么可能和修老头做对抗呢 取灵术 我也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效果 总之只能试一试了 巨灵的光芒绽放了出来 将我们这个区域全部笼罩 我瞬间感觉到了刚才那股压力荡然无存 没想到真的有效果 看来巨灵术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道法 能够阻挡邪恶的光芒 去死吧 我想什么时候 百年鬼灵和小鬼从我身后冒了出来 尖锐的指尖对着我的喉咙就刺了过来 小冬 小心 我亲眼看见老舅快速跑了过来 挡在我面前 小鬼和百年鬼灵的指尖刺进了老舅的身体 老舅 脑子一蒙 我已经忘记了周围还有危险 老舅倒在地上的时候对我笑了笑 小心一点 老舅 我给老舅检查了一下伤口 腰部 还有背疼 情况有些严重 这些家伙 居然敢对我的老舅下手 你们死定了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 你们两个都得死 都得死 我站了起来 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就连我什么时候来到百年鬼灵身边都不知道 我一把抓住百年鬼灵 手中猛地用力 百年鬼灵就这样消散在空中 荡然无存 小鬼看见之后立马就想逃 别想逃 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 就算现在无面鬼灾出现在我面前 就算无面鬼灾答应我归还叶子彤的寿命 我也不可能 总之小鬼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如果我老舅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不仅我会把小鬼杀掉 就算是鬼老头我也不会分过 到时候我也会将他杀了 就算犯法也在所不惜 正当我快抓住小鬼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鬼老头的阴魂再度挡在面前 你也相思不少 赶紧滚蛋 一会儿再收拾你 可是阴魂怎么也不让开 好像就要和我刻上了一样 这肯定是鬼老头的意思 眼看着小鬼要逃走 我也顾不上那么多 发出全力 一箭砍在阴魂上 一股巨大的力量阻挡着我 他居然能够抵挡着我的全力一击 你失败了 你不可能抓到他 你是赢不了的 鬼老头大笑着 身心忽然变得逐渐模糊 不用想也知道 他也想逃 鬼老头 就算你逃走了又能怎么样 我会去你家将你铲瓶 你放心吧 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 穷扣墨吹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何况现在我老舅已经身受重伤 不能再继续追了 小鬼逃走了 鬼老头也逃走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让他们也别追 因为这里除了我以外 根本没人是鬼老头的对手 虽然被他们逃了 但是接下来的工作就轻松多了 百年鬼灵刚才已经被我斩杀了 我想鬼老头暂时的情况下 也不敢继续出面吧 老舅 你还撑得住吧 我现在带你去医院 我将老舅背了下来 就往山下跑 而保护村民的工作 就交给了白眉道士他们 现在的情况下 小鬼他们不可能出现了 我也大致放心 来到医院 老舅被送进了手术台 这是你亲人吗 请问一下 他是被什么东西伤到的 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伤口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医生冷不丁地询问我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难不成让我给医生说是阴魂刺伤的 如果这样说 估计下一个进医院的就是我 那是我舅舅 他去地里工作 然后被力气伤到 至于是什么力气我就不知道 请问一下情况严重吗 要不要紧啊 胡编乱凑一下 也算是忽悠过去了 好 暂时情况下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差点伤到大动脉和药害 仅仅只有0.5公分的距离 所以下次啊 一定要小心一点 等康复之后 也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 0.5公分 那是多么可怕的距离 老舅真是从鬼门关走了一早 我都有些直冒冷汗了 等老舅被推出来的时候 我跟着进了病房 老舅目前是昏厥状态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识 估计应该还在麻醉期间 没一会儿 修老头他们全都来了 小伙子 你舅舅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大碍 修老头一进来 他就开始问我老舅的情况 我想他应该不是问我老舅的情况 而是有些担心 如果我老舅发生了什么事 他苦苦找的徒弟 就这样没了尾声 没什么事 差点危机性命 不过好再捡回一条命 你们怎么全都来了 阴魂呢 说到阴魂两个字的时候 我显得非常的小声 这里可是医院 阴气最重的地方 在这里说这些怎么也不太好 阴魂跑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他们说 百年鬼灵被你灭了是吗 修老头盯着我 我点了点头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是有些麻烦 没想到最后 那个鬼老头还是出事案了 而且还是以立马霸道的方式 当初我就应该阻拦他 眷养阴魂 修老头的表情 看起来有些懊悔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在懊悔什么 修老 小鬼还没抓住 那个小鬼我想要活的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现在就差小鬼了 只要能将小鬼抓住 我就真的满足了 行吧 你说吧 想让我怎么做 虽然我不知道 你抓小鬼想干什么 但是出于 你也算是我前辈的份上 我就帮你这个忙吧 说到前辈的时候 后面的道士纷纷看着我 样子很奇怪 但之前跟着我的那帮道士 一个个都比较平静 同时也换了个表情 原本对我还有些不屑 但现在那种不屑已经消失了 无以无踪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273章 我不想让你再离开我了 修老 你也别这么说 虽然按道理来说是这样 但以我的年纪来说 在你面前 我也只能算个小毛头 根本成不了什么大气 人家修老头 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如果再不谦虚一点 那我都会瞧不起我自己 一群人看了老旧一眼之后 便离开了 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今天的危险时期 还没有过去 谁知道小鬼 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又有谁知道 这地底下的地脉 对他有着多大的压制 想来百年鬼灵 都不是那么好对付他 虽然之前 那个百年鬼灵 实力不怎么样 但那也是因为 他被人封印在香炉里 实力一直停留在 被封印的时候 但小鬼不同 他是已经存在了 四百年的鬼灵 拥有着绝对的实力 他甚至能够颠覆一个时代 虽然我这样去思考 有些夸张 但是如果不这么思考 我就不可能感觉到任何压力 老旧 好点了吗 感觉怎么样 你想吃什么 老旧醒过来的时候 脸色一片惨白 这段时间 老旧受到了不少伤害 而且都是被那种 极致阴邪的东西 没事 小冬 你小子没事吧 老旧现在自己躺在床上 还在担心我 这才是真正的亲人 你放心吧 我没事 我现在还好好的 不过你现在的情况 有些不妙 鬼灵造成的伤口 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种隐形式的伤害 医院是查不出来的 医院只能帮老旧处理伤口 并无法将浊气驱除 没事 你老旧我身子躲 你还不知道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老旧勉强着 挤出一丝笑容 看他这样子 要是多说两句话 估计都会受不了 老旧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现在下去 给你买点吃的 我帮老旧盖好被子 然后就走出了医院 等我把早餐 买回来的时候 桌子上放了一束鲜花 红艳艳的 老旧 这是谁送的 刚才有人来吗 我看这鲜花有些纳闷 除了我们这帮人之外 还有谁知道老旧 受伤住进了医院 小冬 你先坐下来 我问你一件事情 老旧没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让我先坐下来 我坐下来后 老旧对我笑着说道 小冬啊 我是你舅舅 当然希望你能够幸福 但是自己的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如果不告诉你的话 或许你会恨舅舅一辈子 刚才子彤来过 就在你走后一分钟不到 子彤 小冬 你先等会儿 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准备跑出去的时候 老旧又把我叫住了 老旧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我知道老旧想对我说什么 老旧问你 哪怕以后 你不能和叶子彤一起生老病死 你也要和他在一起吗 哪怕你们 不能白头到老 看来我是猜中了 老旧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不想以后我会痛苦 以后会不会有遗憾我不知道 那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非常的清楚 要是现在我不会去做 不去想 不去把一个为了我牺牲了太多的女人追回来 我会后悔一辈子 遗憾一辈子 与其让我这样痛不欲生的生活一辈子 倒不如让我陪他走过接下来的几十年 这样我也心甘情愿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那是属于我的 那是属于我的缘分 如果缘分放在我眼前 我自己喜欢的人我也要去畏惧 那我还算个什么男人 行了 老旧知道了 那老旧祝福你们 去吧 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刚才他给我说 让你暂时不要回家 但我是你舅舅啊 总不能帮着他呀 而且 老旧我已经非常了解你内心的想法了 我对老旧笑了笑 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老旧无比的帅气 老旧 我去找一下护士 我很快就回来 我会把媳妇给你带回来的 你放心 我将早餐放在桌上立马冲了出去 来到护士台给他们交代了一声之后就离开了 我只能说此时的我 已经只能用迫不及待来形容 叶子彤 你一定要等我 等我回去 哪怕你真的决心和我老死不相往来 为了避免堵车 我打了个摩的 加了些钱 让他火速将我送到叶子彤家 来到楼下的时候 我刚好看见叶子彤走进电梯 终于被我赶上了 今天的他依旧如此美丽 但背影看起来有些落寞 是因为我吗 他坐电梯 我就选择楼梯步行 他家在13楼 我便一口气地跑到13楼 我就不信这次你还能跑得了 到了13楼 电梯刚到11楼 比我的速度还要慢 我就躲在安全通道里没有出去 直到看见叶子彤从电梯里走出来 当他走到房门前的时候 我走了出去 没有发出任何的脚步声 你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我在叶子彤背后说道 本来想从后面抱住他 但我还是忍住了 叶子彤手放在门上 没有说话 子彤 你爱我吗 我又问道 这次他都已经回来了 那我就不会再让他有机会逃走了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叶子彤立着声音冷漠地说道 但我不会因为他这么说我就离开 他是我一辈子所选定的女人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我不会走 就算你不想看见我也好 我伸手将房门扭开 然后推着叶子彤走了进去 叶子彤估计是被我这样的行为吓到了 进房间也没有反抗 子彤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进了房间我没有任何的忧郁 一把就把他抱在了怀里 马小冬你放开我 你这个混蛋你干嘛 叶子彤用尽全力地阻挡我 想把我推开 但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现在只想将他紧紧地抱在华里 永远不松开 子彤我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了你的心意 不管怎么样以后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 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 马小冬你是不是疯了 你赶紧搜我开 不然我就动手了 叶子彤对我大吼了一声 我能够清晰地听见 他的声音在颤抖 你动手啊 有本事你就动手 把我杀了 如果你今天不杀了 那我永远也不会让你甩掉我 我已经铁了心了 总之不管今天怎么样 我都会征服叶子彤 我只感觉叶子彤伸手从我的背后 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 然后猛地用力 我没撑住 身子往后一仰 他顺势拉住我的手臂 又是用力 一个巧力将我横过了他的肩膀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这样重重地砸在地上 叶子彤 你有必要这么狠吗 这么一下 我觉得我的身子骨已经快散架了 本来刚才我还有机会还手的 但是我没有了 一个女人打男人可以 但是男人打女人的话 那就不能说是男人了 也只能算是伪君子了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老虎下山 制作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四章 老舅袒露心扉 马晓冬 我再提醒你一次 要是再敢对我动手动脚 我就打死你 为什么 凭什么啊 你说我女朋友 难道连抱一下都不可以吗 我有些生气了 我已经这个样子了 她居然还说那样的话 不行 这儿不行 如果你非要找这样借口 那行 我们分手 从今天开始断绝一切关系 你把你东西收上就滚蛋 叶子彤你当真 你当真要这么残忍地对待我吗 你当真要和我老死不相往来吗 我用认真的表情看着叶子彤 叶子彤忽然说不出话 眼圈还有些红润 子彤 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我不穷能和你白头道了 但是请你给我一个 能够照顾你的机会 我会用我这一生去爱你的 不用 我也用不着 你滚 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了 总而言之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到她身边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 叶子彤忽然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不管一次还是几次 总之就是我说的那样 我求你了 请你忘记我吧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没可能的 叶子彤 你真的好狠心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现在却打算让我袖手旁观 让我做了一个没用的男人 与其这样 当初你为什么又要救我 还不如就让我死掉好一点 跟你没有关系 换作是任何人我都会这么做 不光是你而已 是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好吧 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放弃你的话 我选择放弃 我觉得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但是嘴巴上说着放弃 实际上我可没那种心思 让我放弃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在这里和她做这种斗争 是没有用的 如果真的想要征服她 只有用一种特别的方法 走到门口 我扭头说道 叶子彤 是无面鬼差夺取了你的寿命 今天晚上我会和她同归于尽 你不想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想亏欠 不管怎么样 就算是死掉了 我也会把你丢失的二十年 寿命要回来 马小豆你不要发疯了 你正常一点 如果你这样的话 和当初让你死掉有什么区别 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区别 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死掉了好一点 我拉开房门头也不回地走得出去 来到楼下 我打了个车直奔修老家中 小伙子 你说你想学算灵术 你为什么突然想学那个呀 没错 我找修老头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现在能让我快速将无面鬼差 找出来的办法只有这个 只有将小鬼找出来 才有这样的可能性 修老 这是我第一次求你 你就教我吧 现在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 估计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找到小鬼之后 我便会把它消灭 你放心不会有什么事情 修老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 你的本事我也信得过 我就教你吧 不过 你可不能用作其他用途啊 我点了点头 答应了修老 紧接着修老头便要将算灵术交给我 之所以那么有自信 还是因为我有着那样的天赋 要不是因为我有那样的天赋 我也不可能那么有自信 一到中午 我便开始跟着修老学习算灵术 这门道法说起来还是有些复杂 要学会感悟天地间的正气 只要有一丝邪气 都会被感悟出来 哈浩以前在老头的帮助下 我学习过这方面的感悟 所以学起来更加的迅速 仅仅五个小时的时间 我便完全掌握了 哎 真是逆天的天才啊 想当初我们学习算灵术 便学了三年 可你小子 居然五个小时 难怪茅山老祖会选你 换做任何人 任何人都会选你的 修老谢谢你了啊 我会报答你的 我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着回来 虽然我的本事不小 但是无面鬼差也不是吃素的 他的能力肯定不在我之下 小子 你给我说老实话 你学习这个 是不是为了找无面鬼差呀 今天看你心事重重的 你不可能只是为了找小鬼而已吧 居然被修老看出来了 我有那么透明的表露出来吗 修老 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 我就不瞒你了 你说的没错 我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你也见过 就是叶子彤 她被无面鬼差夺取了二十年的寿命 我要去要回来 所以我要去找无面鬼差 无面鬼差 她的修为可是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 你确定要找她 修老这么一说 我心里已经觉得非常悬了 居然上万年 上千年 我这点本事过去够她看的吗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算不是对手 我也要试一试 我只是想为了我自己拼一拼 我相信 只要我将叶子彤 丢失的二十年寿命夺回来 叶子彤就会抛开那些想法 到时候我们才会在一起 但我想要的不仅仅只有这样 我相信如果叶子彤真的喜欢我 真的在乎 她一定会过来 到时候我就不信 她会看着我去死 我和修老聊了两句之后 我便起身回去了 老舅还在医院没人照顾 我去医院的时候 居然看见了叶子彤 子彤 你怎么会在这 我看着叶子彤有些发愣 这个时候 她不应该选择避开我吗 怎么主动跑到医院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这是你家吗 还有 刚才的事情 我已经跟你舅舅说了 她有话跟你说 你们俩先聊吧 我去外面 叶子彤走出了病房 刚才她说老舅已经全部知道了 那老舅是不是也知道 今天晚上我会去找无面鬼差 老舅 对不起啊 还没等老舅开口 我就先开口了 我不想让她担心 所以根本没打算告诉她 但是现在老舅已经知道了 我不能不说 小冬 你先坐下 老舅居然对我笑 而且还是很平静的笑容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一般来说 老舅不可能对着我露出这样的笑容 老舅 你怎么了 还能怎么呀 我只是高兴 你知道吗 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真男人了 所有事情 子彤已经给我说了 你以为老舅会骂你 会阻拦你吗 你错了 这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你醒悟的比较早 你放心吧 我会替你隐瞒的 老舅相信你的实力 你一定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老舅 在医院等着你 老舅忽然这么一说 我有些心软了 一会儿要是遇上无面鬼柴 我不是他的对手 真的死掉了怎么办 我老舅怎么办 家里人怎么办 老爸老妈 该怎么办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不幸的 虚识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五章 寻找小鬼 小冬啊 不要有什么杂乱的思想 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为 作为一个男子汉 就应该这么做 这样 才能有权利去喜欢一个人 才能有权利 让一个人喜欢上你 所以不要让子彤小瞧你 老舅永远支持你 老舅的话又将我重新拉了回来 没想到这次老舅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要是以前 老舅肯定立马站出来 先是一顿臭骂 然后再收拾我 这次事情的发展 远远超乎了我的意料 完全没有想到 老舅会这么忽然地 接受我将要做的事情 老舅 谢谢你啊 谢谢你的体谅 你放心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我向你保证 我向全家人保证 我不仅会活着回来 还会带着叶子彤一起回来 这时叶子彤走了进来 老舅立马恢复严厉的表情 谈完了吧 怎么样 你是不是还要这样纠缠不清 叶子彤用他那原本就冰冷的眼神 不过此时在我眼中已经不是冰冷了 一切的一切不再冰冷 那是希望般的目光 那是我想要的目光 什么纠缠不清啊 那只是我做的一个选择方式而已 你放心吧 我不会纠缠你 永远不会 只要你过得幸福就好 你开心我才会真正的安心 小冬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你这德性是跟谁学的 你想找死什么 你非要去跟那种东西斗 你怎么可能赢 叶子彤说着又想对我动手 但我不吃这套 连忙让开了身心 现在的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至少我能看着叶子彤 叶子彤也不再躲着我 光是这样我都觉得非常不错 刚才不是你要说和我分手吗 你管不了我 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和谁作斗争那都是我的事 你 表舅 你就不能说一下他吗 他这样过去真的是找死 你难道这样想看着自己侄子去送死吗 叶子彤说不动我 只能看着老舅 但我知道 老舅一旦做了决定的事情 就不会改变 我说了 但是他不听 哎呀 我虽然是他舅舅 但我也左右不了他的行为 也不是 所以 我也没有办法呀 老舅果然老见句话 这种荒唐的理由都能给我找出来 你们两个简直不可理喻 行 随便你们办 出了什么事我可管不了 虽然我丢了二十年寿命 但你还活着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就因为那二十年的寿命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把整条命都交给你 可以吗 我认真地看着叶子彤 叶子彤突然哑语 行 那我以后不躲着你行了吧 可以啊 你不躲着我 不想让我去找无面鬼差也行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结婚 和我结婚 这样我就听你的 不然你没有权利让我做你想要的 我说的这句话非常的认真 总之叶子彤这个女人我是要定了 马晓东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总之就是我说的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就当我心甘情愿好了 或者当我自作多情愿行 总之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跟你没关系 你也用不着去找无面鬼差 我没和你开玩笑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去找无面鬼差 就这么简单 叶子彤一定不可能认为我是开玩笑的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开玩笑 而且我是真心喜欢她 她不可能不知道的 那就当我跟你开玩笑好了 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也轮不到你管 别管我是不是知道 总之去找无面鬼差 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也用不着你管 其实不管叶子彤会不会答应我 我都会去找无面鬼差 我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 这样就太不值得了 行 你想任性也就继续吧 死了跟我没关系 叶子彤咱们离开 等叶子彤离开后 老舅缓慢地将手抬起来 对我竖起大拇指 不是夸我和叶子彤对着干 而是觉得我现在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老舅 接下来的时间里 估计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先走了 去吧 回来的时候 记得给我带宵夜 老舅杨梅笑着 我对他点了点头 并且说了句一定 无面鬼差 他最容易出现的地方 就是小鬼会出现的地方 只要找到小鬼 我就不相信他不出来 打着出租车 我在整个H市周边到处晃悠了一下 看看有没有小鬼的气息 修老头给我说过 小鬼身上的气息非常的凝重 如果他出现了 从老远一定会察觉到他的行踪 但是也因为这样 小鬼的实力非常的强 如果说小鬼可以隐藏自己的气息 我也不会发现 就算是修老头也不可能发现 我在整个H市转了老半天 也没有发现小鬼的气息 司机都有些厌烦了 但我也是给了钱了 他总不可能说不送了吧 整个H市 司机带着我绕了三圈 足足三个小时 还是没有找到小鬼的气息 我真有些怀疑 是不是修老头教我的道法 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哎 先生 你到底想去什么地方呀 你能不能去一个 有目的地的地方 我总不可能和你玩一个晚上吧 这都快三个小时了 司机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这就没办法了 先下车换个司机吧 那你拖我到东山放我下车吧 麻烦你了啊 东山距离这里也不是很远 仅仅两公里而已 下车的时候 我直接丢给师傅两百块钱 三个小时跑两百也差不多了 而且还不用担心亏本 我站在东山脚下就准备打车 但在这时 脑子里灵光一闪 一丝邪恶的气息出现 我掐指一算 小鬼居然就在这附近 我就说你不可能上天入地 看你这次往哪跑 确认气息出现的方向 想也没想就追了上去 这次我不会放过他的 我的目的就是杀了小鬼 到时候如果无面鬼柴不出现的话 我就直接下手 反正我不可能让任何一方好过 气息越来越紧 越来越浓 也不知道小鬼在这里干嘛 黑麻麻的一片树林 走进去一看 还有一个山洞 山洞里面有三个通道 小鬼在中间一个 确认小鬼在这里面 我在山洞洞口布下了一个阵法 阴魂是不可能出去的 这时里面发出了一丝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野兽啃食的声音 我拿着手机打开灯光 原本黑麻麻的山洞 顿时敞亮了起来 不过就在这时 里面飞出来一个东西 砸在地上 扬起了一阵灰尘 小鬼 我知道是你 出来吧 今天你是逃不掉了 今天不管他逃去哪里 上天入地我都会跟着他 只要他敢逃 我就敢追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六章 终于出现 没想到你居然找来撤呀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一声给我一激励 怎么不一样呢 和之前那个小鬼的声音 一点也不像 你是谁 你不是小鬼 我拿着电筒晃着里面 只见小鬼从里面走了出来 没错 是用走的 为什么我会说他还是小鬼 是因为他的模样一点也没变 但他可以步行走在路上 还有 他的身体大了不少 你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看着小鬼有些疑惑 他现在这个样子 确实已经让我有些毁灭三观了 实在是有些像四不像了 鬼父子 他的肉和血 居然让我重建肉屈 真是意想不到的生活 什么鬼父子 难道是鬼老头 他居然把鬼老头吃了 没想到鬼老头居然会被小鬼杀掉 这倒是显得非常的新鲜 然后呢 你把他杀了 你现在的实力有什么上涨吗 我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我猜不管他的实力是不是上涨了 总之他再怎么上涨 我都有办法杀的他 你觉得呢 今天你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你的 小鬼看上去非常有信心的样子 我往地上看了一样 有一架鲜红的骨架 是人类的 应该就是鬼老头的吧 没想到他养了一辈子的鬼灵 现在却因为鬼灵而死 而且还是被鬼灵活生生地吃掉的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因果报应吧 一切只能说是天意 今天你逃不掉他 我也不想和他再多说废话 抓起御剑释放出了聚灵术 阴剑有阴法 阳剑有阳法 你原本死于四百多年前 可又一直缠绵于阳剑 这次我会替世间除掉你这个祸害 御剑好像受到什么牵引一样 带着我的身去直直地刺向小鬼 小鬼连忙后退 可不管他怎么后退 御剑都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简直形影不离 你手上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那么厉害 小鬼惊慌地看着我手上的御剑 小鬼刚才不是还很有信心的样子吗 现在一下子就伪了 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不过我也十分好奇 轻御剑怎么了 不是我的控制不说 反而一直控制着我 忽然间我想起老头给我说的那件事 他曾经给我说过 轻御剑是圣物 有着圣洁光芒 受到神圣的保护 能够驱逐一切万恶的根源 上次小鬼出现的时候 轻御剑都没有如此动作 这次他居然有如此的激动 一定是因为小鬼 轻御剑一定是感觉到了 小鬼身上的邪恶气息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看来我想的应该没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就算将剑松开 小鬼也逃不了轻御剑的魔爪了 我指着将轻御剑松开 没一会儿的功夫 轻御剑的速度更快 我就站在原地 看着一剑一鬼到处乱窜 起初小鬼还想试着冲出山洞 但被我设下的结界阻止了 不过说真的 小鬼的舍力比之前要强大得多 轻御剑那么快的速度 他居然能够勉强跟上他的步伐 我在猜想 如果不是有轻御剑在 我还是不是小鬼的对手 没想到他就是吃了鬼老头 居然能厉害到这种程度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也不能干坐着 我站在原地 将巨灵术施展到极限 巨灵术的光芒 能对小鬼产生一定的压力 能够让他速度减缓下来 你想杀了我吗 那个男人会答应吗 你真的确定要杀了我吗 小鬼好像已经开始恐惧 在周围到处乱撞 不答应我也没办法 现在就算无面鬼差出现 我也会把他杀了 我只能这么做 不然无面鬼差不可能出现 我也只有这样才会逼他出现 小鬼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速度顿时减缓了不少 他知道躲不过去 立马转过身来 依靠手中黑色的气物 抵挡住欲剑 但是轻欲剑圣洁的力量 又岂是他能抵挡的 没一会儿 黑色武器消失了 轻欲剑搜了一下刺了过去 眼看就要将他的身体四穿 但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出现 在我的面前 无面鬼差终于出现了 他一把将轻欲剑抓在手中 挡在小鬼面前 你要违法约定吗 为什么还要杀他 无面鬼差一出现 就开始找我麻烦 你问我为什么杀他 你可以问问他都干了什么事情 不管他在阴间 会对阴间做什么 总之他就不应该留在阳间 他和别的阴魂 屠渡了整个村子的村民 你觉得我应该把他留在阳间吗 我反问无面鬼差 也没说叶子彤的事情 这个不是我能管的 毕竟他是鬼灵 这个世间之所以会有阴魂存在 也是因为死者怨气太重 所以便有阴魂一说 而怨魂之所以存在 就是报复那些原本该死之人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我不需要听你这么大意令人的话 我只知道他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上 你说什么一切命中注定 那我就告诉你 他今天就会死在我手里 那也是命中注定 我抬起手用力一抽 原本还在无面鬼差手中的御剑 立马弹了回来 我抓着御剑就冲了上去 等等 无面鬼差单手拦在我前面 想要阻止我 无面鬼差 我和你之间的事情一会儿再说 我现在只想除掉他 马晓东 如果你真的把他杀了 你会后悔的 无面鬼差不知道在恐惧什么 总之我是看出来了 他是恐惧了 无面鬼差 你在担心什么呀 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无面鬼差没有任何表情 毕竟他是个没有脸的人 行吧 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杀他 也不是不可能 这样吧 你把你从叶子彤身上拿走的 二十年生命还回来 我就不去杀他怎么样 如果买卖这样进行 我倒是挺恶意的 虽然对那些死去的人不公平 但这样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二十年寿命是他心甘情愿交出来的 岂能说还就还 无面鬼差双手背在身后 看起来倒是有几分正气 但是在我面前 他除了邪恶之外 没有别的 既然如此 那你说让我不杀 我就不杀了吗 给我让开 既然无面鬼差 不把叶子彤的寿命还回来 不打算让我好过 那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我向前冲了两步 无面鬼差忽然伸出一只手 顿时感觉脚下一空 我居然被无面鬼差凭空拎了起来 他真的好厉害 难怪老舅让我万万小心 颤魂诀 我指出了颤魂诀 对无面鬼差产生了一丝影响 无面鬼差手上一松 我便落到了地上 小子 没想到你在茅山道士那 真学到不少本事 难怪他会怕你 无面鬼差说的正是小鬼 这还多亏了你 如果不是你多管闲事 我也不可能学到这些 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你呀 不得不说 这件事情确实是 无面鬼差的功劳 不是把我弄到古代去 我也不可能遇见老头 更不可能学到这些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七章 叶子童一路追逐 既然这样 你不就应该感谢我 无面鬼差实在不要脸 夺了叶子童二十年寿命 居然还想让我感谢他 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想让我感谢你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必须将叶子童二十年的寿命还给他 不然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不是鬼差 不管你的实力有多强 我都会杀了你 马晓东 你不可能办到这点的 你们人类是不可能杀死我的 我更不可能让你杀掉他 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想让我死心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现在我的实力 比不上无面鬼差 但是我也不会放弃 如果无面鬼差 真的不答应我提出的要求 那我就和他死磕到底 一直到我死掉的那天 马晓东 你是重阳体 拥有着绝对寿命 现在还不到你的死期 所以你也不要做太多的纠缠 我会把他带走 以后他也不会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至于叶子童的寿命 想让我归还那是不可能的 无面鬼差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这说法确实有些让我火大 他这意思不就是说 他把便宜占尽 而我只能干瞪眼地看着他吗 那就没什么话说了 既然无面鬼差已经做好了决定 那我也没必要和他废话了 我将御剑抛了出去 然后自己也冲了出去 御剑循着小鬼的气息 直接飞了过去 而我的目标是无面鬼差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阻止无面鬼差 小鬼的死期也就尽了 我在奔跑的过程中 将老旧给我的东西掏了出来 有迷幻符还有火药 虽然不可能除掉无面鬼差 但至少我有信心 能在短时间内阻止他 我把手批咬破 滴在火符上 这样能够大大的增加火符的威力 我就不信这对无面鬼差 没有任何一丝的影响 抛出火符 火符立马燃烧起来 这是老头以前教我的 能够让无产生有 这就是真正的道法 不过这种道法对我本身也有着一定的伤害 使用这种强大的道法 必须利用自己的精血 而精血简单点来说 也就是元气 利用自己的元气 去增加道法的力量 从而导致使出的力量 能够得到翻倍 这还是我第一次用 以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这次也是因为无面鬼差 真的把我逼急了 不然我也不可能这样 马晓东你当真找死 不是我找死 而是你找死 如果真的敢杀我的话 那你还会和我说这么多废话吗 你现在不敢对我动手 无非是不敢杀我 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但我也有些猜忌 才想到无面鬼差对我是不是有什么顾忌 不然上次和这次 他有着无数的机会对我下手 可是到最后他都没有对我下手 现在还劝我不要杀掉小鬼 这不是心里有鬼还是什么呀 你说的没错 冥王说过 你是千百年来第一个重央体 不能杀你 但如果你自己要找死 我也没办法 杀了你之前 冥王也不会怪我 无面鬼差说话的同时 手中出现一把锋利的短剑 整把短剑呈现乳白色 看起来晶莹剔透 冥王说的吗 那我还真是有些庆幸 那你就杀了我吧 杀了我我会去阴间找冥王 我会让他无视你的命令 把我杀了 到时候我看看你会怎么解释 无面鬼差对于我的话无动于衷 这也怪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根本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想法 遇见和火福 眼看着就要到他们眼前了 无面鬼差根本没有任何的行动 原本我还以为无面鬼差会进行反抗对我出手 但是他没有 他一把拉住小鬼 搜得一下不见了身影 无面鬼差 你还是不是男的 有本事你别跑啊 跑了算什么呀 你以为这样就能保住小鬼了吗 你想多了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你们追到 我一直寻着小鬼的气息追了出去 他们已经离开了东山 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来的路上 我就看见了一辆摩托车 事急从前 我将摩托车拦了下来 警察 证用一下你的摩托车 没等他答应 我就把他推了出来 骑着摩托车追了出去 然后这时 后面一辆小车追了上来 是叶子彤 他就跟在我身后不远 这个时候他还来干嘛 叶子彤加纳油门来到了我的身边 无奈他的车速比我要快得多 我也没办法更快了 小冬你是不是疯了 居然敢抢劫 盖下车 叶子彤打开车窗 玻璃对我大吼着 我没搭话 俯身躲避大风 依然追在无面鬼柴他们身后 我就不信他们跑得了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过小鬼和无面鬼柴 马小冬你再不停下 我就真生气了 你先停下了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你给我停下 叶子彤的话有那么一丝打动我 也仅仅只是一瞬间而已 就算叶子彤答应以后 不会考虑圣命的问题和我结婚 我也不会就此罢休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那还算什么男人 就是因为如此 就是因为叶子彤答应了我 我才会觉得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 有必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总之我不会放过无面鬼柴 没一会儿的功夫来到了市区 因为拥堵的关系 叶子彤的车被我甩开了 但是没一会儿他又追了上来 这回他骑的是摩托 作为警察 他真的是有无比方便的机会 马小冬 我再跟你说一次 停下跟我回去 我会保证你没事的 有什么问题我们俩一起面对 但如果你不打算跟我回去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的 后悔一辈子 子彤 有些事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这次我不会 这是身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你觉得你还像是个男人吗 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你先停下来 我们好好谈一下 如果你真的非要去也行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听叶子彤这么说 我有些心软了 一个女人这样追在你身后 只是想让你停下来 如果我这么一直追下去 她还会不会再次离开我 想着想着 车速什么时候慢下来的 我也不清楚 摩托车停下来之后 叶子彤停车走了过来 我只觉得脸颊一阵生疼 叶子彤的牵牵御手 就这样打了上来 马小冬 你真的在乎我吗 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 你是不是就安心了 叶子彤好像崩溃了一般 扑倒到我身上 心口一阵闷痛 直接袭入脑户 我能明确地感觉心里堵得慌 对不起紫彤啊 对不起 谁让你跟我说对不起的 谁让你说了 你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没有对不起我 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安心 想给我幸福 那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那个枪我不是你能招惹的 叶子彤对我大吼着 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我不知道叶子彤第几次 因为我的事情哭出了声 虽然以前我没看见 但我能确定这不是第一次 小冬 答应我 不要去找他的麻烦 也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冒险 可以吗 叶子彤红润着双眼看着我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现在我只能做的 只有将叶子彤紧紧地抱在怀里 迟迟不能动 没一会儿的功夫 被我抢了摩托车的男子 就追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八章 我在纠结吗 你他妈的 小子你是找死是吧 居然敢抢我车 男子冲着我过来 一拳就砸了上来 我有些害怕砸到叶子彤 就紧紧地将他抱着 男子一拳打在我的背上 而且还不想就此作罢 别打了警察 叶子彤立马推开我 将自己的警官证亮了出来 我去 还真是警察呀 男子敬仰地看着我 我也没说话 叶子彤是警察 我可不是 但是现在为了避免麻烦 我也只好装枪做事 刚才警察执行任务 征用了一下你的车 你身为公民 就应该要有这样的觉悟 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啊 不过 你也不清楚情况 我不跟你倔强 开你的车赶紧走吧 叶子彤刚说完 另外一边又来了一名男子 还开叶子彤的车 搞什么飞机啊 你们警察可以这么任性吗 说正用就正用 下车的男子有些火大 指着叶子彤就是一阵乱吼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真的有急事 叶子彤尴尬地笑了笑 但却带着眼泪 真的是 有没有搞错 就算是警察也不能这样的吧 男子有些无语地瞪了叶子彤一眼 然后驾着自己的摩托车也离开了 这些人也真是拿叶子彤没有办法 谁让叶子彤不仅是警察 而且还是个女的呢 子彤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我转过身去 现在小鬼他们的气息也不见了 我再怎么追也没用了 这次只好就此作罢了 马晓冬 现在我不逃避你了 你就要逃避我是吗 叶子彤站在我身后吼了一声 我没有要逃避你的意思啊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我是个男人 是个男人就该应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 说完我就准备离开 但是叶子彤从后面拉着我 马晓冬 难道你真打算让我死了 你才安心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要死给你看 只要我死了 你就可以解脱了 我立马转过身来看着叶子彤 我知道她不是开玩笑的 她从来不开这种玩笑 而且她的声音如此的冰冷 根本不可能是开玩笑 好吧我不走 我不走行了吧 我真的只是想要静一静而已 请你理解一下我 我真有些担心会出什么事情 叶子彤刚才的表情和声音 已经吓到我了 你想静一静可以 但是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如果你离开我的视线 我就会做出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没办法了 我也拗不过她 只好点点头同意她的说法 我独自一人走在前面 走在H市的大街上 心情各种复杂 无面鬼筛带着小鬼离开了 不知道会去什么地方 或许他们真的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既然这样我又该去什么地方找他们 走着走着 我居然走到了叶子彤家楼下 马晓东 绕来绕去 你不也要回到这里了吗 我知道你喜欢我 那你就不要过一步去了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一直跟在身后的叶子彤忽然开口道 走吧 回家吧 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我也觉得有些疲倦了 而且心情也好了不少 我也想通了 只要叶子彤本人真的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离开我 那我也不再过多地去计较 拉着叶子彤 我和他一起回到了家中 他为我泡了杯茶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但我相信一切困难都会过去 不就是二十年吗 说不定我有一百岁的寿命呢 减掉二十年我也能活到八十岁 咱俩谁先死还不一定呢 叶子彤对着我笑了笑说道 此时她的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的真实 是那么迷人 我有些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去阴京那几天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我之所以会回来 还是因为你 没办法 虽然我在意那件事情 但我更在意会失去你 叶子彤慢慢地靠在我肩上 我能感觉到她眼中流露出来的感情 不过我却开心不起来 这个女人对我付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没办法看着这样一个深爱的女人承受那样的痛苦 什么一百岁减掉二十岁 这怎么可能 以现在的生活习惯再加上环境污染 又有多少人能够活到一百岁 就算是八十岁也已经非常难见了 我没说话 就这样坐着 叶子彤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或许她真的是太累了吧 我将叶子彤抱到床上 为她盖上被子 然后出了门 出门的时候给她留了一张字条 我去了老舅那里 一进门老舅就看着我 老舅你没睡呢 我就知道 给 你的叶像 我将小叶递给老舅 这是我答应他的 老舅之所以没睡 大概也是因为我的事情 这个时候老舅哪还有什么心情睡觉 担心我都来不及 臭小子 你终于回来了 老舅正饿着呢 给我吃点 老舅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 我给他扶了一下椅子 老舅你也真是的 根本用不着担心我 无面鬼差根本不敢把我怎么样 现在的他还没有我厉害呢 这牛我是吹出来了 其实也算不上是吹牛 我只想让老舅放心 只想让他知道 现在的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都不可能出事 行行行 我知道你小子本事大了 不会出事 但是老舅的担心是避免不了的呀 就像你担心老舅一样 哪怕是受一定点伤害 也会担心呢 老舅说出了我的心声 但也正因为这样 我就更加的觉得 对不起两个很爱的人 一个是叶子彤 另一个就是老舅 老舅一次次的为了我受伤 我却好端端地坐在这里 有时候 真的想说我是个好男人 是个孝子 其实我自己都不怎么相信 行了小豆 回来就行了 情况怎么样 小鬼被你灭了吗 老舅喝了一口 我从夜市买回来的鸡汤 被无面鬼差带走了 它们完全消失了 估计永远不会回来 我刚说完 老舅就咳嗽了几声 并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 它们走了 那叶子彤的事怎么办呀 那可是活生生的二十年寿命啊 那呀 其实刚才我也能抓住它们 但是叶子彤出现了 是它阻止了我 不让我去找无面鬼差 所以它们就不见了 它说特别过意不去 还答应和我在一起 并且和我结婚 老舅 你说有时候 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啊 小偷 其实这样 也是蛮好的 别因为那种事情 失去了你的一生 两个人最终能够在一起 不是最好的吗 连老舅也这么说 虽然我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我就是不甘心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已经变成一个大男人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可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279章 最后的机会 老舅你说以后 我和叶子彤在一起 会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啊 经过老舅这么一说 我已经开始慢慢地释怀 其实之前我也觉得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就没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只要最终叶子彤的 终身伴侣都是我 我的终身伴侣也都是他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但我就是处于 不甘心的状态 我就是觉得 我有必要去做一些事情 不管叶子彤丢失的 二十年寿命 是不是因我丢失的 我觉得我都应该 担负起这次的责任 小冬 不要想太多 不管你做什么选择 老舅都会支持你 但是老舅 希望你能够想清楚 不要做上自己 后悔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 你真的已经想清楚了 有需要用得上 老舅的地方 一定得说啊 老舅还是同样的一口话 我点了点头 陪着老舅坐到了早上 第二天一早 叶子彤就急匆匆地来到医院 样子好像有些着急 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刹那 又好像松了口气 原来你真的在这儿 手机怎么关机了 一直打不通 叶子彤有些埋怨地 看着我和老舅 老舅在医院住了那么多天 手机肯定已经没电了 至于我嘛 我已经用了三天了 肯定也是没电的 你放心吧 我飞不了 你就别着急了 昨天老舅也跟我说了 这次我不会那么任性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 也别躲着我了 这是我唯一希望的 我看着叶子彤说的 叶子彤点了点头 好 只要你不去做那种啥事 我就答应你 这算是个有个缺口的结局吧 事情往往没有朝着 我想的那方面发展 但叶子彤最终 还是回到了我的身边 光是这样 其实我也就满足了 老舅你先睡吧 昨天晚上肯定也累了 我也回去睡一下 老舅本来就有伤在身 昨天晚上还陪我 聊了一晚上的天 我就不应该折磨他老人家 行啊 你们俩都回去吧 一会儿手机充电 有什么情况 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叶子彤和我回到了家里 今天的他重新回去报到 因为他答应我会一直留下来 所以他还是选择回去上班 而我就选择睡觉 毕竟最近几天真的有些累 刚一倒下 眼皮一众就这样睡着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又爬了起来 眼前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想尽量将自己的眼睛睁大 但不管怎么睁大也睁不开 就好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 可我忽然听见前面有什么声音在响 还有脚步声 子彤 是你吗 回来了 不是你的子彤 是我 这是谁 为什么会在家里 是叶子彤的父亲吗 我一着急准备叫叔叔的时候 忽然发现不对劲 这不是叶子彤父亲的声音 倒是有些像无面鬼差的 无面鬼差 是你 仔细一琢磨 我想用尽全身的力量睁开眼睛 无面鬼差真的就这样站在我面前 距离我非常的近 原本吸下来的怒火 猛地再度窜了上去 你居然还敢出现 小鬼呢 把他叫出来 我伸手想去抓无面鬼差 却扑了个空 马晓冬你不用白费劲了 我现在是在你的梦里 你没有办法抓到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想夺回叶子彤丢失的二十年寿命 也不是不可能 但你需要失去一些东西 失去一些东西 是什么 你说 只要我能给 你的寿命 我的寿命 可以 多少年 你说吧 这算什么大事 只要能让叶子彤恢复他的寿命 别说二十年 就算五十年我也不会眨眼睛 一百年 无面鬼差开出了惊人的价格 竟然要我一百年的寿命 之前我就听说重阳铁能够活一百多年 现在无面鬼差居然要我一百年的寿命 这不是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怎么样 一百年的寿命 我就将叶子彤的寿命还给他 无面鬼差再次问了一声 你说真的吗 你确定能把他的寿命还给他 我没有犹豫太久 叶子彤能够为我做这么多 我为他死掉又有什么不可能的 只要无面鬼差说到做到 我就觉得没什么了 当然 我拿证据给你看 只要你答应就行 无面鬼差说的好像是真的 行 一百年就一百年 哪怕你要我的命也行 但在这之前 你要让我看见你归还叶子彤的寿命 无面鬼差点了点头 随着手上出现一道彩色的光芒 这就是叶子彤的二十年寿命 只要你将这个打入他体内 他便能恢复二十年寿命 无面鬼差将那彩色的光芒递给了我 上面确实有着叶子彤的气息 一点不假 如果你骗了我 我是不会饶过你的 我拿着光芒突然眼前一黑 失去了知觉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淡了 具体来说是已经黑了 醒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 找了半天 终于在小腹面前找到了 叶子彤的二十年寿命的光芒 就是这个东西 能够恢复叶子彤的寿命吗 我捧着彩色的光芒 朝外面走去 叶子彤此时正在做菜 他没有发现我 这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悄悄地走了过去 光芒看见叶子彤的时候 有些技场 好像要窜出去一样 看见这一幕 我便用力一推 将光芒推向叶子彤 光芒大概是感受到了 叶子彤的存在 立马飞了过去 静止钻到了叶子彤的身体里 叶子彤猛地触动了一下 然后晕倒在地上 怎么回事 我跑过去将叶子彤抱了起来 放心吧 这是正常现象 等他醒来之后就好了 我答应你的也做到 怎么样 你也该履行对我的承诺了 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跟他道别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叶子彤为我牺牲那么大 是这种心情 我也体会到为什么他会躲着我 不敢与我相见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 明明说好的不管怎么样 以后都要走下去 但我现在却做出了这番选择 你在想什么 对你来说一百年寿命 仅仅让你恢复为普通人 换句话说 就是拆除你的重阳体 让你不再享有重阳寿命 并不是完全取走你的寿命 就算我拿走了你的重阳体 以你目前状况 活到八十岁也不无可能 无面鬼差的话 激醒了我 我立马站起了一把抓住他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其实我并不需要 能够活到几百岁 我只需要我需要的人 需要我 需要我的人也还在就是了 让我独自一人 活一两百年 我根本承受不了 多番几次的生死离别 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活鬼差从来不骗人 怎样 现在我可以举奏你 一百年寿命了吧 等等 我还是有些信不过 无面鬼差 必须等叶子童醒过来再说 谁知道叶子童 目前的寿命 是不是真的已经恢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请许 欢迎收听有声多人剧 我在收尸队的那些事 作者 老虎下山 制作 张三丰在此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欢迎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章 最美的结局 你不相信他寿命已经恢复了 那你看看这个吧 无面鬼差 一挥手 在空中就出现了一串数字 叶子童 寿命有八十七年 想不到叶子童的寿命也挺高的 如果没有任何特殊情况 他能活到八十七岁 但是这件事你不可告诉他 我已算是逆天行事了 无面鬼差再次一挥手 数字便消失了 那 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答应我的话 我立马就能去做我的寿命 无面鬼差不做这样的行为 还是好一点 现在让我知道了 那就别怪我十四大开口了 马晓东你别乱来 我不会答应你 无面鬼差好像知道 我会说什么一样 立马一口拒绝我 你先别拒绝 我不是还没说吗 既然你不想听 那你就走吧 寿命我不给你 当初你出尔反尔 这次换我也行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吃亏 要知道那可是 整整一百年的寿命 老子有多少个一百年 经得起他这样玩啊 而且现在老子的心情 还算不错 也不想和他一般计较 无面鬼差虽然没有脸 看不清表情 但我能够想象得出来 他现在肯定是 像吃了屎一样 先说说看你的条件吧 过分了我可不会帮忙 有这句话就够了 这家伙明明知道 我会问什么 现在还这样答应 这不是明把这会同意吗 我办我妈 我老舅 包括我自己 我们的寿命 还有此生的大劫 包括叶子彤的 全部告诉我 不行 无面鬼差居然一口回血 这是逆天形势 你不可这样做 一切必须谨遵天地间的规矩 就算是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 不行 那我也不行 我不想给你了 你耍了我一次 我也耍了你一次 我们算舍平了 你走吧 我不和你计较 我不和你计较 我将叶子彤抱到沙发上 没再理会他 作为一个人类居然敢出尔坟了 就不怕我发火吗 无面鬼差捏着拳头 好像要和我动手 叶叶叶 你这是要和我打架的节奏吗 你来啊 你以为我怕你啊 有本事你就来 你看看如果你把我打死的 你会什么下场 无面鬼差还没说话 看来明王确实对他下达了这样的指令 但我有些想不明白 无面鬼差要我的寿命干嘛呀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行 就算告诉你也于事无补 一个人一生之中所要承受的大劫难 是跟随一个人的经历去改变 现在也许是他 但日后就不一定 无面鬼差终于妥协了 但他还说那些话吓唬我 正当我是人类 不了解他们阴魂的法则 就算真的是他说的那样又能怎么样 只要让我知道我们能活多少岁就行了呀 紧接着无面鬼差伸手一挥 我全家人的姓名便出现了 老妈享年77岁 老爸享年82岁 而舅舅享年只有60岁 后面被住了 因为老舅被阴气袭体 最后引发疾病身亡 老舅居然只能活到60岁 后面我的寿命就有些夸张了 居然能够活到207岁 这是什么鬼啊 修炼绝世神功也没这么夸张吧 看够了 无面鬼差用手一抹 所有一切都消失了 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啊 被阴气袭体有没有办法能够取除 我开始有些担心老舅了 他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么说来 他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 那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 别和我说这些 你别无选择 我能跟你说的只有这么多 如果你要是再过分的话 我只能将你带回阴气 无面鬼差非常认真地看着我 啊 行了行了 你取走吧 一百年就一百年吧 说到自己能活到207岁之后啊 我就不担心了 就算取走一百岁 我也能够活到差不多快九十岁 和叶子彤差不多 就足够了 无面鬼差将我寿命取走 离开后没多久 叶子彤醒了过来 小冬 我怎么了 我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叶子彤看着我问道 我笑着回答他说没事 我也没打算告诉他 或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没事嘛 我怎么感觉 哪怪怪的 之前那种空荡荡的感觉 消失不见了 好像 好像有活力了不少 叶子彤甩了甩脑袋 傻瓜 没事了 叶子彤 过两天我想带你回去见我家人 可以吗 见你家人 不是已经见过了吗 就上次 你还没想起来吗 我知道你见过 但我说的不是以那个身份去见 正是确认我们之间的关系啊 叶子彤笑了笑 这才很肯定的点头答应了我 没想到到最后还是事情解决了 但是老舅那里怎么办 为了这件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修了 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驱除阴气 并且把老舅的情况给他说了 但我没说老舅只能活六十岁 这始终是天机 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违反 被阴气吸体 这个还真不好办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万物相生相克 阴与阳是两面体 只要用智阳的法宝帮忙去除 就没什么问题了 智阳的法宝 我忽然想起了清玉剑 那个不就是智阳的物品吗 徐老那清玉剑能行吗 他能驱除老舅身上的阴气吗 看来被你小子猜中了 改天把你老舅带过来 我用清玉剑 储存了上千年的阳气 为他治疗吧 谁让他是我的弟子呢 我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切的一切转变得太快了 不过也幸亏我从 无面鬼才身上知道了这些 不然也没办法 第四天早上 叶子彤和我准备了一下来到家中 当然了 还有正在康复期间的老舅 这段时间他恢复得不错 所以就跟着我们一起来了 什么 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 看见我和叶子彤 手牵着手走进家门 老妈和老爸笑的 那是一个合不拢嘴 是的爸妈 其实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不过没敢公开而已 但现在我们想好了 我们要结婚 所以就公开了 这仅仅是一个借口 我想和叶子彤一辈子捆绑在一起 哪怕以后会厌烦对方都好 总之我就是想和叶子彤在一起 现在结婚 这个 老爸看向老妈 一直以来家里都是老妈在做主 我知道这个答案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但我只能这么做 老姐 小东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而且子彤这姑娘 我也着实喜欢 我相信你们两个也喜欢 所以 老舅也替我们说好话 我只能说谢谢了 瞧你们这样 我有说不同意吗 哎呀 能找到这样的闺女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就是有些喘不过气来 哎呀 行 结婚就结婚 只要你们想好了就成 老妈走到子彤身旁 一只手紧紧握着子彤 或许这就是最好 也是最美的结局吧 从现在这一刻起 我总算相信什么叫做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下集 继续